1894年的春天,可见的罗纳达德尔在最不寻常和最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谋杀。 这个案子引起了全伦敦的注意,上流社会尤其感到惊慌。 警方调查后公布了详细的案情,但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 这是因为起诉理由非常充分,所以没有必要公开全部的证据。 直到现在,将近十年之后,才允许我来补充一些破案过程中缺失的环节。 案子本身是充满趣味的,但比起那意想不到的结局,这点趣味在我看来根本不算什么。 在我一生中所经历的奇异事件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是最令我震惊和诧异的。 即使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想起它来,我依然会感到毛骨悚然。 但同样也能重温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 当时这种心情像喷涌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理智。 竟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然谈起的非凡人物的读者大众说一句话。 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你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 如果不是他亲口曾禁止这样做,我会把这当成首要的任务。 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取消的。 我和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是不难想象的。 在他失踪之后,凡是公开发表过的案件经过,我都仔细阅读,从不遗漏。 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还不止一次地尝试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案件。 虽然不很成功,不过没有任何案子能像罗诺的阿德尔的惨死那样吸引我。 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某个或某些不知名的人蓄意谋杀时, 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带给社会的损失。 我敢肯定,这件奇怪的案子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 而且,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能够凭借自己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头脑来弥补警方的不足, 甚至先与警方行动起来。 我整天都在出诊,脑子里却想着这件案子,而且找不出能够说服自己的充分理由。 尽管案子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我还是先把审讯结束时已经公布过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罗诺达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 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 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大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 这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上流社会,据大家所知,他并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 他同卡斯特尔斯的伊迪斯·乌德里小姐订过婚, 但几个月前双方自愿解除了婚约,之后也没有看出有多深的留恋。 他天性冷漠,习惯于一成不变的生活, 平日的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而保守的圈子里。 然而就在1894年3月30日夜里10点至11点20分之间, 死亡以最奇特的方式突然笼罩在了这个悠闲蓝散的青年身上。 罗纳达阿德尔喜欢玩纸牌,而且经常玩, 但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于身份的程度。 他是鲍尔文、卡文迪西和巴特格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 鱼还当天,晚饭后他在卡文迪西俱乐部玩了一盘灰斯特。 那天下午他也在那里打过牌, 和他一起打牌的摩瑞先生、约翰·哈黛爵爵士和摩兰上校, 证明他们打的是挥斯特。 大家的手气差不多, 阿德尔大概输了五磅,不会更多。 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 这样的输赢绝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打牌, 就是在那个俱乐部打牌, 而且总是打得小心谨慎, 常常是赢了钱才离开牌桌。 证词中还谈到几个星期之前, 他和摩兰上校作为搭档, 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拉莫尔寻爵420磅。 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关于他的近况, 就是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 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的时间是十点整, 他的母亲和妹妹到亲戚家串门去了。 女仆作证说, 听见他走进二楼的隔音室, 也就是他经常当作起居室的那个房间。 女仆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 因为有烟, 女仆打开了窗户。 直到11点20分, 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之前, 屋子里都没有动静。 梅鲁斯夫人想进去跟儿子说声晚安, 这才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 母女二人敲门呼喊, 都没有得到应答, 就找来人把门撞开。 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 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 样子非常可怕。 屋子里没有任何武器, 桌上摆着两张十磅的钞票, 还有总共十七磅十仙令的金币和银币, 这些钱被码成了几堆, 每堆树木多少不一。 另外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记录了若干树木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 由此推测, 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检查, 使得案情变得更加复杂。 第一, 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轻人从里面把门插上的理由, 有可能是凶手插上了门, 然后从窗户逃跑。 从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 窗下的花坛里开满了葬红花, 可是花丛和地面上都没有被人踩过的痕迹, 房子和街道之间的狭长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 因此很显然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 如果有人能够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 而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 那么此人必定是个神枪手。 另外, 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 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 这里有人被打死了, 一颗像所有牵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 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然而当时却没有人听到枪声。 这不是十分离奇吗? 由于找不出动机, 公园路奇岸的这些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 因为正如我前面提到的, 没有人听说过年轻的Other有什么仇人, 屋子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完全没有人动过。 我整天反复思考这些事实, 竭力想找出一个能够解释的通并且矛盾最少的理论, 我那死去了的朋友称它为一切调查的起点。 傍晚, 我漫步穿过公园, 大约在六点钟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路口, 一群流浪汉聚在人行道上, 他们都仰头望着一扇窗户, 他们向我指出了我特地过来看的那所房子, 一个戴着有色眼镜的瘦高个子, 我非常怀疑他是个变异侦探, 正在讲述自己的某种推测, 其他的人都在围着听, 我尽量往前凑过去, 但是他的议论听起来实在是荒谬, 我又有点厌恶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 就在这样做的时候, 我撞到了后面的一个又残疾的老人, 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 记得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 看到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是《树木崇拜的起源》, 这使我猜测他一定是一个穷藏书家, 收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爱好, 我极力为这意想不到的事情道歉, 但不巧的是, 我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他们的主人眼中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他生气地吼了一声, 就转身走开了, 我望着他弯曲的背影和灰白的连病胡子, 消失在了人群里。 我多次观察公园路427号, 但这对于我弄清我所关心的问题毫无作用, 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半结石炸了的矮墙, 高度不超过五英尺, 因此任何人想进入花园都非常容易, 但是那扇窗户却完全够不着, 因为墙上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 可以帮助伸手矫健的人爬上去。 我比以前更加迷惑, 只得折回恳心顿。 我在书房里待了不到五分钟, 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 令我吃惊的是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古怪的旧书收藏家, 灰白的虚发中露出了他那轮廓分明而干瘦的脸, 又臂下夹着他心爱的书, 至少有十来本。 您没有想到是我吧, 先生。 他的声音奇怪而嘶哑, 我承认没有想到是他。 我感到很过意不去, 先生。 刚才我一瘸一拐地走在您后面, 碰巧看见您走进了这所房子。 我对自己说应该进来看看那位好心的绅士, 对他说我刚才的态度有点粗暴, 但是没有恶意, 还要谢谢他替我把书剪了起来。 这点小事您看得太重了。 我说, 可不可以问一下您是怎么认出我的呢? 先生。 如果不太冒昧的话, 我算是您的邻居。 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角的地方, 您应该也收藏旧书吧, 先生。 我这儿有英国鸟类, 卡塔鲁斯, 圣战, 非常便宜, 每一本都非常便宜。 再来五本书, 您就正好可以把那边第二层的空档填满。 现在看起来不太整齐, 是不是啊, 先生。 我转过头去, 看了看身后的书厨, 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 夏克福尔摩斯正隔着书桌, 站在那对我微笑。 夏克福尔摩斯正隔着书桌, 站在那对我微笑。 我站了起来, 目瞪口呆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 然后我好像晕过去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确实有一片白雾在我的眼前打转, 后来白雾消失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的领口被解开了, 嘴唇上还留着白兰蒂辛辣的鱼味。 福尔摩斯正伏在我的椅子上方, 一只手拿着随身带来的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 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说, 我万分抱歉, 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会如此激动。 我紧紧地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 我大喊了一声, 真的是你啊, 难道你还活着? 你怎么可能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呢? 等一下, 他回答我, 你现在真的觉得自己有精神来谈这件事了吗? 瞧我这多此一举的戏剧性出场, 给了你多大的刺激。 我没事了, 说真的, 福尔摩斯,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伟大的上帝,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 我却只希望你能出现在我的书房里。 我抓住他的一只袖子, 摸着里面那只精瘦有力的胳膊。 不管怎样, 你不是鬼, 亲爱的朋友看到你, 我真是太高兴了。 坐下来, 告诉我你是怎么从那可怕的深渊里逃生的。 福尔摩斯面对着我, 坐了下来, 照老样子, 若无其事地点燃了一只烟, 他全身裹在一件卖书商人穿的破旧肠外套里, 那一堆白发和旧书都放在桌子上, 他显得比以前更加的轻手, 激进, 那张药荫似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的颜色, 使我看出他最近的生活不怎么健康。 我很高兴能伸直腰, 华生, 他说, 让一个高个子一连几小时把身长去掉一英尺, 真不好玩。 至于如何解释这一切, 我亲爱的老朋友, 咱们, 如果我还可以, 与你合作的话, 面前还有一个晚上的艰险工作, 或许最好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后, 我再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你。 我很想知道, 更希望现在就听到, 那你愿意今天晚上和我一起行动吗? 只要你希望, 无论何时, 无论去哪儿。 真的还像过去那样, 我们出发前还有时间吃一点晚饭, 好吧, 就说说那个峡谷, 我从峡谷中逃出来, 并没有遇到多大困难, 理由很简单, 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没有掉进去? 没有华生, 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我给你的便条可是千真万确的, 当我发现面目猙獰的莫里亚迪教授, 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怀疑自己的末日到了。 在她的灰色眼睛中, 我察觉到了冷酷的意图, 于是我跟她交谈了几句, 得到她彬彬有礼的许可, 写下了那封后来你看到的短信。 我把信、烟河和手杖一起留在那里, 然后沿着那条窄道向前走, 摩利亚迪紧跟着我, 我走到尽头就无路可走了。 她并没有掏出武器, 而是突然冲过来把我抱住。 她知道自己一切都完了, 因此急于报复我。 我们在铺舞边上扭成了一团, 但是我懂一点日本式摔跤, 过去有好几次都用上了这一手。 我从她的双臂中挣脱了出来, 她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尖叫, 疯狂地踢了几下, 双手向空中乱抓。 尽管她费了很大的力气, 但是仍然无法保持平衡, 于是掉下去了。 我探头见她坠下去很长一段距离, 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 又被弹出去, 掉进了水里。 我惊奇地听着福尔摩斯边抽烟, 边做的这番叙述。 可是还有脚印呢? 我大声地说, 我亲眼看到, 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向前走的脚印, 往回走的一个都没有啊。 事情是这样的, 就在教授掉进深渊的那一瞬间, 我忽然想到, 命运给我安排了最幸运的机会。 我知道, 我吉莫里亚里曾经发誓要置我于死地, 至少还有三个人, 他们向我复仇的欲望, 只会由于他们首领的死亡, 而变得更加强烈。 他们都是最危险的人。 这三人之中肯定有一个能找到我。 另一方面, 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我死了, 这几个人就会肆无忌惮地活动, 很快就会露面。 这样, 我早晚能消灭他们。 到了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宣布自己仍在人间。 大脑活动起来是那么的迅速, 我相信在莫里亚底还没有沉到 赖辛巴赫瀑布下的深潭底之前, 我就已经想好了这一切了。 我站起身来, 观察后面的悬崖。 在你那篇我几个月后读的津津有味的生动描述中, 你断言那是绝壁, 你说得不完全正确。 悬崖上仍然有几个露在外面的狭小的立足点, 并且有一块类似岩架的地方。 一只爬上那么高的峭壁显然是不可能的, 顺着那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 而不留下脚印也同样不可能。 当然, 我可以像在过去类似场合做过的那样, 把靴子倒穿, 但是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 人们当然会想到这是骗人的手法。 所以总的看来, 最好还是冒险爬上去。 这可不是一件高兴的事, 华生, 瀑布在脚下隆隆作响。 我不是一个浮于幻想的人, 但是我仿佛听见莫里亚迪在深渊中对着我尖叫, 一点不讲。 有好几次, 当我的手没有抓住身边的草丛或是脚, 从潮湿的岩石缺口中滑下去的时候, 我想我完了, 我拼命地往上爬, 终于爬上了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 上面长着柔软的绿台, 在那里可以舒服地躺下, 而不被人发现。 亲爱的华生, 当你和你的随从极其关切, 而又毫无效果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的时候, 我就躺在那岩架上。 你做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后, 离开那里, 回旅馆去了, 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以为我的冒险已经结束, 但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 使我知道还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一块巨大的岩石从上面落了下来, 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 砸中了下面那条小道, 又跳起来掉进深渊。 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偶然掉下来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 我抬头看到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了一个人头, 而这时又落下来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正砸在我躺着的岩架上, 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 当然, 这意味着什么? 很清楚。 莫里亚迪并非独自行动, 当他对我下手的时候, 还有一个党羽在守候, 而我一眼就看出这个党羽是个多么危险的家伙。 他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亲眼目睹了他首领的死亡, 和我逃脱的情况, 他一直等待着, 然后绕道上了崖顶, 企图实现他的首领未能得逞的计划。 突然归来的福尔摩斯, 坐在我的诊室里, 平静地为我讲述着, 当初他如何从那危险的绝境中脱身的奇特经历。 华生, 当初我思考这一切并没有浪费多少时间, 我就又看到了那张冷酷的脸从崖顶向下张望, 这是另一块石头将要落下来的预兆。 我对准崖下的小路开始向下爬, 我不认为自己能够非常冷静地爬下去, 这比向上爬要难百倍, 但是我没有时间考虑向下爬的危险, 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缘, 身体悬空掉起的时候, 又有一块石头呼的一声从我的身边落了下去。 我爬到一半的时候, 脚踏空了, 上帝保佑我落到了那条窄道上, 摔得头破血流。 我爬起来就逃之夭夭, 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 一周之后, 我到了佛罗伦萨, 这样一来, 保管世界上谁也不知道我的下落。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以吐露秘密的人, 我的哥哥麦克罗夫特。 我要再三向你道歉, 亲爱的花生, 但是当时最重要的是让大家都认为我死了。 如果你不相信我死了, 你就一定写不出那篇令人信服的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来。 在这三年之中, 我几次想提笔给你写信, 但总是担心你对我的深切关怀会让你不慎地泄露秘密。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今天傍晚当你碰掉我的书的时候, 我只能避开你, 因为当时我的处境很危险, 只要你流露出丝毫的惊奇和激动, 就有可能暴露我的身份, 从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可悲后果。 至于麦克罗夫特, 为了得到需要的钱, 我必须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 在伦敦, 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我所设想的那样顺利, 因为在莫里亚迪诽谤案的审理中, 漏掉了两个最危险的成员, 这使得这两个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得以逍遥法外。 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 去圣城拉萨和大喇嘛共度了几日, 你也许看过一个叫做西格森的挪威人写的非常出色的考察报告, 我相信你一定想不到, 自己看到的正是来自朋友的消息。 然后我经过波斯游览了麦加圣地, 又到喀什姆对哈里发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访问, 并把访问的结果告诉了外交部。 回到法国之后, 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南部蒙布利亚的一个实验室里, 进行煤焦油衍生物的研究。 我满意地结束了这项研究, 又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只剩下一个在伦敦, 便准备回来。 这时候发生了公园路奇案的消息, 更使我加速行动。 这件案子的真相吸引了我, 它似乎给我带来了最难得的机会。 我立刻回到贝克街自己的家里, 竟然吓得Hodson太太谢斯迪里大发作。 麦克罗夫特把我的房间和我的记录照原样保存着。 就这样, 亲爱的华生, 今天下午两点钟, 我发现自己坐在原来屋子里的旧扶手椅上, 满心希望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华生。 坐在对面他一向坐的那把椅子上。 这就是四月里的那个晚上, 我所听到的离奇故事。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我再也见不到的 那瘦高的身体和热忱的面容, 我会觉得这个故事纯属无极之谈。 我不清楚它是如何得知我居丧的消息的。 他用动作代替言辞表达了自己的慰问。 最后他说, 工作是对悲伤最有效的解药。 今天晚上我为咱们俩安排了一项工作,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就不晚活在世上。 我请他讲得详细一些, 但是没有用。 天亮前将要发生的事情够你听和看的。 他回答说, 我们有三年的往事要谈, 但只能谈到九点半, 就要开始这场特别的空污历险了。 真像过去一样, 到了九点半, 我发现自己紧挨着福尔摩斯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 我的口袋里装着手枪, 心中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冒险的激动和兴奋。 福尔摩斯冷静而镇定, 一言不发, 满街的光芒忽明忽暗地照在他严峻的脸上, 只见他皱眉沉思双唇紧闭。 我不知道我们将在伦敦这罪犯充斥的黑暗森林中搜寻什么样的野兽, 但从这个狩猎能守的神态来看, 我完全相信这是一次十分危险的行动。 但那苦行僧伴阴沉的脸上, 不时露出了讥讽的微笑, 预示着我们的猎物凶多吉少。 我本来以为我们要去贝格街, 但是就在卡文迪西广场拐角的地方, 福尔摩斯叫马车停了下来, 我看见他下车的时候左右张望了一下, 接着又在走过的每条街的拐角上, 极其仔细地观察后面有没有人跟踪。 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无疑是非常偏僻的, 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偏僻小道异常熟悉, 这一次他迅速而把握十足地穿过一连串 我从来不知道的小巷和马厩, 最后我们来到一条小路上, 两旁都是些阴暗的老房子, 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到了曼彻斯特街, 然后到了布兰夫特街, 在这里他快速地拐进了一条窄道, 又穿过一扇木炸了门进了一个无人的院子。 他用钥匙打开一座房子的后门, 我们一起走进去之后, 他又关上了门, 里面漆黑一片, 但很明显是一座空房子, 没铺地毯的地板在我们脚下吱吱作响, 我伸手碰到了一面墙, 上面糊着的纸已经裂成了一条一条, 向下垂着。 福尔摩斯用冰冷的手指抓住我的手腕, 带领我走过一条很长的走道, 直到我隐隐约约地看到门上昏暗的扇形窗才停住。 在这里, 福尔摩斯突然向右转, 我们走进了一个正方形的大空房间, 四角很暗, 只有当中一块地方被远处的街灯照亮了, 附近没有灯光, 窗户上又积了一层很厚的灰尘, 所以我们在里面只能看清彼此的轮廓。 我的朋友把手搭在我肩上, 把嘴凑近我的耳朵, 悄悄地问, 你知道咱们在哪儿吗? 那边就是贝克街, 我睁大眼睛透过模糊的玻璃往外看, 没错, 这里就是咱们寓所对面的卡姆登斯底。 那咱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因为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漂亮的建筑物, 亲爱的花生, 请靠近窗户一点, 但小心不要暴露自己, 再看看咱们的老寓所, 你的那么多神话故事不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吗? 让咱们来看看我离开的这三年, 是不是完全失去了使你惊奇的能力? 我轻轻地向前移动, 朝对面熟悉的窗户望去, 当视线落在那扇窗上的时候, 我吃惊地叫了出来, 窗帘已经放下了, 屋里点着灯, 明亮的窗帘上, 清楚地映出了屋里坐着的人, 那头部的姿态, 宽阔的肩膀, 轮廓分明的面旁, 谁看了都不会弄错。 脸朝向侧面, 就像我们祖父母那一辈, 喜欢装在框子里的一副剪影, 完全就是福尔摩斯本人。 我惊奇地把手探过去, 想弄清楚他究竟还在不在我身边, 他闭着嘴, 笑得全身颤动, 他说, 看见了, 天哪, 妙极了, 我相信自己变化多端的手法, 并未因岁月流逝和固有的习惯而枯竭, 我从他的话中, 听出了这位艺术家对自己的创作, 所持有的那份喜悦和得意, 的确很像我, 是不是, 我可以发誓说那就是你, 这归功于格勒诺布尔的奥斯卡摩尼亚先生, 他花了几天时间做模子, 那是一座半身蜡像, 其余的, 是今天下午我在贝克街自己布置的。 你认为有人在监视你的寓所, 我知道有人在监视, 谁, 我们的宿敌, 那帮可爱的人, 他们的头头现在正躺在莱星巴赫瀑布下面, 你别忘了他们知道我还活着, 也只有他们才知道, 他们相信我迟早会回到这里, 因此不断地进行监视, 今天早上他们看见我到达伦敦。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正从窗口向外看, 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派来盯烧的人, 这是个对我构不成威胁的家伙, 叫巴克尔, 以杀人抢劫为业, 是个出色的单黄口琴演奏家, 我不在乎他, 但是却非常担心他背后那个更难对付的人, 这个人是莫里亚底的心腹, 也是伦敦最狡猾, 最危险的罪犯, 更是从悬崖上推下石块的那个人, 华生, 今天晚上追踪我的人正是他, 可是他一点都不知道咱们也在追踪他。 我朋友的计划渐渐显露出来了, 在这个隐秘的地方, 监视者正在受人监视, 追踪者正在被人追踪, 那边窗户上受削的影子是诱饵, 我们则是猎人, 我们一起沉默地站在黑暗之中, 注视着面前匆匆来去的人影。 福尔摩斯不说话, 也不动, 但我能看出他正处在紧张的戒备状态, 专注地盯着过往行人。 这是一个寒冷喧嚣的夜晚, 风刮过长长的大街, 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呼啸, 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而且大都紧裹着外套和围巾。 有一两次, 我似乎看到了曾经见过的人影, 而且特别注意到了 两个似乎在附近的门廊里被疯的人。 我提醒福尔摩斯注意这两个人, 但他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又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街上。 他局促不安地挪动着脚步, 手指不住地敲着墙壁, 显然开始担心自己的计划 不会完全像期望的那样实现。 最后, 在将近午夜的时刻, 街上的人渐渐少了,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不安, 在屋子里多来多去。 我正要对他说些什么, 恰巧抬眼望了望对面, 亮着的窗子, 这又让我像刚才那样大吃一惊。 我抓住福尔摩斯的胳膊, 手指指向前方, 影子动了。 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面, 而是背面好像我们。 三年的时间, 并没有改变福尔摩斯粗暴的脾气, 也没有减少他对智力低于他的人 所表现出的急躁。 他说, 他当然动了。 华生, 难道我是一个可笑的傻瓜, 会知起一个一眼就能被识破的假人, 并且指望靠他来骗住欧洲几个最狡猾的人吗? 咱们在这屋子里待两个钟头, 沃德森太太已经把蜡像的位置改变了八次, 每一刻中一次。 她从前面来转动它, 这样她的影子就不会被人看见。 哦! 福尔摩斯突然倒吸了一口气, 在微弱的光线中, 我看到他探身向前, 身体又与全神灌注而僵硬起来, 外面的大街上已经空无一人。 那两个人也许还蜷缩在门廊里, 但是我已经看不到他们了, 四周万籁俱寂, 除了我们对面那映出人影的明亮的黄色窗帘之外, 什么都看不见。 一片寂静之中, 我的耳边响起了福尔摩斯只在极力抑制兴奋时, 才会发出的细微的嘶嘶声。 不一会儿, 他拽着我, 退到了最暗的角落里, 用手捂着我的嘴, 他的手指在颤抖。 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这样激动, 黑漆漆的大街, 仍旧荒凉而平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我忽然发现了, 福尔摩斯那超人的感官早已觉察到的东西。 一阵捏手捏脚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 这声音并非来自贝克街的方向, 而是从我们藏身的这所房子后面传来的。 一扇门打开后, 又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 走廊里响起了蠕动的脚步声。 来者极力不发出声音的脚步, 却在空窝中引发了刺耳的回响。 福尔摩斯靠墙蹲了下来,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 手里紧紧握着我的左轮枪柄。 在朦胧中, 我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比敞开的门外面的夜色还要更暗一些。 他站立了片刻, 然后弯下身子, 非常警觉地偷偷地走进屋里。 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影离我们不到三马。 我已经准备好迎接他扑过来的攻击, 然后才意识到他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 他从我们的身边走了过去, 悄悄地靠近了窗户, 轻轻地, 无声地把他推上去了半英尺。 当他跪下来靠着窗口的时候, 积满灰尘的玻璃已经不在遮挡街上的灯光, 那光芒把他的脸照得清清楚楚。 这个人似乎兴奋地万乎所以, 两眼放光, 面孔不停地抽搐着。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 鼻子又细又秃, 前额又秃又高, 留着一大座灰白的胡子。 一顶可以折叠的大礼帽 推在他的后脑勺上, 解开的外套里露出了叶利福的白色前巾。 他的脸又黑又瘦, 布满了凶悍的皱纹。 他拿着一根像是手杖的东西, 当他把这东西放在地板上的时候, 却发出了金属的铿枪声。 然后他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块东西, 摆弄了一阵, 随后传来了咔哒一声, 好像有一根弹簧或者是栓子挂上了。 他依然跪在地板上, 弯腰用全身的力量压住一个杠杆式的东西, 然后是一阵旋转和摩擦声, 最后又是咔哒一下, 于是他直起腰来, 我这才看清楚他手里拿的是一支枪, 而且枪托的形状非常特别。 他拉开枪膛, 把什么东西放了进去, 又趴了一下推上了壁锁块。 他俯下身, 把枪管架在窗台上, 我看到他的长胡子垂在枪托上, 闪亮的眼睛对着瞄准气。 当他把枪托紧贴在右肩上的时候, 我听见了一声满意的叹息, 并且看见了哪个特别的目标, 黄色窗帘上的人影, 毫无遮挡地暴露在了枪口前方。 他停了停, 然后扣动扳机。 我的耳旁传来了嘎的一声怪响, 接着是一连串清脆的玻璃破碎声。 就在这一瞬间, 福尔摩斯像老虎似的扑到了射手的背上, 把他脸朝下摔倒在地。 那射手立刻爬了起来, 用尽力气掐住了福尔摩斯的喉咙。 我用手枪柄照他的头上给了一下, 他就又倒在了地板上。 当我冲过去把他按住的时候, 我的朋友吹了一声刺耳的警哨, 人行道上立刻响起了一阵跑步声, 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便衣侦探从大门冲了进来。 是你吗? Listrade 是的, 福尔摩斯先生, 我亲自接手了这项工作。 很高兴看到你回伦敦来, 先生。 我觉得你需要一点非官方的帮助, 一年中有三件谋杀案破不了是不行的。 Listrade, 你处理摩尔齐的案子是可不像你平常那样, 也就是说, 你处理得还不错。 大家都已经站起来了, 我们的囚犯气喘吁吁, 他的两边各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 这时, 已经有些闲人开始聚集在街上, 福尔摩斯走到窗前关上窗户, 又放下了帘子。 Listrade点燃了两只蜡烛, 警察们也打开了他们的提灯, 我终于能好好地看一看这个囚犯。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张精力充沛, 却奸诈万分的面孔。 这个人长着哲学家的前额和享乐主义者的下巴, 似乎拥有很好的天赋, 只是不知道这种天赋是向善还是为恶。 可是只要看看他那下垂而自私的眼睛, 那冷酷的蓝眼睛, 那凶猛而挑衅的鼻子, 和那咄咄逼人的浓眉, 谁都能认出这是造物主留下的最为明显的危险信号。 他完全不注意别人, 只是盯住福尔摩斯的脸, 眼中充满了惊讶和仇恨。 你这个恶魔, 你这个恶魔, 他不停地嘟弄着。 啊, 上校, 福尔摩斯边说边整理被弄乱了的领子, 就像老戏里说的那样, 不是冤家不巨头, 自从在莱琴巴赫瀑布的悬崖上承蒙观照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 上校就像是一个失神的人, 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朋友。 他说出口的只有这一句, 你这个狡猾的恶魔。 上校, 你这个狡猾的恶魔。 罪犯被我们制服了之后, 他不断地挣扎着, 他嘴里还不断地嘟弄, 你这个魔鬼, 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啊, 上校。 福尔摩斯边说边整理着自己被弄乱了的领子, 就像老戏里说的那样, 不是冤家不巨头, 自从在莱琴巴赫瀑布的悬崖上承蒙观照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 上校就像是一个失神的人, 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朋友。 他说出口的只有这一句, 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啊, 上校, 我还没有为你介绍呢。 福尔摩斯说, 先生们, 这位是塞巴斯蒂安·摩兰上校, 从前在女王陛下的印度陆军中小吏, 是咱们东方帝国所造就的最优秀的射手。 上校, 我猜你在猎虎方面的成绩仍然是举国无双吧? 这个凶恶的老人一声不吭, 依旧瞪大眼睛盯着我的火。 他那充满了野性的眼睛和倒树的胡子, 使自己活像一只老虎。 很奇怪, 我这么简单的计策竟然能让你这样一位老练的猎手受骗。 福尔摩斯说, 这应该是你很熟悉的方法。 你不是也会在树下拴一只小山羊, 自己带着来斧枪藏在树上, 等待着这只作为诱饵的小山羊把老虎引来吗? 这所空污成了我的树, 而你就是我想打的老虎。 你大概还带着几只被用的枪, 以防出现好几只老虎, 或者是自己万一没有瞄准好, 当然这是不大可能的。 而他们都是我的被用枪。 说到这儿, 福尔摩斯指了指周围的人, 这是同样的道理。 摩兰上校怒吼着向前冲来, 但被两个警察拽了回去, 他脸上露出的愤怒表情看起来非常可怕。 我承认, 你有一招出乎我的意料。 福尔摩斯说, 我没有想到你也会利用这所空污和这扇方便的前窗。 我认为你会在街上行动, 那里有我的朋友Listrid和他的部下在等着你。 除了这一点之外, 一切都如我所料。 摩兰上校转过脸, 面向惊叹。 他说, 你也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逮捕我的正当理由, 但是至少没有理由让我忍受这个人的嘲弄。 如果我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一切就都照法律办吧。 你说的的确很合理, Listrid回答, 福尔摩斯先生, 在我们走之前, 你还有别的话要讲吗? 福尔摩斯已经从地板上捡起了那支威力巨大的气枪, 正在仔细观察它的结构。 这真是一个罕见的武器。 他说, 无声, 而且威力极大。 我认识这位双目失明的德国技师, 福尔摩斯博德, 这支枪是他为莫里亚迪教授特制的。 我几年前就知道有这么一支枪,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摆弄它。 Listrid, 我特别把这支枪还有这些专用的子弹都交给你们保管。 你可以放心地交给我们保管, 福尔摩斯先生。 Listrid说, 这时大家都已经开始向房门口走去。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只想问一下, 你准备以什么罪名控告的? 什么罪名? 当然是企图谋杀福尔摩斯先生了。 这不行, Listrid, 我完全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出面。 这次出色的抓捕是你的功劳, 而且只是你的功劳, Listrid, 我祝贺你。 你以一贯表现出的智勇双全, 抓住了他。 抓住了他? 抓住了谁? 福尔摩斯先生。 就是这位所有的警察都没能找到的摩兰上校, 在上个月30日把一颗开花子弹装在气枪里, 对准公园路427号二楼正面的窗口开了一枪, 打死了Lona的阿德尔。 就是这个罪名Listrid。 现在, 华生如果你能忍受从破窗口吹进来的冷风, 不妨到我的书房去抽一支雪茄烟, 待上半小时, 这样可以让你消遣一下。 多亏了McCloft的监督和Hodson太太的直接照料, 我们的老房间完全没有改变她的样子。 我一进来就意识到屋子整洁得让人有些不太习惯, 但一切原有的标志依然如故。 这个角落是做化学实验的地方, 放着那张经过酸橱里的松木桌。 那边的架子上摆着一排大本的剪贴布和参考书, 记载着一些很多伦敦人都想要烧掉才能安心的东西。 我环视四周, 挂图,提金盒,烟斗架, 就连装烟丝的波斯拖鞋都赫然在目。 屋子里已经有了两个人, 一个是在我们近来时笑脸相迎的Hodson太太, 另一个是在今天晚上的冒险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假人。 这个上过颜色做得唯妙唯笑的福尔摩斯蜡像, 搁在一个小架子上, 披了一件她的旧睡衣, 从大街上望过去和真人一模一样。 一切预防措施你都遵守了吗? Hodson太太。 按照你的吩咐, 我都是跪着干的, 先生。 好极了, 你完成得非常好。 你看见子弹打在什么地方了吗? 看见了, 先生。 啊, 恐怕子弹已经打坏了您那座漂亮的半身像, 它恰好穿过头部, 然后撞在墙上砸扁了。 这是我在地毯上识到的, 给您吧。 福尔摩斯伸手把子弹递给了我, 一颗牵头左轮子弹, 真巧妙, 谁能发现这样的东西是从气枪里打出来的呢? 很好, Hodson太太, 我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现在华生请你坐在自己的老位子上, 我有几个要点想要和您讨论一下。 福尔摩斯已经脱掉那件旧礼服大衣, 又换上了从蜡像上取下来的灰褐色睡衣, 于是又变成了往日的福尔摩斯。 他一边检查蜡像破碎的前额, 一边笑着说, 这位老猎手居然手还不抖, 眼也不花, 子弹从头后的正中位置射入, 恰好击穿大脑。 从前在印度他是最好的射手, 我想现在的伦敦也很少有比他强的, 你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没有, 好吧, 好吧, 看看这名声, 不过如果我没记错, 你过去也没有听说过, 詹姆斯·莫里亚迪教授这个本世纪大学者的名字吧, 请把我那本传记索引从架子上拿下来, 交给我。 他坐在椅子上, 把身体向后靠了靠, 大口喷着雪茄烟, 懒洋洋地翻着自己的记录。 我收集在M部的这些材料都很不错, 莫里亚迪这个人无论摆在哪里都是出众的, 这是放毒贩摸根, 这是令人极为不快的梅里丢, 还有马西尔斯, 就是他在查林十字广场的候诊室里, 打掉了我左边的拳齿, 而最后这位就是咱们今天晚上见到的朋友。 福尔摩斯把本子递给了我, 那上面写着, 塞巴斯迪安·摩兰上校, 无业, 元属班加罗尔工兵一团, 1840年在伦敦出生, 系原任英国驻波斯公使, 第三等巴斯勋爵阿古斯塔斯·摩兰爵士之子, 曾就读于伊顿工学牛津大学, 参加过乔瓦基战役, 阿富汗战役, 在查拉西亚部, 舍普尔·卡普尔福格义, 著作《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1881年, 丛林中三月1884年, 著指管道街, 俱乐部英印俱乐部, 坦克威尔俱乐部, 巴格特尔纸牌俱乐部, 在这一页的空白上, 有着福尔摩斯清晰的笔迹, 伦敦第二危险的人, 真是令人吃惊啊, 我把本子递给福尔摩斯的时候说, 他的职业还是体面的军人呢? 的确如此, 福尔摩斯回答, 而且在某方面干得不错, 他一向很有胆量, 在印度还流传着, 他爬进水沟去追杀一只受伤的, 痴人猛虎的故事, 花生, 有些树木在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会突然变成难看的古怪形状, 这一点, 你也常常会在人的身上看到, 我有一个理论, 一个人在成长中, 会重现他历代祖先的全部发展过程, 而像这样, 突然的变好或者变坏, 就显示出了他的家族中的某种影响, 一个人似乎成了家族历史的, 缩影, 你这个想法还真有点异想天开, 好吧, 我不坚持,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摩兰上校开始堕落了, 他在印度虽然没有什么公开的丑闻, 但仍旧闹得失去了容身之地, 他退伍了, 来到了伦敦, 又搞得声明很坏, 就在这个时候, 他被摩里亚迪教授选中了, 一度成了摩里亚迪的参谋长, 摩里亚迪非常大方地为他提供经济资助, 而且只用他做一两件普通匪徒承担不了的非常高级的案子, 你可能还记得1887年在罗德的那件斯托尔特太太被害的案子, 记不清了, 我可以确定摩兰是主谋, 但是一点证据都找不出来, 上校隐藏得非常巧妙, 即使在摩里亚迪诽谤被一网打尽的时候, 我们也无法指控他, 你还记得那一天, 我到你的寓所里去, 为了防备气枪, 我不是关上了百叶窗吗? 你肯定觉得我是在异想天开, 但我明白自己正在干着什么, 因为我已经知道有这样一支不平常的枪, 而且知道在这支枪的后面, 是一位全世界第一流的射手, 在瑞士的时候, 就是他和摩里亚迪一起跟踪着咱们, 毫无疑问就是他, 给了我在莱辛巴赫悬崖上, 那不愉快的五分钟。 你可以想到, 我住在法国的时候, 很注意看报, 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制服他, 只要他还在伦敦逍遥法外, 我活在世上就没有价值, 他的影子会日夜纠缠着我, 而且迟早会对我下手。 我能拿他怎么办呢? 总不能一看见他, 就开枪挡他, 那样我自己就会被送上被告席, 向法官寻求帮助, 也无济于事, 他们不能因为没有根据的推测, 就采取行动, 所以我一筹莫展。 可是我留心着报纸上的犯罪新闻, 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后来我看见了罗诺的阿德尔惨死的消息,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就我知道的那些情况来看, 这不明摆着是摸拦上校干的吗? 他先和这个年轻人一起打牌, 然后从俱乐部一直跟到这位年轻人的家里, 对准敞开的窗户开枪, 打死了这个年轻的绅士。 这是毫无疑问的, 光凭这种子弹就足以送他上绞刑架。 我马上回到了伦敦, 却被那个钉烧的人发现了, 他当然会告诉上校注意我的出现。 上校不可能不把我的突然归来 和他所犯下的案子联系在一起, 于是马上警觉起来。 我猜准了他会立刻想办法把我除掉, 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会再拿出这件凶器来。 我在窗口给他留下了一个明显的靶子, 并且预先通知了苏克兰厂, 可能会需要他们的帮助。 对了,华生, 你准确无误地看到了他们待在那个门廊里。 然后我找到了那个在我看来万无一失的监视点, 却没有想到摩兰上校也会挑中那个地方来袭击我。 亲爱的华生, 还有什么别的需要解释吗? 有。 我说, 你还没有解释摩兰上校谋杀罗娜的阿德尔的动机。 啊, 我亲爱的华生, 这一点我们只能推测, 而在这方面即使逻辑性最强的头脑也有可能出错,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做出自己的假设, 任何人的假设都有可能是对的。 那么你已经做出假设了吗? 我想, 说明案子的事实并不难。 我们从证词中得知, 摩兰上校和年轻的阿德尔合伙赢了一大笔钱, 不用说, 摩兰做了弊。 我很久以来一直知道他打牌作弊, 我相信就在阿德尔遇害的那一天, 他发现了摩兰在作弊, 很可能私下还跟摩兰谈过, 恐怕他还恐吓说要揭发摩兰, 除非摩兰自愿退出俱乐部, 并答应从此不再打牌。 像阿德尔这样的年轻人, 不太可能立刻去揭发既有名气, 又比他年长的摩兰, 这会闹出一件骇人听闻的丑事。 大概, 阿德尔就像我所估计的那样做了。 对于靠打牌骗钱为生的摩兰来说, 退出俱乐部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所以他杀了阿德尔, 那个时候阿德尔正在计算自己应该退还多少钱, 因为他不愿意从搭档的作弊中获利, 他锁上门是为了防止他的母亲和妹妹突然闯进来, 逼他说出那些人名和硬币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样说得通吗? 我相信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会在审讯时得到证明, 或者遭到反驳。 与此同时无论发生什么, 摩兰上校也不会再打扰咱们了。 冯赫德尔所制造出的有名的器枪将为苏格兰厂博物馆增色, 福尔摩斯先生又可以现身于伦敦错综复杂的生活, 所引起的大量的有趣的小问题。 从形式专家的角度来看, 福尔摩斯说, 自从莫里亚底教授去世了之后, 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回答说, 我认为不会有太多善良政治的市民同意你的看法, 对对对, 我不应该自私。 福尔摩斯笑着, 把自己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 当然这对社会有好处, 除了可怜的行事专家无事可做之外, 谁也没有受损失。 当那个家伙还在的时候, 你可以从每天的早报上看到许多事情发生。 而且华生常常只是一个小小的线索, 一个最模糊的迹象, 就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肥手藏在什么地方。 如同珠网的边缘稍有颤动, 就使你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邪恶的蜘蛛。 对于掌握线索的人来说, 小偷小摸, 肆无忌惮的攻击, 意图不明的暴行, 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 对一个研究高级犯罪的学者来说, 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不具备当时伦敦所具有的那些有力条件。 可是现在,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默默地对自己花了不少力气造成的现状, 表示不满。 现在这个时候, 福尔摩斯回国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我按照他的请求出让了自己的诊所, 搬回贝格街我们合住过的旧狱所。 有一个姓弗娜的年轻医生, 买了我在新肯顿开的小诊所, 而且半点都没有犹豫, 就按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钱付了钱。 这使我感到很奇怪, 直到几年以后我才发现, 福尔摩斯是福尔摩斯的远亲, 钱实际上是福尔摩斯筹错的, 这才明白了真相。 我们在一起的那几个月里, 日子过得并不像福尔摩斯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 我大致翻看了一下自己的笔记, 就找出了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前莫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福利斯兰号的惊人事件, 后一个案子差点让我们两人丧命。 不过, 福尔摩斯那种冷漠而骄傲的性格, 使他不喜欢任何形式地公开赞扬。 他以最严厉的规定来约束我, 不再对他本人, 他的方法, 或是他的成功说一句话。 我已经解释过了, 这项禁令直到现在, 才被撤销。 发完那一通古怪的议论之后, 福尔摩斯靠在椅子被上, 悠闲地打开当天的早报。 这时突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紧接着是一阵咚咚的敲门声, 像是什么人在用拳头锤打大门。 门开了, 我听见有人冲进过道, 然后是一阵急速上楼的脚步声, 没过一会儿, 一个脸色苍白, 头发散乱的年轻人, 发狂一样地闯了进来。 他的双眼充满了激愤, 全身都在颤抖。 他来回看了看我们, 在我们疑问目光的注视下, 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这样无理地闯入, 表示一下歉意。 他大声地说,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 请您不要责怪我, 我几乎要疯了, 福尔摩斯先生, 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约翰·亚克特·麦克法兰。 他做了这样的自我介绍, 似乎只要一提他的姓名, 就可以解释他的访问目的和访问方式了。 但是从我同伴毫无反应的脸上, 我看出这个名字对于他和我都没有什么意义。 请抽支烟, 麦克法兰先生。 福尔摩斯把烟盒递了过去, 我相信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会根据症状给你开一张能让你镇定下来的处方。 最近这几天的天气真够热的, 现在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平静了下来, 请坐在那把椅子上, 慢慢地告诉我们你是谁, 为什么找我? 你只讲了自己的名字, 似乎我应该认识你。 可除了你是个单身汉律师, 共计会会员, 哮喘并患者, 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之外, 我的确对你一点都不了解。 因为熟悉朋友的方法, 我很容易地领会了福尔摩斯的推理。 这位年轻人的不修篇幅, 随身带的那一扎文件, 表链上的护身符和喘气的声音, 让福尔摩斯做出了这些推测。 而这位年轻的委托人惊讶的目瞪口呆。 没错, 您说的就是我, 除此之外, 我现在还是全伦敦最不幸的人。 看在老天的份上, 您一定要帮帮我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在我把话讲完之前, 他们就来逮捕我的话, 请您务必告诉他们, 给我时间, 让我把全部事实都告诉您。 只要我知道您在外面替我奔走, 我就可以安心地走进监狱。 逮捕你, 福尔摩斯说, 这的确太, 太有意思了。 那你会因为什么罪而被逮捕呢? 在我同伴表情丰富的脸上, 露出了一种似乎多少带有一点满意的表情。 啊, 他说, 刚才吃早饭的时候, 我还对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说, 轰动社会的案子, 已经从报上消失了呢。 我们的客人伸出一只颤抖的手, 把放在福尔摩斯膝盖上的每日电讯报拿了起来。 先生, 如果您看过这份报纸的话, 您一眼就能看出我今天为什么来找您了。 我觉得, 好像人人都在谈论着我的名字和我的灾祸。 他把报纸翻到刊登重要新闻的那一版。 就在这儿, 如果您允许的话, 我就给您念一念。 请您听听这个, 福尔摩斯先生, 这是标题, 夏诺德的神秘案件, 著名建筑师失踪, 怀疑为谋杀纵火案, 已经发现此案的线索。 那条线索的发现, 表明警方已经开始追踪我了。 福尔摩斯先生, 我知道,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我在伦敦乔站一下车, 就被跟踪了, 他们只是在等待着发出对我的逮捕证。 这会让我的母亲伤心的, 一定会让她伤心的。 在极度的恐惧中, 他使劲地握着自己的手, 在椅子上来回扭动。 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被控行凶的男子, 他长着淡黄色的头发, 面貌清秀, 但显得十分疲惫。 两只蓝色的眼睛里透出了惊恐, 脸刮得很干净, 神经质的嘴唇显得优柔寡断。 他大约在二十岁左右, 衣着和举职都像个绅士。 从他浅色夏季外衣的口袋里, 露出了一卷签过字的证书, 说明了他的职业。 我们得好好利用现在这段时间, 福尔莫斯说, 华生请你把报纸拿起来, 念一念刚才谈到的那一段, 好吗? 在我们的委托人引述过的大标题下面, 是这样一段带有暗示性的叙述。 我念到, 昨日深夜或今日凌晨时, 夏诺乌德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 恐启严重犯罪行为。 约纳斯·奥德克先生是该区颇有名望的居民, 经营建筑业多年, 因而致富。 奥德克先生系独身, 五十二岁, 住在西登罕路尽头的幽谷山庄, 以性情乖僻出名, 为人朴素沉默而寡言, 不爱交际。 近几年, 时已退出建筑业, 燃宅后之柱木厂仍在。 昨夜十二点左右, 柱木厂发出火警, 消防车不久即赶到现场, 但因木造火猛无法扑救, 直至整堆木料燃烧殆尽, 起火原因次数偶然, 但另有迹象显示, 获系严重犯罪行为。 火灾现场未见户主, 令人颇为诧异。 经查询方知户主已失踪, 检查卧室, 床无人睡过, 而保险柜门已开, 若干重要文件, 散落满地。 最后发现, 室内有发生激烈格斗的迹象, 并找到少量血迹及橡木手杖一根, 杖柄上亦沾有血迹, 现已查明。 事业, 奥特克先生曾在卧室接待来客, 该手杖及来客之物。 此深夜来客为年轻律师 约翰·霍克特·麦克法兰先生, 即中东区格雷辛大楼426号, 格雷姆·麦克法兰事务所之合伙人, 警方相信已掌握能说明犯罪动机的有力证据。 总之, 此事件将有惊人发展, 这一点无庸置疑。 本报复印时, 据传麦克法兰先生已因谋杀 约翰娜斯·奥特克之罪被逮捕, 逮捕证确已发出。 正在Nord进行的调查又有不祥进展, 在建筑师所住的楼下寝室里, 除了有格斗迹象外, 又发现法国式落地窗敞开, 并有笨重物体从室内脱往木料堆的痕迹。 在火场灰烬中找到了被烧焦的残骸一说, 也已被肯定。 按照警方推测, 这是一起极其惊人的凶杀案。 被害者在寝室内被击毙, 文件被盗, 尸体被拖至木料堆焚烧灭迹。 此案已交由苏格兰厂素有经验的警官Listrid进行调查, 此刻他正以其惯有之经历 与机制追查线索。 福尔摩斯闭着眼, 两手指尖顶着指尖倾听着这篇惊人的报道。 这件案子的确有几点值得注意, 他慢慢地说, 麦克法兰先生, 我想先问一句, 既然看起来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捕你, 为什么你现在依然逍遥法外呢? 福尔摩斯先生, 我和父母同住在布莱克西斯的多林顿寓所, 但是昨天晚上因为要替约纳斯奥特克先生办点事, 我就在夏诺伍德的一家旅馆里住了下来, 从旅馆去他家, 我是在火车上看到您刚才听到的那条新闻, 才知道夏诺伍德发生的事情的。 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 所以马上就赶到这里来, 把案子委托给您。 我知道, 如果我在城里的办公室, 或者是在家里, 一定会被抓走的。 有人从伦敦桥车站开始就跟踪我, 我一点都不怀疑, 上帝啊, 发生什么事了? 门铃响了, 接着又从楼梯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 过了一会儿, 我们的老朋友雷斯奥特出现在了房门口, 我从他身后一眼看见门外站着两名穿制服的警察。 雷斯奥特问, 约翰·奥特·麦克法兰先生。 我们这位不幸的委托人站了起来, 脸色苍白。 由于你蓄意谋杀下诺乌德的约翰·奥特克先生, 我现在对你提出逮捕。 麦克法兰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向我们求援。 等一等, 雷斯吹的, 福尔摩斯说, 再等上半小时左右, 对你不会有影响吧。 这位绅士正要给我们讲这个非常有趣的事件的经过, 他可能会帮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 雷斯吹的冷酷地说, 我觉得弄清楚这件事不会有困难了。 不过如果你允许的话, 我倒是很有兴趣听他讲一讲。 好吧, 福尔摩斯先生, 我很难拒绝你的任何要求, 因为你过去帮过我们一两次忙, 从我们苏格兰场这方面, 还欠你一份情呢。 雷斯吹的说, 我必须和犯人在一起, 并且不得不警告他, 凡是他说过的话, 都可能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 这样再好不过了, 我们的委托人说, 我只请求您一定要听我讲, 而且明白我讲的绝对是真话。 雷斯吹的看了一下自己的表。 那么, 我给你半小时。 我必须先说明, 麦克法兰说, 我对于约纳斯奥特克先生一点都不了解。 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 很多年前我的父母和他相识, 但是后来他们疏远了, 因此昨天下午大约三点钟, 当他走进我在城里的办公室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奇怪。 待他说明了来意之后, 我感到更加的惊奇。 他的手里拿着几张 从笔记本里撕下来的单页纸, 上面写满了很潦草的字, 就是这几张。 他当时把这几张纸放在了我的桌子上。 这是我的遗嘱。 他说, 麦克法兰先生, 我要你把它按照正式法定的格式写出来, 你写你的, 我就在这坐着。 我就开始抄写这份遗嘱, 当我看到他除了若干保留之外, 把其余的全部财产都留给我的时候, 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他是个小雪雕式的怪人, 长着全白的眉毛。 我抬头看他的时候, 发现他那锐利的灰色眼睛正在盯着我, 脸上带着一种开心的表情。 当我读到遗嘱中那些条款的时候,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解释说, 他是一个单身汉, 亲属都不在世了, 他从青年时起就认识我的父母, 并且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年轻人, 所以放心把他的钱交给我。 当然了, 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一些感谢的话。 遗嘱按照格式写好了, 签了字, 由我的书记员做证人, 遗嘱写在了蓝色纸上, 我已经解释过这些纸只是草稿, 然后奥特克先生告诉我说, 还有一些字句, 租约, 房企, 抵押凭据, 临时期证等等, 应该让我看一看。 他说只有在这一切都办完之后, 他才放心, 并且让我晚上就带着这份遗嘱去下诺乌的, 在他家里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 记住我的孩子, 在这一切还没有办完之前, 什么话都不要对你的父母说, 咱们先不讲, 好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意外惊喜, 他非常坚持这一点, 还要我答应一定做到。 福尔摩斯先生, 您能想象出来吧, 我当时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的任何要求, 他是我的大恩人, 我一心只想着丝毫不差地实现他的愿望, 于是呢, 我就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 说手边有要紧的事, 说不准多晚才能回家。 阿特克先生还告诉过我说, 他希望我能在九点钟和他一起吃晚饭, 因为九点钟之前他可能还没有到家, 可是他住的地方很难找, 我到他家的时候已经快九点半了, 我发现他等于是谁开的门, 一个中年妇女, 我猜是他的女管家。 把你的名字说出来的我想就是他吧。 没错, 麦克法兰说, 那么好, 请说下去。 麦克法兰擦了在额头上的汗, 然后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这个女人把我领进了一间起居室, 里面已经摆好了简单的晚饭, 后来, 约那斯·阿特克先生带我到他的卧室, 那里立着一个保险柜, 他打开保险柜, 取出一大堆文件, 我们把这堆文件仔细地看了一遍, 直到十一点多才看完。 他说, 不要打扰女管家, 就让我从法师落地窗出去。 那扇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 窗帘放下来了吗? 福尔穆斯问, 我说不准, 不过我想应该是放下来了一半。 对, 我记得他为了打开窗户, 还把窗帘拉起来。 我找不到自己的手杖, 他说, 没关系, 我的孩子, 我希望从现在起能经常见到你, 我会把你的手杖收好, 等你下次来取的。 我离开的时候, 卧室里的保险柜是开着的, 那些分成几小包的字句, 还摆在桌子上。 当时已经都那么晚了, 我当然回不去布莱克西斯, 就在安娜利·阿姆斯旅馆里过了一夜, 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直到今天早晨, 我才从报纸上发现了这件可怕的事情。 您还有别的要问的吗? 福尔摩斯先生。 雷斯特里的说, 在年轻人讲述这段奇怪经历的时候, 我有一两次看到雷斯特里的扬起了眉毛。 在我去布莱克西斯之前, 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您是说去夏诺乌德之前吧? 啊, 对。 福尔摩斯的脸上带着他那种高深莫测的微笑。 我要说的正是夏诺乌德。 在麦克法兰先生讲完他那段奇怪的经历之后, 福尔摩斯宣布, 在我去布莱克西斯之前, 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雷斯特里的说, 你是说去夏诺乌德之前吧? 啊, 对, 我要说的是夏诺乌德。 福尔摩斯的脸上带着他那种高深莫测的微笑。 雷斯特里的有过很多次经验, 他深知, 福尔摩斯的脑子就像一把锋利的剃刀, 能切开在他看来坚不可摧的东西。 雷斯特里的只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我看到他好奇地盯着我的同伴, 然后他说, 过一会儿, 我想跟您说一两句话, 福尔摩斯先生。 那么好吧, 麦克法兰先生, 我的两位警员就在门口, 外面还有一辆四轮马车在等着。 这位可怜的年轻人站了起来, 祈求地看了我们最后一眼, 然后从屋里走了出去。 警察带着他上了马车, 但雷斯特里的留下了。 福尔摩斯正在看着手里的那几页遗嘱草稿, 脸上露出了十分感兴趣的表情。 这份遗嘱的确有些特点, Listrade你看呢, 他把草稿递了过去。 我能看懂前几行和第二页中间几句, 还有最后一两行, 这些就像印的一样清楚, 可是其余的都不清楚, 有三个地方我完全认不出来。 你怎么解释这一点呢? 福尔摩斯问。 你怎么解释呢? 这是在火车上写的, 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停在站里, 不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在行驶, 最不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正在经过倒叉。 有经验的专家立刻能够断定 这是在一条郊区铁路线上写出来的, 因为只有在大城市附近才能截二连三地碰到倒叉。 假如他花了全程的时间来写这份遗嘱, 那必定是一趟快车, 在夏诺德和伦敦桥之间 只停滚一次。 雷吹得笑了起来。 呵呵呵,在分析问题上, 你比我强,福尔摩斯先生。 他说, 你说的这一点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他足以证明年轻人所说的这份遗嘱是 约纳斯奥特克, 昨天在旅途中拟好的。 一个人竟然会以这样随便的方式来写一份这么重要的文件,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说明他实际上并不重视这份遗嘱, 只有根本不打算让自己立下的遗嘱生效的人, 才会这样做。 好吧, 他就这么给自己写了一张死刑判决书。 雷吹得说, 啊, 你这样想吗? 你不这样想吗? 很可能是这样, 但这案子对我来说还不清楚。 不清楚? 如果这样一桩案子还不算是清楚的话, 还有什么算是清楚的呢? 有个年轻人忽然得知, 只要某个老人一死, 自己就可以继承一笔遗产。 他能怎么办?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而是假借某种借口, 在当天晚上去拜访他的委托人。 等到屋子里唯一的第三者睡了, 他在一间单独的卧室里杀了委托人, 把尸体拖进木料堆焚烧, 然后离开那里去附近的旅馆。 卧室里和手杖上的血迹都很少, 可能他以为连这样一点点血迹都不会留下, 并且觉得只要尸体毁了, 就可以掩盖委托人被杀的一切痕迹, 那些痕迹会暴露他的身份。 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的好Listrid, 你所说的这些让我感到 案情有点过于明显。 福尔摩斯说, 你没有把想象力添加到自己诸多的长处中去, 你试着把自己摆到这个年轻人的位置上, 你会选择立遗嘱的那个晚上去行凶吗? 你不觉得把立遗嘱和行凶这两件事连接得这么紧凑是很危险的吗? 还有, 你会在别人知道你在那里, 正是这家的仆人开门让你进屋的这样一个前提下行凶吗? 还有最后一点, 你会那样煞费苦心地隐藏尸体, 而又留下手杖作为暴露自己是凶手的证据吗? Listrid, 你必须承认, 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至于那根手杖, 福尔摩斯先生, 你我都知道, 罪犯总是慌慌张张的, 往往会犯下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可以避免的错误, 他很可能是不敢回那间屋子去取回手杖, 或者你给我一个别的能符合事实的推测, 我能够很轻易地给你举出好几个推测。 福尔摩斯说, 例如有这样一个可能的, 甚至是很可能的推测, 我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老人正在给年轻人看那些贵重的证券, 因为窗帘只放下了一半, 一个过路的流浪汉在窗外看见了他们。 年轻的律师走了, 流浪汉就进屋来, 看到那根手杖, 便抓起手杖, 把奥特克打死, 烧了尸体之后, 就逃跑了。 流浪汉为什么要烧尸体呢? 就这一点来说, 麦克法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了掩盖政治, 流浪汉也可能不想让人知道出了谋杀案。 那流浪汉为什么不拿东西呢? 因为那些字句都是不能转让的。 好吧, 福尔摩斯先生, 你可以去找你的流浪汉, 在你找他的时候, 我们不会放走这个年轻人的, 以后会证明谁是对的。 请注意一点, 福尔摩斯先生, 据我们所知, 一张字句都没有被偷走。 我们这个犯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理由拿走字句的人, 因为他是法定继承人, 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从这些字句中获得利益。 我的朋友好像被这句话刺了一下。 我无意否认目前的证据在某些方面对你的推测非常有利。 他说, 我只是想指出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就像你说的, 以后会见分晓。 再见, 我今天应该会顺便去一趟夏诺武的, 看看你的进展如何。 这位侦探走了, 我的朋友从椅子上起身, 带着将要做感兴趣的事情时的那种表情, 为之后的工作做着准备。 华生刚才我说过, 我的第一个行动方向必须是Black Seas。 他边说, 边匆忙穿上自己的长外衣。 为什么不是夏诺武的呢? 我们在这个案子里看到了两件怪事, 接踵而至。 警方犯了这样一个错误, 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第二件怪事上, 因为它确实是犯罪行为。 但在我看来, 处理这个案子的合理途径显然应该是从弄清第一件事着手, 也就是那张不寻常的遗嘱。 他立得那么草率, 又给了那么一个意想不到的继承人。 这一点弄清楚了, 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亲爱的朋友, 我想你帮不上忙, 我一个人不会有危险的, 否则我不会单独行动。 晚上见到你的时候, 我相信能够告诉你, 我为这个求我保护的小伙子已经做了什么。 我的朋友回来得很晚, 从他憔悴而焦急的脸上, 我一眼就看出他出发时所抱的希望落空了。 他拉了一小时的提琴, 琴声单调而低沉, 他在竭力使自己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 最后他猛地放下了提琴, 开始讲述自己失败的经历。 一切都错了, 华生一错到底, 我在Listridor面前装着蛮不在乎, 但说实话, 我相信这一次, 他的路子对了, 我们走错了。 我的直觉指着一个方向, 一切事实却都指着另一个方向。 英国陪审团的智商恐怕远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使得他们接受我的假设, 而不接受Listridor的证据。 你去布莱克西斯了吗? 去了, 华生, 我到了那里。 并且很快发现死去的奥德克是个不可小看的恶棍。 麦克法兰的父亲出去找儿子了, 他的母亲在家, 她是个蓝色眼睛, 头发蓬松的小个子女人。 恐惧和气氛使她不停地发抖, 当然她认为自己的儿子不可能犯罪, 可是她对奥德克的遭遇既不表示惊讶, 也不表示遗憾, 恰恰相反。 她谈起奥德克是所流露出的那种深恶痛觉, 等于在不自觉地支持警方的理论。 如果她的儿子曾经听过她这样谈论奥德克的话, 就会自然而然地对奥德克产生憎恨并使用暴力。 她说奥德克与其说是人, 倒不如说是一头恶毒狡猾的怪物。 从年轻时候起, 这个奥德克就一直是个怪物。 您从那个时候就认识她吗? 我说, 麦克法兰夫人对我说是的, 我对她很熟悉, 其实奥德克就是最早向我求婚的人, 感谢上帝我拒绝了她, 跟一个也许比她穷, 但是比她好的人结了婚。 在我和奥德克订婚之后, 听人讲起她怎样把一只猫放进鸟舍里去, 她这种残忍的举动使我厌恶极了, 再也不愿意跟她有任何往来。 说到这儿, 麦克法兰夫人从写字台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张女人的照片, 脸部被刀划得支离破碎。 这是我自己的照片, 她说, 就在我结婚的那天早上, 奥德克把她寄给我, 随之而来的还有她的诅咒。 当时我对麦克法兰夫人说, 不过至少她现在宽恕了你, 因为她把全部财产留给了你的儿子。 麦克法兰夫人说, 我和我的儿子都不要约纳斯奥德克的任何东西, 无论他是死是活, 她非常严肃地大声说, 老天有眼, 福尔摩斯先生, 上帝已经惩罚了这个坏人, 在适当的时候, 上帝也会证明, 我的儿子手上没有沾他的血。 华生, 我还试着追寻了一两个线索, 但找不到对我们的假设有帮助的东西。 有几点恰恰和我们的假设相反, 最后我放弃了, 去了夏诺乌德。 幽谷山庄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新潮的大别墅, 全部用显眼的砖砌成, 前面是庭院和种了一丛丛月桂树的草坪, 右边是着过火的柱木场, 从那里到大陆还有一段距离。 这是我在笔记本上画的草图, 左边这扇窗户是奥德克的房间, 站在这条路上就可以看到屋子里面, 你明白吧? 雷斯特特不在那里, 这是我今天仅有的一丝安慰。 他手下的警员进了主人之一, 他们刚刚发现了莫大的宝藏, 他们在灰烬中找了一上午, 除了烧焦的有机体残骸之外, 还找到了几个变了色的金属小圆片, 我仔细检查了这些圆片, 原来是南库的钮扣, 我甚至还辨认出一粒钮扣上的标记, 海安姆, 那是奥德克的裁缝, 然后我仔细地检查草坪, 希望找到别的痕迹和脚印, 可是这场干旱使一切东西都变得像铁一样坚硬, 什么都看不出来, 只看出像是尸体或是一捆什么东西曾经被拖过水腊树矮笔的痕迹, 方向正对着木料堆, 这些当然都符合官方的推测, 我在草坪上爬来爬去, 背上晒着八月天的太阳, 一小时之后才站起来, 却还是和到那里之前一样, 一无所获。 既然在院子里一无所获, 我就进屋去检查那间卧室, 里面血迹很少, 而且模糊不清, 但毫无疑问是新鲜的。 手杖已经被人移动过了, 上面的血迹也很少, 那根手杖的确是麦克法兰的, 他也承认了, 地毯上可以看到他和奥德克的脚印, 但是没有第三者的脚印, 这又让苏格兰场多了一份胜算, 他们的得分再向上加, 我们却原地未动。 我看到过一点点希望, 但目前还证明不了什么, 我检查了保险柜里的东西, 其中大部分早已取出来, 放在了桌子上, 那些字句都封在套封里, 有一两件已经被他们拆开了, 在我看来那都是些, 没有很大价值的东西, 从银行存折上也看不出, 奥德克先生是个多么富有的人, 但是我觉得并非所有的字句都在那里, 有几处提到的一些文件, 可能是更值钱的东西, 但是我找不出来, 当然如果咱们可以证明这一点, 它就能让Listrid的说法自相矛盾, 难道会有人偷走, 明知自己不久就要继承的东西吗? 我检查了其他的地方, 也没有找到线索, 最后不得不在女管家身上碰碰运气, Lexindon Tide是个矮个子, 辅色有黑, 画不多, 有一双多疑的眼睛, 习惯斜着看人, 我相信只要她愿意, 一定能说出一些对我有帮助的信息, 但是她的嘴紧得就像是一个蜡人, 是的, 她在九点半的时候请麦克法兰先生进来, 她很后悔不该让麦克法兰先生进来, 她是十点半去睡的, 她的房间在另一头, 听不见这边发生的事情, 麦克法兰先生把她的帽子, 和一根她相信是麦克法兰先生的手杖的东西, 放在了门厅里, 她是被火警惊醒的, 她那不幸的好主人肯定是被人谋杀的, 她有仇人吗? 谁都有仇人, 不过奥德克先生很少和人往来, 只同找她办事的人见面, 这位女管家看了那些钮扣, 断定是她的主人昨晚穿的衣服上的, 因为一个月没有下雨, 木料堆非常干燥, 所以烧得很快, 她到了柱木场的时候, 除了一片火海, 什么都没有看到, 她和所有的救火队员都闻到了肉烧焦的气味, 她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字句, 也不知道奥德克先生的私事, 看, 我亲爱的华生, 这就是我失败的经过, 但是, 但是, 她突然握紧拳头, 好像恢复了自信, 我知道, 一切都不对, 我的确感到全不对, 还有一些重要的情况, 女管家是知道的, 可是问不出来, 她那种愤怒和反抗的眼神, 只能说明她自知有罪, 不过再多说也没有用了, 除非运气找上门来, 否则这件夏诺德的失踪案, 恐怕不会在咱们的破案记录中出现, 我看有耐心的公众, 只好容忍这一次了, 这个年轻人的外表, 一定会感动任何一个陪审团成员的吧, 我说, 那是个危险的论点, 我亲爱的华生, 你还记得1887年, 那个想要咱们帮她开脱的大谋杀贩, 贝尔特斯蒂芬斯吧, 你见过比她态度更温和, 更像主日学校儿童的年轻人吗? 这倒是真的, 除非咱们能提出一种可信的假设, 否则麦克法兰就算完了, 在这个现在就可以对她提出控告的案子中, 你简直找不到一点破绽, 进一步调查的结果, 反而更增加了立案的理由。 我想起来了, 在那些字句中还有一点奇怪的地方, 也许可以作为再一次调查的起点。 当我翻看银行存折的时候, 发现余额无几, 主要原因是过去一年里有几张大额支票, 开给了一位叫做科尼里亚斯的先生。 我很想知道和这位退休的建筑师有过这样大宗交易的科尼里亚斯先生是个什么人? 也许他和这件案子有关系。 科尼里亚斯先生可能是一个前客, 但我没有找到和这几笔大额付款相符的凭据。 既然现在没有别的线索, 我必须向银行查询这位把支票兑换成现款的绅士, 但是我的朋友我担心这件案子将不光彩地 以Listrate吊死咱们的委托人稿中, 这对苏格兰场无疑是一词重大的胜利。 我不知道那一夜福尔摩斯究竟睡了多久, 但我下楼吃早饭的时候, 只见他脸色苍白, 愁容满面, 发亮的眼睛由于周围的黑眼圈而显得更加明亮。 在他椅子附近的地毯上堆满了烟头和当天的报纸, 有一份电报摊在餐桌上。 你看这是什么意思? 华生, 他把电报扔了过来。 电报是从夏诺乌德来的, 全文如下。 获得重要的新证据, 麦克法兰罪行已定, 奉劝放弃此案, Listrate。 这听起来像是真的, 我说, 这是Listrate自名得意的小胜利。 福尔摩斯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不过放弃这个案子, 也许还不到时候, 归根结底, 任何新的重要证据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他可能不一定朝着Listrate猜想的方向切过去。 先吃早饭吧, 华生, 咱们一起去看看有什么能做的, 今天我觉得好像需要你的陪伴和精神支持。 我的朋友自己却没有吃早饭, 他在比较紧张的时候就不让自己吃东西,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我见过他滥用自己的体力, 直到由于营养不足而昏倒。 我现在分不出精力来消化食物, 他总是以这句话来回答我从医学的角度提出的劝告。 因此这一天他没吃早饭, 就和我一起出发去下诺乌的, 并不使我感到惊奇。 一群好奇的人围在幽谷山庄之外, 这座郊外的别墅和我的想象大致相同, Listrate在里面迎接我们, 胜利是他满面红光得意洋洋。 啊, 福尔摩斯先生, 你已经证明我们错了吧, 你找到了那个流浪汉了吗? 他高声地说着, 我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我的同伴回答说, 可是我们昨天得出的结论, 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 你得承认我们这次走在你前面了, 哈哈, 福尔摩斯先生, 你的神色确实像是发生了不平常的事情。 Listrate大笑了起来, 你也和我们一样不喜欢落在别人后面, 他说, 一个人不能指望事事如意, 对不对华生医生? 先生们, 请到这边来, 我想我能彻底地说服你们并证明, 本案的凶手就是约翰·麦克法兰。 Listrate领着我们走出过道, 来到里面的一间昏暗的门厅。 这是年轻的麦克法兰, 作案之后必定要来取走他帽子的地方。 他说, 现在你们看一下这个。 他突然戏剧性地滑亮了一根火柴, 照出了白灰墙上的一点血迹。 当他把火柴凑进了之后, 我看到的不仅是血迹, 而且是一枚印得很清楚的大拇指指纹。 用你的放大镜看看吧, 福尔摩斯先生。 我正在用放大镜看着呢。 你知道, 任何两个大拇指的指纹都不会是一样的。 我听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那好, 请你把墙上的指纹和我今天早上命令人 从麦克法兰右手大拇指上取来的指纹腊母比一比吧。 Listrida把指纹腊母举到紧挨着血迹的地方。 不用放大镜也能看出, 这的确是由同一个大拇指印出来的。 很显然, 我们不幸地委托人没希望了。 这是决定性的。 Listrida说。 对, 是决定性的。 我不由自主地附和着。 决定性的。 福尔摩斯也说。 但我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不同的感觉, 就转过头来看他。 福尔摩斯的表情起了意外的变化, 脸上阴暗自的窃息而不住地抽动, 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 似乎在极力忍住不笑出声来。 上帝啊, 上帝啊, 他终于说。 谁能想到光看外表是多么不可靠, 这一点不假, 看上去那么好的一个年轻人, 这件事教育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不是, Listrida? 是的, 咱们当中的有些人就是过于自信, 福尔摩斯先生。 Listrida的傲慢真令人生气,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反驳。 那位年轻人从挂钉上取下帽子的时候, 会用右手大拇指在墙上按一下, 这简直是天意, 这是一个多么自然的动作,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福尔摩斯表面上很震惊, 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抑制不住的兴奋是他全身都在颤动。 顺便问一下Listrida, 这个惊人的线索是谁最先发现的呢? 是女管家的辛顿太太告诉叶琴警员的。 叶琴警员当时在哪里? 她留在出事的那间卧室里, 不让任何人动里面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你们昨天没有发现这个血迹呢? 我们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要仔细地检查这间门厅, 再说你看这个地方不太显眼。 对对对, 当然不太显眼, 我想这血迹毫无疑问, 昨天就在墙上吧。 Listrida望着福尔摩斯, 似乎在想这个人是不是疯子。 我承认自己对福尔摩斯那种高兴的样子和奇怪的观点也感到惊奇。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为, 麦克法兰为了增加自己的罪证, 深夜从监狱里跑出来过。 Listrida说, 我可以请世界上任何一位专家来鉴定, 这是不是他的拇指印, 毫无疑问这是他的拇指印, 那就够了。 Listrida说, 福尔摩斯先生, 我是个注重实际的人, 只有找到证据的时候, 我才会下结论。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起居室找到我, 我要在那里写我的报告。 福尔摩斯已经恢复了平静, 但我从他的表情中, 似乎仍然看得出他心里掩饰不住的一丝戏谑。 上帝啊, 这真是一个很糟糕的发现, 是不是华生? 不过这里面有些奇妙之处, 还给咱们的委托人留下了几分希望。 听你这样说, 我真高兴, 我真诚地回答, 刚才我认为他恐怕没有希望了。 我可不会陷入必须说这种话的地步, 亲爱的华生, 事实上在咱们这位朋友极其重视的证据中, 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真的? 什么缺陷? 那就是我确信自己昨天检查门厅的时候墙上并没有血迹。 华生, 现在咱们到有太阳的地方去散散步吧。 我陪着我的朋友在花园里散步, 我的脑子很乱, 心里却因为有了希望而感觉到了温暖。 福尔摩斯把别墅的每一面都按照顺序看了看, 饶有兴趣地检查了一遍, 然后他带头走进屋里, 从地下室到阁楼, 他把整座建筑都看了一遍, 大多数的房间里没有家具和陈寿, 但是他仍然仔细地检查了这些房间。 最后, 我们来到了顶层的走廊上, 那里有三间空闲的卧室, 福尔摩斯突然又高兴起来。 这件案子的确很有特点, 华生, 他说, 我想现在是和咱们的朋友Listrid说真心话的时候了, 他嘲笑过咱们, 也许咱们可以同样回敬他。 如果我对案子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话, 有了, 有了, 我想我知道咱们该采取什么办法了。 福尔摩斯打扰这位苏格兰场警官的时候, 他正在起居室里奋笔疾书。 福尔摩斯说, 我知道你正在写一份关于这件案子的报告。 是的, 你不认为有点为时过早吗? 我总觉得你证据不足。 Listrid很了解福尔摩斯, 绝不会无视他的话。 于是Listrid把笔放下, 好奇地看着我的朋友。 你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先生, 我只是想说有一个重要的证人, 你还没有见到。 你能把他请出来吗? 我想我能。 那就请出来吧, 我尽力而为, 你有几个警员? 能马上召集来的有三个, 好极了。 福尔摩斯说, 他们都是身高体壮, 嗓门很大的吧? 当然是, 不过我不明白他们的嗓门跟着有什么别的关系。 也许我能帮助你弄明白这一点和一两个别的问题。 福尔摩斯说, 请把你的警员叫来, 我要试一试。 过了五分钟, 三名警员已经集合在了大厅里。 福尔摩斯说, 外面的小屋里有一大堆卖街, 请你们搬两捆进来。 我认为这些卖街可以帮助我找到我需要的证人。 谢谢你们。 华生, 我相信你的口袋里有火柴。 现在, Lestrid先生, 请你们一起陪我到顶层楼梯的平台上去。 我已经说过, 那三间空着的卧室外面有一条很宽的走廊。 福尔摩斯把我们都集合在走廊的一头。 三名警员在咧着嘴笑, Lestrid望着我的朋友, 脸上交替地流露出惊奇, 期待和嘲弄。 福尔摩斯站在我们面前, 像是个在变戏法的魔术师。 请你派一位警员去提两桶水来好吗? 把两捆麦接放在这里, 不要靠着墙, 现在我想, 一切都准备好了。 Lestrid的脸已经开始变红, 他生气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在跟我们开玩笑,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他说, 如果你知道些什么, 你完全可以说出来, 用不着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 我的Hallestrid, 我向你保证, 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理由的。 你可能记得几小时前, 当你似乎站了上风的时候, 你跟我开了点玩笑, 那么现在你就不要阻止我讲点排场。 华生, 你先打开窗户, 然后划根火柴, 把麦接点着, 可以吗? 我照着他的话做了, 烧着了的干麦接琵琶作响, 冒出了火焰, 一股白烟被川塘风吹得在走廊里, 缭绕不止。 现在咱们看看能不能把那个证人给你找出来。 Lestrid, 请各位跟我一起喊, 着火了, 好吗? 来吧, 一二三。 着火了! 我们提声高喊, 谢谢, 请再来一次。 着火了! 先生们还要再来一次, 一起喊, 着火了! 这一声, 大概全下诺诺的都听到了。 喊声刚落, 就发生了惊人的事情, 走廊尽头那里看起来是完整的墙上, 突然打开了一扇门, 一个矮小, 干瘦的人从里面冲了出来, 活像是一只兔子跳出了他的地洞似的。 好极了, 福尔摩斯冷静地说, 华生往麦街上浇一桶水, 这就行了。 Lestrid, 请允许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那位失了宗的重要证人, 约约斯奥德克先生。 Lestrid大吃一惊地望着这个陌生人, 走廊的亮光晃得后者不停地眨眼, 他看了看我们, 又看了看仍在冒烟的火堆, 那是一张可憎的脸, 狡诈, 邪恶, 凶狠, 还有两只多疑的浅灰色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 Lestrid终于说话了。 这段时间你都在干什么? 奥德克看到这个侦探发怒的样子, 害怕了, 不自然地笑了一声。 我又没有伤害任何人。 你没有伤害任何人吗? 你是在想方设法送一位无辜者上脚架? 如果不是这位先生的话, 说不定你就得逞了。 这个恶棍开始抽气起来。 说真的, 先生, 我只是开了个玩笑。 啊, 这是玩笑? 我向你保证你是笑不出来的。 把他带下去, 关在起居室里等我来。 三名警员把奥德克带走之后, Lestrid接着说, 福尔摩斯先生, 刚才在警员面前我不辩说, 但是在华生医生面前我不怕承认。 这是你做的最出色的一件事了, 虽然我想不出你是怎么做的, 你挽救了一个无辜者的生命, 并且避免了一场会毁掉我在警戒生育的丑闻。 福尔摩斯微笑着拍了拍Lestrid的肩膀, 我的好先生不但无损于你的声誉, 反而会让你声名大振呢。 只要把你的报告稍加改动, 他们就会发现, 想蒙骗Lestrid警官的眼睛是多么困难。 那你不希望报告中出现你的名字? 一点也不, 工作本身就是对我的奖赏, 等将来我允许这位热心的历史学家再次拿起笔的时候, 或许我也会受到一点称赞, 是不是华生? 很好, 现在让咱们来看看这只耗子躲藏的地方。 离这条走廊的尽头六英尺的地方, 用抹过灰的板条隔出来了一个小间, 隔墙上巧妙地安装了一扇暗门, 这个隔间里全靠屋檐缩隙中透过来的一点光照明, 里面只有几件家具还准备了食物和水, 同一些书、报纸放在一起, 在我们向外走的时候, 福尔摩斯说, 这就是建筑师的方便之处, 他能为自己准备一间密室而不需要任何帮手, 当然, 那个女管家除外, 我应该马上把他也放进你的猎囊。 我接受你的意见,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福尔摩斯先生, 我首先断定他就藏在屋子里, 当我第一次走过这条走廊的时候, 发现他比楼下那条同样的走廊短了六英尺, 这样一来, 他藏身的地方就非常清楚了, 我也料到他没有勇气在火井面前无动于衷, 当然, 我们也可以进去把他抓住, 但是我觉得逼他出来更有趣。 再说, Listrid上午你戏弄了我, 也该我戏弄你一下作为回敬了。 先生, 你的确报复了我, 但是你究竟是怎么知道他是藏在屋子里的呢? 那个拇指印, Listrid, 你当时说它是决定性的, 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 它的确是决定性的。 我知道前一天那里并没有这个指印, 你也许知道我非常注意细节, 那天我检查过大厅, 墙上的确什么都没有, 因此指印是后来在夜里按上去的。 但是怎么按上去的呢? 很简单, 那天晚上, 当他们把分成小包的字句用火器封口的时候, Venas-Odick让麦克法兰用大拇指 在其中一个套锋的热火器上按一下, 使他瞻牢。 这个年轻人很快, 而且很自然地这样做了, 我相信连他自己也忘了这件事, 这很可能是碰巧发生的。 奥特克本人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利用它, 后来他在密室里盘算这个案子的时候, 忽然想到可以利用这个指印制造一个麦克法兰有罪的确证。 他只需要从那个火器印上取一个蜡膜, 用针刺出足够的血涂在上面, 然后在夜里自己或者叫女管家把它按到墙上就可以了, 这是最简单的事情。 如果把它带进密室的那些文件检查一遍, 我可以打赌, 你一定能找到那个有指纹的火器印。 妙极了, 雷斯吹地说, 妙极了, 听你这么一说, 一切都清清楚楚了, 但是福尔摩斯先生, 这个大骗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看到这位态度傲慢的侦探, 忽然变得像一个跟老师请教问题的孩子一样, 觉得非常有趣。 福尔摩斯回答说, 这个我认为不难解释, 待在楼下的这位绅士是一个非常狡猾恶毒而且记仇的人, 你知道麦克法兰的母亲曾经拒绝过她的求婚吗? 你不知道, 我早就对你说过, 应该先去布莱克西斯, 然后再去夏诺乌德。 这种感情上的伤害, 在她罪恶狡诈的心里产生了怨恨, 她终生都渴望报复,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最近一两年里, 情况变得对她不利了, 大概是暗中从事投机生意失败, 她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妙, 她决心要欺骗她的债主。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她给某个科尼利亚斯先生开出了大额支票, 我猜这个人就是她自己, 只是用了另外一个名字, 我还没有追查这些支票, 但是我相信, 这些支票全都用那个名字存进了外地的一个小镇银行。 奥特克时常去那个小镇银一种双宠人格的生活, 她打算将来改名换姓, 把这笔钱取出来, 然后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一切。 嗯, 完全可能。 她会意识到, 假如她能做出自己被旧情人的独子谋杀了的假象, 就可以在销声匿迹的同时完成对旧情人的报复。 这个恶毒的计谋真是杰作, 而且她像个大师一样地把她实现了。 为了造成一个明显的犯罪动机而写下的那张遗嘱, 让麦克弗兰瞒着父母私下来见她, 故意藏起手杖, 卧室里的血迹, 木料堆中的动物尸骨和钮扣, 这一切都令人惊叹。 她布下的这张网, 在几小时前看来仍然坚不可摧, 但是她缺少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 懂得在什么时候适可而止的天赋, 她话舌天足, 想把已经套在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脖子上的绳索 拉得更紧一些, 结果把一切都毁了。 我们下楼去吧, Listrid, 我还有一两个问题要问问她。 那个恶棍, 坐在自己的起居室里, 两边各站着一名警察。 我的好先生, 那只是一个玩笑, 一个恶作剧, 没有别的用意。 她不停地哀叫着, 我向你保证先生, 我藏起来只是为了看看我的师祖能产生多大影响, 我相信您不至于认为我会让年轻的麦克法兰先生受到任何伤害吧。 那要由陪审团来决定。 Listrid说, 不管怎样, 即使不是谋杀未遂, 我们也要控告你阴谋陷害。 你大概很快就会看到你的债主要求银行冻结克尼利亚斯先生的存款。 福尔摩斯补充着, 奥德克吃了一惊, 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看着我的朋友。 他说, 我得多谢你, 也许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恩惠。 福尔摩斯毫不在意地微笑了一下, 我想在今后几年里你不会有时间干别的了。 他回答, 顺便问一下除了你的裤子之外, 你还把什么东西扔进了木料堆, 一条死狗, 几只兔子或者是别的东西。 你不愿意说出来, 天哪, 你真不友好。 没关系, 我想只要两只兔子就足够解释那些血迹和烧黑了的骨灰了。 华生, 如果你想写一篇故事的话, 就不妨说那是兔子吧。 福尔摩斯已经默默地坐了好几个小时, 他弯着瘦长的身子, 低头盯着面前的一只化学试管, 试管里正在制造一种奇臭无比的化合物, 他的头垂在胸前, 从我这里望去就像是一只瘦长的怪鸟, 全身披着深灰色的羽毛, 头上的羽冠却是黑色的。 忽然他开口说, 华生, 你不打算在南非投资了, 是不是? 我大吃一惊, 虽然我已经习惯了福尔摩斯的各种奇特本领, 但他突然这样道破我的心事, 仍然令我无法理解。 你怎么会知道? 我问了。 他在圆凳上转过身来, 手里拿着那只冒气的试管, 从他深陷的眼睛里, 微微露出了一丝顽皮的目光。 现在, 华生, 你承认自己很吃惊。 他说, 我的确很吃惊。 我应该让你把这句话写下来, 签上自己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五分钟之后你又会说, 这太简单了。 我一定不说。 我亲爱的华生, 你要知道。 福尔摩斯把试管放回架子上, 用教授对班上学生讲课的口气说, 做出一串推理, 是其中的每个推理都简单易懂, 并且都基于他前面的那个推理, 这实际上并不难。 然后只要把中间的推理全部去掉, 只对你的听众宣布起点和结论, 就可以得到惊人的, 也可能是虚夸的效果。 所以我看到你左手的虎口就认为有把握确定, 你不打算把自己的一小笔资金投到金矿中去, 这真的并不难。 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看起来没有, 但是我马上可以告诉你其中密切的关系, 这根非常简单的链条中缺少的环节是, 第一, 昨晚你从俱乐部回来, 左手虎口上有白饿粉, 第二, 只有在打台球的时候, 为了稳定球杆, 你才在虎口上抹白饿粉。 第三, 没有瑟斯顿做伴, 你从不打台球。 第四, 你在四个星期前告诉过我, 瑟斯顿有购买某项南非产业的特权, 再过一个月就到期了, 他很想请你跟他合伙投资。 第五, 你的支票不锁在我的抽屉里, 你一直没有向我要个钥匙。 第六, 你不打算把钱投在南非了。 这太简单了。 我叫了起来, 正是这样。 福尔摩斯有点不高兴地说, 每个问题, 只要向你解释清楚, 就会变得很简单。 这里有个还不清楚的问题, 你看看怎么才能解释它, 我的朋友。 福尔摩斯把一张纸条扔在桌子上, 又开始做自己的化学分析。 我看到纸条上画着一些荒诞无稽的符号, 十分差异。 呃, 福尔摩斯, 这是一张小孩的画啊。 啊, 那是你的想法。 难道会是别的吗? 这正是, 希尔顿·丘比特先生急于弄清楚的问题。 他住在诺福克郡的马场村庄园, 今天早班邮车送来了这个小谜题, 而他本人准备乘第二班火车来。 门铃响了, 华生, 如果来的人就是他, 我不会感到意外。 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接着走进来一个身材高大, 体格健壮, 脸刮得很干净的绅士。 明亮的眼睛和红润的面颊, 说明他生活在一个远离贝壳街浓雾的地方。 他进来的时候, 似乎带着少许东海岸浓郁新鲜凉爽的空气。 他和我们握过手, 正要坐下来的时候, 目光落在了那张画着奇怪符号的纸条上。 我刚刚仔细看过之后, 把这张纸条放在了桌子上。 刚来的这位绅士大声地问道, 福尔摩斯先生, 你怎么解释这个呢? 他们告诉我, 你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看再也没有比他更离奇古怪的了。 我先把这张纸条寄来, 就是为了让你在我来之前有时间研究它。 的确是一件很难看懂的作品。 福尔摩斯回答, 乍看之下就像小孩子的游戏, 这张纸上横着画了一些奇形怪状的跳舞小人。 你怎么会如此在意这样一张怪异的画呢? 我不在意, 福尔摩斯先生, 可是我的妻子非常在意, 这张画差点把他吓死, 他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 他很害怕。 这就是我要把这件事情彻底弄清楚的原因。 福尔摩斯把纸条举了起来, 让阳光照着他, 那是从记事本上撕下来的一页, 上面用铅笔画了一些跳舞的小人。 福尔摩斯仔细地看了一会儿,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叠起来, 放进自己的皮夹里。 这可能成为一件最有趣, 最不寻常的案子。 他说, 谢尔顿丘比特先生, 你在信上对我说了一些细节, 但是我想请你再对我的朋友华生一声讲一遍。 我不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这位客人大而有力地双手, 神精致地一会儿紧握, 一会儿放开。 如果有什么地方讲得不清楚, 您尽管问我好了, 我得从去年我结婚前后开始讲起。 我想先说一下, 虽然我不是个有钱人, 但是我们这一家在马场村 住了大约有五百年了, 努福克郡没有哪个家族比我们更著名。 去年, 我在伦敦参加周年庆典, 住在罗素广场的一家公寓里, 因为我们教区的帕克牧师 也住在这家公寓, 在这儿还住着一位年轻的美国小姐 姓Patrick, Eirce Patrick, 于是我们就成了朋友。 还没有等到在伦敦住满一个月, 我已经爱他爱到极点了。 我们悄悄地在登记处结了婚, 然后作为夫妇回到了诺福克。 福尔摩斯先生, 也许你会觉得一个名门子弟 以这种方式娶一个身世不明的妻子 简直是疯了, 但是如果您见过他, 认识他的话, 您就能理解了。 当时他在这一点上很坦率, 艾尔西的确是一个坦率的人, 我不能说他没有给过我改变主意的机会,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改变。 他对我说, 在我的生活中曾经和一些可恨的人来往过, 现在只想把他们都忘掉, 我不愿意再提起过去, 因为这会使我痛苦。 谢尔顿, 如果你娶我的话, 你将娶到一个 不会因为自己做过的任何事而羞愧的女人, 但是你必须信任我, 并允许我对在嫁给你之前的一切经历保持沉默, 如果这个条件太苛刻的话, 那就请你回到诺福克去, 让我继续孤单的生活吧。 就在我们结婚的前一天, 他对我说了这些话, 我告诉他, 我愿意答应他的条件并娶他, 我也一直遵守着自己的诺言。 就这样, 我们结婚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一直都很幸福, 可是大约一个月以前, 就在六月底, 我第一次发现了烦恼的征兆, 那天我的妻子接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 我看到上面贴了美国邮票, 她的脸变得死一般的苍白, 把信读完就扔进火里烧掉了, 后来她没有提这件事, 我也没提, 因为我必须遵守诺言。 从那时起, 她就没有过片刻的安宁, 脸上总是带着恐惧的表情, 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但是在她主动开口之前, 我什么都不能说, 请注意一点, 福尔摩斯先生, 她是一个忠诚的女人, 无论她在过去的生活中, 有过什么不幸的事, 那都不是她的过错。 我不过是一个诺福国的普通乡身, 但是在英国没有其他的家族声望, 能高过我们, 她非常明白这一点, 而且在没有跟我结婚之前就很清楚, 她绝不愿意为我家族的声誉, 带来任何的污点, 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好, 那么现在我来谈一谈这件事, 蹊跷的地方, 大约一个星期以前, 也就是上星期二, 我在一个窗台上, 发现了一些滑稽的跳舞小人, 和那张纸上的一模一样, 是用粉笔画的, 我以为是小马官画的, 但是他发誓说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不管怎样, 那些滑稽小人是在夜里画上去的, 我把他们刷掉了, 后来才对妻子提到这件事, 令我惊讶的是, 她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严重, 并要求我说如果再看到这样的话, 一定要让她看一看, 之后的一星期, 什么都没有出现, 直到昨天早晨, 我在花园日轨仪上发现了这张纸条, 我拿给艾尔西一看, 她立刻就昏倒了, 之后, 她就像是在梦游时的神情, 欢呼, 眼睛里一直充满了恐惧, 就在那个时候, 福尔摩斯先生, 我写了这封信, 连同纸条一起寄给你, 我不能把这张纸条交给警察, 因为他们一定会取笑我, 但是你会告诉我, 应该怎么办, 我并不富有, 但是如果我的妻子有什么危险, 我愿意倾家荡产, 来保护他, 这是个在英国本土长大的漂亮男子, 纯朴, 正直, 文雅, 有一双诚实的蓝色眼睛和一张清秀的脸, 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对妻子的钟爱和信任, 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完这段经历之后, 坐着沉思了一会儿, 丘比特先生, 他终于说, 你不认为最好的办法, 还是直接请你的妻子把他的秘密说出来吗? 希尔顿丘比特摇了摇头, 诺言就是诺言, 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二喜愿意告诉我, 他一定会告诉我的, 如果他不愿意, 我不会强迫他说出来, 不过我可以自己想办法, 我一定得想办法。 那么我很乐意帮助您, 首先你有没有听说家里来过陌生人? 没有, 我猜你住的那一带是一个很平静的地方, 任何陌生面孔的出现都会引起注意, 对吗? 在附近的地方是这样的, 不过有几个印牲口的地方离我们不远, 那里的农民经常留外人住宿, 这些难懂的符号显然有着自己的含义, 如果是随意化的, 咱们多半解释不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 假如它是有系统的, 我相信咱们能够把它彻底弄清楚, 现在仅有这一章还太简短, 我无从着手, 你提供的这些情况又太模糊, 不能作为调查的基础。 我建议你先回诺夫克去, 并留心观察, 把可能出现的任何新的跳舞小人, 照原样临摹下来, 非常可惜, 最开始那些用粉笔画在窗台上的跳舞小人, 咱们没有临摹下来, 你还要细心地打听一下附近来过什么陌生人, 等你收集到新的证据之后, 就再来这里, 这就是我现在能给你的建议, 如果有什么紧急的新发现, 我可以随时赶到诺夫克你的家里去。 这一次的谈话, 使福尔摩斯变得异常沉默, 一连几天, 我几次见他从笔记本里取出那张纸, 认真地研究上面画的那些古怪符号, 可是他绝口不提这件事, 直到差不多两周之后, 有一天下午我正要出去, 他把我叫住了, 华生, 你最好别走。 怎么了? 因为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 希尔顿丘比特的电报, 你还记得他和那些跳舞小人吧? 他应该在一点二十分抵达利物浦街, 随时可能来这里。 我从他的电报中推测, 已经出现了很重要的新情况。 我们没等多久, 这位诺夫克的绅士就坐着马车, 从车站直接赶来了。 他看上去既焦急又沮丧, 目光疲惫不堪, 额头上布满了皱纹。 这事真让我受不了了, 福尔摩斯先生, 他就像个精疲力竭的人, 一屁股跌进椅子里, 一个人感觉, 无形中被别人包围, 又不清楚是谁在策划阴谋, 这就够糟了。 而他又看到, 这件事情正在一点一点地 折磨自己的妻子, 那简直不是血肉之躯所能忍受的。 他被这件事情折磨得消瘦了许多, 我亲眼看到了他身体的变化。 那么, 他说了什么没有? 没有福尔摩斯先生, 他还没有说, 不过有好几次, 这个可怜的女孩想要说什么, 又鼓不起勇气来开这个头, 我也试着帮助他, 但是也许做得很糟, 反而吓得他不敢说了。 他提到过我的古老家族, 我的家族在全郡的名望 和引以为自豪的清白声誉, 这时候我总以为 他就要说到关键之处了, 但是不知怎么的, 话总是还没有讲到那儿, 就岔开了。 您自己有所发现吗? 发现了很多福尔摩斯先生, 我给你带来了几张新的画, 更重要的是, 我看到了那个家伙, 是画这些符号的人吗? 是的, 我看见他正在画, 还是一切都按照顺序跟您说吧。 上次我来拜访你之后, 回到家的第二天早上, 第一眼看到的东西, 就是一行新的跳舞小人, 是用粉笔画在工具房门上的, 这间工具房紧挨着草坪, 正对着前窗, 我临摹了一张, 就是这个。 他打开了一张折叠着的纸, 把这张纸放在桌子上, 纸上画着他临摹下来的一串符号, 那也是一连串, 用各种动作跳着舞的奇怪小人。 好极了, 福尔摩斯说, 好极了, 请接着说吧。 临摹完了, 我就把这些记号擦掉了, 但是第三天早上又出现了新的, 这张也是我临摹下来的。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 高兴地轻声笑了出来, 咱们的材料积累得很快啊, 三天之后, 我又在日轨仪上找到了一张压在鹅卵石下的纸条, 上面潦草地画了一行小人, 和上一次的完全一样。 从那以后, 我决定在夜里守卫, 我取出了自己的左轮, 坐在书房里, 因为从那里可以望到草坪和花园。 大约在凌晨两点的时候, 我听到后面有脚步声, 原来是我妻子穿着睡衣走了过来, 他要求我去睡觉, 我就对他明说, 我要看看是谁在这样捉弄我们。 他说这是毫无意义的恶作剧, 让我不要去理他。 还说, 希尔顿如果你真生气的话, 咱们可以出去旅行, 躲开这讨厌的人。 我说什么? 让一个恶作剧的家伙 把咱们从家里赶走? 他说, 去睡吧, 咱们白天再商量。 他正说着, 在月光下, 我看到他的脸突然变得惨白, 他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肩膀。 接着, 我就发现在对面工具房的阴影里, 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偷偷地绕过墙角, 走到工具房门前蹲了下来。 我抓起手枪正要冲出去, 我的妻子使劲地抱住了我, 我用尽力气想挣脱, 他却拼命地抱住我不放手。 最后, 我挣脱了, 当我打开门, 跑到工具房前的时候, 那家伙已经不见了。 但是, 他在门上又留下了一行跳舞的小人, 排列跟前两次完全相同, 也就是我临摹在纸上的那个。 我搜遍了院子各处, 也没有见到那个家伙的踪影。 更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走开, 因为我在检查那扇门的时候, 除了已经看到过的那行小人之外, 又发现了几个新画的。 您有那些新画的小人吗? 有, 只有几个小人, 我也照样临摹下来了, 就是这一张。 这一张上只有五个跳着舞的小人。 请告诉我, 福尔摩斯说, 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非常激动, 他们是画在上一行的下面, 还是完全分开的, 是画在另一块门板上的。 好极了, 这一点对咱们的研究来说最关键。 我觉得很有希望了, 希尔顿·丘比特先生, 请继续讲你这一段最有趣的经历吧。 看完了丘比特先生带来的 他最新临摹的小人之后, 福尔摩斯说, 请告诉我, 这些小人是画在上一行的下面, 还是完全分开的? 呃, 是画在另一块门板上的。 好极了, 这一点对咱们的研究来说最关键, 我觉得很有希望了。 希尔顿先生, 请继续讲你这一段最有趣的经历吧。 没有什么要讲的了, 福尔摩斯先生, 那天夜里, 我对妻子很生气, 因为正当我有可能抓住那个偷偷溜进来的恶棍的时候, 他却把我给拉住了, 他说怕我会遭遇不幸。 有一瞬间, 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也许他担心的是那个人。 我已经怀疑他知道那个人的身份, 并且懂得那些古怪的符号是什么意思。 但是福尔摩斯先生, 他的声音, 他的眼神都不容置疑, 我相信我妻子心里想的的确是我的安全, 这就是全部情况, 现在我需要你指点我应该怎么办, 我想让五六个农场的小伙子埋伏在灌木丛里, 如果那个家伙再来就狠狠地揍他一顿, 以后他就不敢再来打扰我们了。 这个人非常狡猾, 恐怕不是这种简单办法可以对付的。 福尔摩斯说, 你能在伦敦待多久, 我今天必须回去, 我不放心让妻子整夜一个人待在家里, 他的神经很紧张, 也要求我一定要回去, 也许你是对的。 不过你能待一两天的话, 说不定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 你先把这些纸条留给我, 我可能不久就会去拜访你, 帮你解开这个谜题。 在我们这位客人离开之前, 福尔摩斯始终保持着职业性的冷静, 但是我很了解他, 能很容易地看出来他心里十分激动。 谢尔顿丘比特的宽阔背影刚从门口消失, 我的伙伴就急急忙忙地跑到桌边, 把所有的纸条都摆在自己面前, 开始进行细致复杂的分析。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 我看着他一张一张地来回调换, 画着小人和写有字母的纸条, 他全神贯注在这项工作上, 完全忘记了我在旁边。 他干得顺利的时候, 就一会儿吹哨, 一会儿又唱起歌来, 有时候被难住了, 就好一阵子皱起眉头, 双眼呆呆地望着远方。 最后他满意地叫了一声, 从椅子上跳起来,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不停地搓着双手。 后来他在电报纸上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 华生, 如果回电中有我希望的答复, 你就可以在自己的记录中, 填上一件非常有趣的案子了。 他说, 我希望明天咱们就能去诺福克, 为咱们的朋友带去一些明确的消息, 好让他知道令自己烦恼的原因。 说实话, 我当时非常想问个究竟, 但是我知道, 福尔摩斯喜欢在自己认为时机恰当的时候, 以自己的方式来谈自己的发现。 所以我等待着, 等着那个他觉得适合向我说明一切的时机。 可是回电迟迟未到, 我们耐着性子等了两天, 在这两天里, 只要门铃一响, 福尔摩斯就竖起耳朵。 第二天晚上, 我们收到一封希尔顿丘比特的信, 说他家里平静无视, 只是在那天清晨又看到一长串跳舞小人画在日轨仪上, 他临摹了一张附在信里。 福尔摩斯趴在桌子上, 对着这幅怪异的图案看了几分钟, 接着突然站了起来, 发出了一声惊异而沮丧的喊叫, 他的脸上写满了焦虑。 咱们让这件事发展得太远了。 他说, 今天晚上有去北沃沙漠的火车吗? 我翻出火车时刻表, 末班车刚刚开走。 那么明天咱们提前吃早饭, 坐头班车去。 福尔摩斯说, 现在咱们非出面不可了, 咱们盼着的电报来了, 等一等霍德森太太也许要拍封回电, 不必了, 完全不出我所料。 看过这封电报之后, 咱们更要赶快让希尔顿丘比特知道目前的情况, 多耽误一小时都非常危险, 因为这位诺夫克的糊涂绅士已经被一张奇怪而危险的网造住了。 事实证明情况的确如此。 现在就在即将结束这个当时看来幼稚可笑而又稀奇古怪的故事的时候, 我心里又充满了当时的惊恶和恐惧。 虽然我很想给读者一个多少带点希望的尾声, 但作为真相的记录, 我必须把这一连串的奇怪事件照实讲下去, 直到它的不幸结局。 这一结局使得马场村庄园一度成了全英国尽人皆知的名词。 我们在北沃尔沙姆下车, 刚一提我们的目的地, 站长就急忙朝我们走了过来。 哦,你们两位是从伦敦来的侦探吧。 福尔摩斯的脸上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您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诺尔奇的马丁警长刚刚经过这儿, 不过你们也有可能是外科医生, 他还没有死, 至少最后的消息是这么说的, 你们也许能救他, 但那也只不过是让他活着上侥刑架罢了。 福尔摩斯脸色阴沉, 焦急万分。 我们要去马场村庄园, 他说, 不过还没有听说那里出了什么事。 可怕极了, 站长说, 谢尔顿丘比特和他的妻子都被枪打了, 他先开枪打丈夫, 然后又打自己。 这是他们家的仆人说的, 男的已经死了, 女的也没有多大希望了。 哦, 他们原本是诺福克郡最古老, 最体面的一家呀。 福尔摩斯什么都没说, 赶紧上了一辆马车, 在这长达七英里的旅途中, 他都没有开口, 我很少见他如此沮丧。 我们从伦敦来的一路上, 他都心神不安。 在他仔细地逐页翻着各种早报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 他是那样的忧心忡忡。 现在, 他所担心的最坏情况, 突然变成了现实, 令他感到一种茫然的忧郁。 他靠在座位上陷入悲伤的沉思, 这一带本有许多令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因为我们正在穿过一个, 在英国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乡村, 少数散落的农舍, 说明现在居住在这一带的人已经不多了。 四周可以看到巨大的方塔形教堂, 处立在一片平坦翠绿的景色之中, 述说着往日东安格利亚王国的繁荣兴盛, 一片紫罗蓝色的日尔曼海出现在诺福克青葱的岸边。 马车夫用鞭子指着从小树林中露出来的老式砖木结构的山墙说, 那儿就是马场村庄园。 马车刚刚驶到带圆柱门廊的大门前, 我就看到了前面网球场边的那间, 引起过我们种种奇怪联想的黑色工具房和那座日轨仪。 一位身材短小金汉,动作敏捷, 留着胡须的人刚刚从一辆马车上走下来, 他自称是诺福克警察局的马丁警长。 当听到我同伴的名字的时候, 他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 哦,福尔摩斯先生, 这件案子是今天凌晨三点发生的, 您在伦敦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而且跟我几乎同时赶到了现场? 我已经预料到了这件事, 我来这里是为了阻止它的发生。 那您一定掌握了重要的证据。 在这方面我们一无所知, 因为据说他们是一对最恩爱的夫妇, 我只有一些跳舞小人作为物证。 福尔摩斯说, 以后我再向你解释, 现在既然无法避免这场悲剧, 我非常希望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来伸张正义。 你是愿意让我参与你的调查工作呢? 还是希望我单独行动? 如果真的能和你一起工作的话, 我会感到很荣幸的。 警长真诚地说, 这样的话, 我希望马上听取证词, 进行检查, 一刻也不要耽搁。 马甸警长真是一位聪明人, 他让我的朋友自由行动, 自己则满足于把结果仔细记录下来。 本地的外科医生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 他刚从楼上丘比特太太的卧室下来, 报告说, 丘比特太太的伤势很严重, 但未必致命。 子弹是从他的前额打进去的, 多半要过一段时间, 他才能恢复知觉。 至于他是被别人打伤的, 还是自伤的问题, 医生不敢冒昧发表明确的意见。 这一枪, 肯定是从离他很近的地方打的, 在房间里只发现了一把手枪, 里面的子弹也只打了两发。 谢尔顿丘比特先生的心脏被子弹打穿, 可以假设他先开枪打自己的妻子, 也可以假设他的妻子, 是凶手, 因为那只左轮就掉在他们中间的地板上。 有没有搬动过尸体? 呃, 没有, 只把他的妻子抬出去了, 我们不能让他伤成那样, 还躺在地板上。 医生, 你到这里多久了? 呃, 从四点钟一直到现在, 还有别人吗? 呃, 有, 就是这位警长, 你什么都没有碰吧? 啊, 没有, 你考虑得很周全, 是谁把你叫来的? 是这家的女仿佛桑德斯, 是她发现的, 呃, 她和厨师金太太两个人, 现在他们在哪儿? 我想他们应该在厨房里, 我看咱们最好马上听听他们怎么说。 这座有橡木墙板和高窗户的古老大厅变成了调查厅, 福尔摩斯坐在一把老式的大椅子上, 面色憔悴, 但他那双坚定的眼睛却依然在闪闪发光, 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坚定不移的决心, 他一定会用尽全部的力量来追查这件案子, 直到为他没能搭救的委托人报仇。 坐在大厅中的这个奇怪组合里, 还包括衣着整齐的马定警长, 白发苍苍的乡村医生, 我和一个呆头呆脑的本村警察。 这两个女人讲得十分清楚, 一声爆炸, 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了, 接着又响了一声, 他们睡在两个相连的房间里, 金太太跑到桑德斯的房间里, 他们一起下了楼, 书房的门是敞开的, 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 主人脸朝下趴在书房中间的地上, 已经死了, 他的妻子蜷缩在靠近窗户的地方, 脑袋靠在墙上, 他伤得非常重, 满脸是血,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走廊和书房里都是烟和火药味, 窗户是关着的, 而且从里面插上了, 这一点两个女人都很肯定, 他们马上叫人去找医生和警察, 然后在马夫和小马官的帮助下, 把受伤的女主人抬回了她的卧室。 出事前, 夫妇俩人已经就寝了, 女主人穿着长裙, 男主人在睡衣的外面套着便袍, 书房里的东西都没有动过, 据仆人们所知, 夫妇俩从来没有吵过架, 他们一直把这夫妇俩看作非常恩爱的一对, 这些就是他们证词的要点。 在回答马定警长的问题时, 他们肯定地说所有的门都从里面拴好了, 谁也跑不出去。 在回答福尔摩斯的问题时, 他们都说刚从顶楼他们的屋子里跑出来, 就闻到了火药的气味。 福尔摩斯对马定警长说, 请注意这个事实, 现在我想咱们可以开始彻底检查那间屋子了。 书房很小, 三面靠墙都是书, 书桌对着一扇朝花园开的窗户。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位不幸绅士的遗体, 他那魁梧的身躯四肢瘫开, 横躺在屋子里。 子弹是从正面射入的, 穿过心脏之后就留在了身体里, 所以他在一瞬间就死了, 没有痛苦。 他的便袍上和手上都没有火药痕迹。 据这位乡村医生说, 女主人的脸上有火药痕迹, 但是手上没有。 没有火药痕迹并不能说明什么, 虽然如果有的话, 就可以说明一切。 福尔摩斯说, 除非是很不合适的子弹, 里面的火药会朝后面喷出来, 否则打多少枪都不会留下痕迹的。 我建议现在把丘比特先生的遗体搬走, 医生, 我想你还没有取出打伤女主人的那颗子弹吧。 呃, 那需要做一次复杂的手术才能取得出来。 那只左轮手枪里还有四发子弹, 另外两发已经造成了两处伤口, 所以六发子弹都有了下路。 似乎是这样, 福尔摩斯说, 那或许你还能解释一下, 打在窗角的那颗子弹。 福尔摩斯突然转过去, 用细长的指头指着靠近窗框底边一英寸的一个小窟窿。 我的上帝呀! 警长大声地说, 您是怎么发现的? 因为我正在找他。 呃, 惊人地发现。 江村医生说, 你是完全正确的先生, 也就是说当时一共放了三枪, 所以一定有第三者在场。 但这会是谁呢? 他又是怎么跑掉的呢? 这正是咱们要解答的问题。 福尔摩斯说, 马丁警长, 你记得当时两个女仆谈起他们一出房门, 就闻到火药味的时候, 我说过这一点极为重要, 对不对? 呃, 是的, 先生, 但是坦白地说,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开枪的时候, 门窗都是敞开的, 否则火药的烟不会那么快, 就吹到楼上去, 当时的书房里一定有通风口, 尽管敞开的时间很短。 您如何证明这一点呢? 因为那只蜡烛并没有被风吹的, 躺下蜡烛游来。 妙极了! 警长大声地说, 这真是妙极了! 确定了这场悲剧发生的时候, 窗户是敞开的这一点, 我就设想到可能有一个第三者, 他站在窗外向屋里开了一枪, 这时候如果从屋子里对准窗外的人开枪, 就可能打中窗框。 我找了一下, 果然那里有一个弹孔。 但是, 这窗户是怎么关上的呢? 女主人出于本能的第一个动作, 当然是关上窗户。 哦, 这是什么? 那是一个香淫边的鳄鱼皮女用手提包, 小巧精致, 就放在桌子上。 福尔摩斯打开它, 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 包里只装了一卷英格兰银行的钞票, 五十磅一张, 一共二十张, 用橡皮筋捆在一起, 没有别的东西。 这个手提包必须妥善保管, 它还要出庭作证呢。 福尔摩斯边说边把手提包和钞票交给警长, 现在咱们必须想办法弄清这第三颗子弹。 从木头的碎片来看, 这颗子弹分明是从屋子里面打出去的。 我想再问一问出是金太太, 金太太您说, 您是被一声非常响的爆炸声惊醒的,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在您听起来, 它比第二声更响? 先生, 怎么说呢? 我是从睡梦中惊醒的, 所以很难分清, 不过当时听起来的确很响。 您觉不觉得那可能是差不多同时放两枪的声音呢? 这我可说不准, 先生, 我认为那的确是放两枪的声音。 警长, 我看这里没什么需要研究的了,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的话, 咱们到花园里去看看, 有没有新的证据。 外面有一座花坛延伸到书房的窗前, 当我们走进花坛的时候, 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了起来, 花坛里的花被踩倒了, 潮湿的泥土上都是脚印, 那是男人的大脚印, 脚趾特别细长。 福尔摩斯就像猎犬寻找被击中的鸟一样, 在草丛和地上的树叶里仔细地搜索。 突然, 他兴奋地叫了一声, 并弯腰捡起了一个铜质的小圆筒。 不出所料, 他说, 这只左轮有退壳器, 它就是第三枪的弹壳, 马丁警长, 我认为咱们的案子差不多办完了。 这位乡村警长的表情显示出, 他对福尔摩斯如此迅速巧妙的侦查方式万分惊讶, 起初他还流露过一点谈谈自己主张的意思, 现在却只剩下了钦佩, 毫无疑问地听从福尔摩斯的意见。 他问, 您认为是谁开的枪呢? 这个一会儿再谈, 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点我还无法向你解释。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我最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调查, 然后把这件事情一次说个清楚。 您愿意怎么做都可以, 福尔摩斯先生, 只要我们能抓到凶手就行。 我完全不想故弄玄虚, 但在正要行动的时候不能做冗长复杂的解释, 我已经有了全部线索, 即使女主人再也不能恢复知觉, 咱们依然可以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一一推测出来, 并保证使凶手受到法律的制裁。 首先我想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一家叫做埃尔利奇的小旅店。 所有的仆人都问过了, 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家旅店。 在这个问题上, 小马官帮了忙, 他记得有个叫埃尔利奇的农场主, 住在东罗斯顿那边, 离这儿只有几英里。 那是个很偏僻的农场吗? 很偏僻, 先生, 也许那里的人还不知道昨晚这里发生的事吧? 也许不知道, 先生。 福尔摩斯想了一会儿, 然后露出了高深莫测的微笑。 备好一匹马, 我的孩子。 福尔摩斯说, 我要你送一封信到埃尔利奇农场去。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取出那些画着跳舞小人的纸条, 把他们摆在书桌上, 坐下来忙了好一阵子。 最后他交给小马官一封信, 叮嘱他一定把信交到收信人手里, 还特别叮嘱他不要回答收信人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 我看到信外面的地址和收信人姓名写得很灵外, 不像福尔摩斯一贯的那种严谨的字体。 上面写的是, 诺夫克东罗斯顿埃尔利奇农场阿贝斯兰尼先生。 警长, 福尔摩斯说, 我认为您应该打电报请求再派一位警员来, 因为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 您有可能有一个非常危险的犯人要押送到郡监狱去, 送信的小男孩就可以顺便把您的电报带走。 华生如果下午有回伦敦的火车, 我看咱们就赶这趟车, 因为我有一项非常有趣的化学分析要完成, 而这里的侦查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 福尔摩斯打发小马官去送信, 然后吩咐所有的仆人, 如果有人来找丘比特太太, 就立刻把她领到客厅里, 绝不能说出丘比特太太的身体情况。 她非常认真地叮嘱仆人一定要记住这些话, 最后她带领我们去客厅, 并说现在的事态发展已经暂时离开了我们的控制, 大家可以尽量休息, 等着看之后会发生什么。 乡村医生离开去看他的病人们了, 留下来的只有我和警长。 我想我能用一种有趣而又有益的方法来帮你们消磨一小时。 福尔摩斯把他的椅子挪进桌子, 又把那几张画有滑稽小人的纸条摆在面前。 很抱歉, 华生, 我一直都没有满足你的好奇心。 至于你警长, 这件案子的全部经过, 也许能吸引你来进行一次不平常的业务探讨。 我必须先告诉你一些有趣的情况, 那是谢尔顿·丘比特先生两次来贝克街找我商量的时候叙述的。 他把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些情况, 简单扼要地重述了一遍。 摆在我面前的, 就是这些古怪的作品。 如果不是他们预言了一场这么可怕的悲剧, 谁见了都会以笑致之。 我很熟悉各种类型的秘密文字, 也写过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粗浅论文, 其中分析了160种不同的密码。 但这种密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想出这套方法的人显然是为了让别人以为它是随手涂抹的儿童话, 而看不出这些符号所要传达的信息。 然而只要看出这些符号是代表字母的, 再应用秘密文字的规律来分析, 就不难找出答案。 交给我的第一张纸条上的那句话很短, 我只能稍有把握地假设, 这个小人代表义。 你们知道英文字母中最常见的就是义, 它出现的次数多到即使在一个短句中也是最多的。 第一张纸条上的15个符号中有4个完全相同, 因此把它估计为义是合理的。 这些图形中有的带一面小旗, 有的没有小旗。 从小旗的分布来看, 带旗子的图形可能是用来把这个句子分成 一个一个单词的。 我把它看作一个可以接受的假设, 同时记下这种小人代表的是义。 可是现在最难的问题来了, 因为除了义之外, 英文字母出现次数的顺序并不确定。 在一页普通的打印稿和一个短句子里的顺序可能完全相反, 一般来说, 字母按出现次数排列的顺序是T-A-O-I-N-S-H-R-D-L, 但T-A-O-I出现的频率几乎不相上下。 如果把每种组合都试一遍, 直到找出有意义的组合来, 那将成为一项无止境的工作。 所以我只能等新材料来了再行动。 希尔顿·丘比特先生第二次来访的时候, 给了我另外两个短句和一句似乎只有一个单词的话, 也就是这几个不带小旗的符号。 在这个有五个符号组合的单词中, 我看到第二个和第四个都是义, 这个单词可能是切断, 也可能是杠杆或者是绝部。 毫无疑问使用绝部这个词来回答一项请求的可能性极大, 而且种种情况都表明这正是丘比特太太的回答。 如果这个判断正确, 我们可以说三个符号分别代表N、V和R。 就算这样,面前的困难仍然很大, 但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想法是我得知了另外几个字母。 我想如果这些请求来自一个在丘比特太太年轻时就和她很亲近的人的话, 那么那些两端是义, 中间有三个其他字母的组合就可能是L这个名字。 我一检查, 发现这个组合曾三次构成一句话的结尾, 这样的话肯定是对L提出的请求, 于是我又找出了L、S和I, 可是请求究竟又在请求什么呢? 在Irish前面的一个单词只有四个字母结尾是E这个单词, 必定是come也就是来。 我试过其他各种以E结尾的四个字母的单词都不符合情况, 就这样, C、O和M也找到了。 现在我可以回过头来分析第一句话, 把它分成单词, 上不清楚的字母就用空格来代替, 经过这样的处理, 这句话就成了现在这种样子, 空格M, 空格ERE, 空格, 空格E, 空格SL, 空格NE, 空格。 现在, 这第一个空格里应该填上的字母只能是A, 这是最有帮助的发现, 因为它在这个短句中出现了三次。 第二个词的开头是H, 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现在这句话就变成了, 我已到达空格E, 空格SLANE, 空格。 后面的这些空格明显地组成了一个人的名字, 我们把这个名字补全, 于是这个句子就成了, 我已到达Aber Slaney, 现在有了这么多的字母, 我就很有把握地能够解释第二句话了, 他读出来是这样的, A空格, E-L-R-I 空格, E-S, 我看在这一句中, 在缺少字母的地方只能加上T和G才有意义, 并且可以假设这个名字是旅馆, 或者是其他什么写信人住着的地方。 我和马丁警长带着很大的兴趣, 倾听我的朋友详细讲述自己如何找到答案的经过, 把我们的一切疑问都解答了。 警长问, 那后来您怎么办? 先生, 我又充分的理由假设这个Aber Slaney是美国人, 因为Aber是一个美国式的缩写, 而这些麻烦的起因又是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 我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件事里面有犯罪的秘密, 女主人那些暗示自己过去的话和她拒绝把真相告诉丈夫的行为都指向了这一点。 所以我才给纽约警察局一个叫威尔逊·哈克利夫的朋友发了一封电报, 询问他是否知道Aber Slaney这个名字。 这位朋友曾不止一次地利用我所了解的伦敦的犯罪情况, 他回电说, 此人是芝加哥最危险的骗子。 而就在我接到回电的那天晚上, 希尔顿·丘比特寄来了Aber Slaney话的最后一行小人, 用已经知道的这些字母翻译出来就成了这样的一句话。 E-L-S-I-E 空格, R-E 空格, A-R-E-T-O-M-E-E-T-T-H-Y-G-O 空格, 在天上P和D, 这句话就完整了, 他的意思是L-S-E, 准备见上D吧。 这说明这个恶棍已经从劝诱改为恐吓了, 我很了解芝加哥的那帮歹徒, 所以我想他可能很快就把恐吓的内容付诸行动, 于是我立刻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来到诺福克, 但是不幸的是, 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 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 能和您一起处理案子, 实在令我感到荣幸, 警长热情地说, 不过恕我直言, 您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而我却要对我的上级负责。 如果这个住在E-L-E-T-I-E农场的阿贝斯兰尼真是凶手的话, 要是我坐在这里的时候他逃跑了, 我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分的, 您不必担心, 他不会逃跑的。 您怎么知道, 因为逃跑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凶手。 那就让我们去逮捕他吧, 我想他马上就会来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写信, 请他过来了。 简直难以置信, 福尔摩斯先生, 为什么您请他, 他就得来呢? 这不正会引起他的怀疑, 使他逃走吗? 我想我知道该怎么设计那封信。 福尔摩斯说, 如果我没有看错, 这位先生已经往这边过来了。 就在门外的小路上, 有一个身材高大, 肤色又黑, 长相漂亮的家伙, 正迈着大步走过来。 他穿着一身灰色法兰绒衣服, 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 竖着两瓶倒立的胡子, 大鹰勾鼻, 边走边挥动着手杖。 先生们, 福尔摩斯小声地说, 我看咱们最好都站到门后边, 对付这样的家伙需要多加小心。 警长, 你准备好手铐, 让我来和他谈。 我们静静地等了片刻, 这可是让人永远难忘的片刻。 门开了, 这个男人走了进来, 福尔摩斯立克用手枪柄照着他的脑袋给了一下, 马丁也把手铐靠在了他的手腕上。 他们的动作是如此之快, 如此之熟练, 以至于这家伙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无法动他了。 他瞪着一双黑眼睛, 把我们每个人都打亮了一遍, 然后苦笑起来。 先生们, 这次你们赢了, 我似乎撞到什么硬东西上了。 我是接到了希尔顿·丘比特太太的信才来的, 这里面不会有她吧, 难道是她为你们给我设下了这个圈套吗? 希尔顿·丘比特太太受了重伤, 现在快要死了。 这个男人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叫喊, 响遍了全屋。 你胡说! 他大声地嚷着, 受伤的是希尔顿, 不是他! 谁会忍心伤害小艾尔西? 我可能威胁过他, 愿上帝饶恕我, 但是我绝不会碰他一根头发, 收回你的话, 告诉我他没有受伤。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 他伤得非常重, 就倒在自己丈夫的旁边。 这个男人悲伤地呻吟着陷进长靠背衣里, 用被靠住的双手遮住自己的脸, 一声不吭。 过了五分钟, 他抬起头, 绝望地说, 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 如果我开枪击中了一个先向我开枪的人, 这就不是谋杀。 如果你们认为我会伤害艾尔西, 那只是因为你们不了解我, 也不了解他。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男人能像我爱他那样, 爱一个女人。 我有资格娶他, 很多年以前他就向我保证过, 这个英国人凭什么分开我们? 我才是最有资格娶艾尔西的人, 我要求的只是自己的权利。 在他发现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之后, 他就摆脱了你的势力。 福尔摩斯严厉地说, 他逃出美国就是为了躲开你, 并在英国和一位体面的绅士结了婚。 你紧追不舍, 让他非常痛苦。 你企图引诱他, 抛弃自己心爱的丈夫, 跟你这个他既恨又怕的人逃跑, 结果你使一个贵族死于非命, 又逼得他的妻子自杀。 这就是你干的这件事的结果, 阿贝斯兰尼先生, 你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如果艾尔西死了, 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这个美国人说着, 张开了一只手, 看了看团在手心里的一张信纸。 先生, 呃, 他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点点怀疑, 您不是在唬我吧? 如果他的伤真像您说的那么重, 那么写这封信的人又是谁呢? 他把信朝着桌子扔了过来, 这是我写的, 就是为了把你叫到这儿来。 你写的? 除了我们帮里的人之外, 从没有人知道跳舞小人的秘密。 你怎么写得出来? 有人能发明, 就有人能看懂。 福尔摩斯说, 马上会有一辆马车把你带到挪威其去。 阿贝斯兰尼先生, 你现在还有时间稍稍弥补自己造成的伤害。 丘比特太太已经蒙受了谋杀丈夫的重大嫌疑, 你知道吗? 只是因为我今天在场和我偶然掌握的材料, 才使他不止受到控告。 为了他, 你至少应该做到向大众说明对这场悲剧, 他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这正合我意, 这个美国人说, 我相信证明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 说出全部事实, 我有责任警告你, 这样做也可能对你不利。 警长吻着英国刑法一视同仁的严肃态度, 高声地说着。 斯兰尼怂了怂肩膀, 他说, 我愿意冒这个险。 我首先要告诉你们几位, 我从阿尔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当时我们一共有七个人在芝加哥结成一帮, 阿尔西的父亲是我们的头, 老帕特里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发明了这种秘密文字, 除非你了解这种文字的解法, 不然就会把它当成小孩乱涂乱抹的画。 后来阿尔西听说了我们的事, 他不能容忍这种行的, 他自己有一些来自正路的钱, 就趁我们都不注意的时候逃到了伦敦, 可是当时他已经和我订婚了, 如果我干的是另外一行, 我相信他早就和我结婚了, 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和任何不正当的职业扯上关系, 当他和这个英国人结婚之后, 我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我给他写过信, 但是没有收到回信, 然后我来到了英国, 因为写信无效, 我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他能看到的地方。 我来到这里已经一个月了, 我住在那个农场里, 租了一间楼下的屋子, 每天夜里我都能够自由进出, 谁也不知道, 我想尽办法要把阿尔西带走, 我知道他看到我写的话了, 因为有一次他在其中的一句下面写了回答, 于是我急了, 开始威胁他, 他寄给我一封信, 恳求我离开, 并且说如果损害到他丈夫的名誉, 他会心碎的, 他还说只要我答应离开这里, 以后不再纠缠着他, 他就会在凌晨三点, 他的丈夫睡着了之后下楼, 在最后面的那扇窗前和我说几句话, 他来了, 还带着钱, 想打发我走, 我一气之下, 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想把他从窗户里头拽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丈夫拿着左轮手枪冲进来了, 阿尔西瘫倒在地板上, 我们两个人就面对面了, 当时我的手里也有枪, 我举起枪来想把他吓跑, 结果他先开枪了, 可没打中我, 几乎在同时我也开枪了, 他立刻就倒下了, 我急忙穿过花园逃走, 这个时候听见了背后关窗的声音, 先生们,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那之后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直到那个小伙子, 骑马送来了一封信, 让我像个傻瓜似的走到这儿来, 把自己交到你们手里, 这个美国人说这些话的时候, 马车已经来了, 里面坐着两名穿制服的警察, 马丁警长站了起来, 用手碰了碰犯人的肩膀, 我们该走了, 那我可以看看他吗, 不行, 他还没有恢复知觉, 福尔摩斯先生, 下次再碰到重大的案子, 我希望还能幸运地站在您的身边, 我们站在窗前目送马车远去, 我转过身, 看到了犯人扔在桌上的纸团, 也就是福尔摩斯用来诱补他的信, 华生, 你来看看这封信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看着那一串滑稽的跳舞小人, 百思不得其解, 福尔摩斯说, 如果你用我解释过的方法来翻译, 就会发现他的意思不过是, 马上到这里来, 我相信这是一个他绝不会拒绝的邀请, 因为他想不到, 除了埃尔西之外, 还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信来, 所以我亲爱的华生, 我们总算把这些作恶多端的跳舞小人变成有意的了, 我觉得自己已经履行了诺言, 为你的笔记本增添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材料, 我想现在咱们该乘三点四十分的火车回贝克街吃晚饭了。 再说一句关于尾声的话, 在诺维奇冬季大审判中, 美国人阿贝斯兰尼被判死刑, 但是考虑到一些可以减刑的情况, 和的确是希尔顿丘比特先开枪的事实, 改判劳已监禁。 至于丘比特太太, 我听说她后来完全复原了, 现在仍旧双居, 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帮助穷人和管理丈夫的家业。 在1894年到1901年间, 福尔摩斯非常忙碌, 完全可以说, 这八年间, 所有警方公办的疑难案件, 没有一桩是不请教福尔摩斯的。 还有千百桩私人案件, 其中许多是非常错综复杂, 而且别具特色的。 福尔摩斯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数惊人的成绩, 和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败, 是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不断工作的结果。 由于我对这些案件有文毕录, 其中许多也亲身经历过, 可以想象, 选择哪些公之于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我可以按照自己以前的做法, 优先选择那些不以犯罪的凶残处称, 而以结案的巧妙和戏剧性引人入胜的案件。 出于这个原因, 我选择了关于威尔莱特·史密斯小姐的 查林顿孤身骑车人一案, 以及调查的奇异结局。 这个结局以出人意料的悲剧形式告终。 现在我就把这些情况介绍给读者。 事实上, 这件事并不能成为我朋友那赖以成名的才能的好例证。 但这件案子有几点非常突出, 不同于我以往记录的那些案子。 我翻阅了1895年的笔记, 查出是4月23日星期六那天, 我们第一次听到威尔莱特·史密斯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记得当时福尔摩斯极不欢迎他的来访, 因为福尔摩斯正专注于一个十分复杂而深奥的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著名的烟草大王约翰·温森特·哈登。 我的朋友最喜欢的事就是专注而精准地思考, 在办手边的事时最讨厌其他的事来打扰他。 但他的性格并不固执, 不可能拒绝那个个子高挑, 一态万方,神情庄重的美丽姑娘讲述自己的遭遇。 更何况,他又是在这么晚的时间里亲自来贝格街, 请求福尔摩斯予以帮助和指点的。 尽管福尔摩斯声明时间已经排满, 但无济于事, 那姑娘下定决心非讲不可。 显而易见, 不满足他的要求就让他离开, 除非动武。 福尔摩斯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 勉强笑了笑, 然后请那位美丽的不速之客坐下, 让他把自己遇到的麻烦如实讲给我们听。 至少不会是一件有爱你身体健康的事。 福尔摩斯用敏锐的双眼打亮了莱克一番之后说, 像你这样爱骑车的人一定是精力充沛的。 姑娘惊异地看了看自己的双脚, 我也发现她鞋底的一边被脚灯边缘磨得起毛了。 是的, 福尔摩斯先生, 我经常骑自行车, 今天来拜访你正是和骑车的事情有关系。 我的朋友抬起姑娘没戴手套的那只手, 像科学家观察标本一样, 不动声色但全神贯注地检查着。 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 这是我的业务。 最后她放下了姑娘的手, 我几乎错把你当成打字圆了, 显而易见你是一位音乐家, 华生你注意到她的韶行纸端了吗? 那是这两种职业共有的特征, 不过她的脸上有一种灵性。 福尔摩斯平静地把姑娘的脸转向亮出, 那是打字圆不具备的, 所以这位女士是音乐家。 是的, 福尔摩斯先生, 我教音乐, 从你的气色来看, 我想你是在乡下教音乐。 是的, 先生, 靠近法纳姆, 在萨利郡边界, 那是一个好地方。 可以让人联想到许多有趣的事情。 华生你一定记得, 我们就是在那附近抓获了违造货币的罪犯Archie Stanford。 哦, Vellett小姐, 在萨利郡边界靠近法纳姆的地方, 你遇到什么事了呢? 那位姑娘清晰而镇定地说出了一段离奇古怪的事情。 福尔摩斯先生,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他叫詹姆斯·史密斯, 是老帝国剧院的乐队指挥。 他去世以后, 我和母亲在世上举目无亲。 我只有一个叔父, 名叫拉尔夫·史密斯, 25年前到非洲去了, 从那时起便阴性全无。 父亲死后, 我们一贫如洗。 可是有一天, 有人告诉我们, 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启示, 有人在寻找我们的下落。 你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激动, 因为我们以为有人给我们留下遗产了。 我们立刻按照报上所刊登的, 去寻找那位律师。 在那里又遇到了两位先生, 卡拉瑟斯和乌德里, 他们是从南非回来探亲访友的。 他们说, 我的叔父是他们的朋友, 几个月前在十分贫困中, 死于约翰内斯堡。 我叔父临终前, 请他们寻找自己的亲属, 并请他们务必使他的亲属不至于穷困潦倒。 这让我们很奇怪, 因为我叔父拉尔夫活着的时候, 并不关心我们, 很难理解他在死前, 为什么会那么细心地关照我们。 可是, 卡拉瑟斯先生解释说, 我叔父刚刚才听到他哥哥的死讯, 所以感到有责任来照顾我们。 请原谅, 福尔摩斯说, 你们是什么时候见的面? 去年十二月, 已经有四个月了, 啊, 请继续讲下去吧。 乌德里先生非常讨厌, 他是一个面部虚胖, 一脸红胡子的粗暴青年, 头发披散在额头两边, 总是像我挤眉弄眼, 我认为他十分可憎, 也相信, 希里尔一定不愿意我认识这个人。 啊, 希里尔是他的名字, 福尔摩斯笑容满面地说, 那姑娘满脸通红地笑了笑, 是的, 福尔摩斯先生, 希里尔摩顿, 他是一位电气工程师, 我们希望在今年夏末结婚, 上帝啊, 我怎么扯到他身上去了呢? 我想说的是, 乌特利先生十分讨厌, 而那位年纪大一些的卡拉萨斯先生, 则比较有礼貌, 他脸色土黄, 脸刮得很干净, 沉默寡言, 但举止文雅, 笑容可拘, 他询问了我们的情况, 发现我们很穷, 便要我到他那里, 教他十岁的独生女儿, 我说我不愿意离开母亲, 他说我可以在每周末回家, 他答应给我每年一百磅, 这酬金十分优厚, 所以最后我答应了, 来到黎法纳姆六英里左右的切尔科恩农庄, 卡拉萨斯先生丧妻官居, 雇佣了一个叫做蒂克逊太太的女管家, 照料家务, 这位管家年纪很大, 受人尊敬, 那孩子也很可爱, 一切都很好, 卡拉萨斯先生十分友善, 而且热衷于音乐, 我们晚上在一起过得很高兴, 每到周末, 我就回到城里的家中看望母亲, 在我的快乐生活中, 第一件不顺心的事就是一脸红胡子的乌特利先生的来访, 他来了一个星期, 上帝对我来说简直就像三个月, 他是一个可怕的人, 对别人蛮横无礼, 对我更是肆无忌惮, 他做了很多丑态, 表示他爱我, 还吹嘘自己的财富, 说如果我嫁给他, 就可以得到伦敦最漂亮的钻石, 最后, 在一天晚饭后, 当我告诉他, 我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的时候, 他抓住我, 还把我抱在怀里, 他有可恶的力气, 还读咒发誓说, 如果我不吻他, 他就不放手, 这时, 正好卡拉瑟斯先生进屋, 把他从我身边拉开了, 为了这件事情, 乌特利和主人翻了脸, 他把卡拉瑟斯先生打倒在地, 脸上弄出一条大口子, 乌特利的拜访到此结束, 第二天, 卡拉瑟斯先生向我道歉, 并保证绝不让我再受到这样的侮辱,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乌特利, 福尔摩斯先生, 我现在就要谈今天来向你请教的, 具体事情了, 你一定知道, 我每星期六上午骑车到法纳姆车站, 坐12点22分的火车进城, 我从切尔特恩农庄出发, 那条路很偏僻, 有一段一英里多长的路尤其荒凉, 一侧是查林顿石南灌木林, 另一侧是查林顿庄园外圈的树林, 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段路更荒凉的地方了, 在你到达克鲁克斯伯里山附近的公路之前, 很难遇到一辆马车或是一个农民, 两星期前我从这里经过, 偶然间回头一看, 看到身后两百马左右, 有一个男人在骑车, 看起来是个中年人, 续着短短的黑胡子, 在到达法纳姆之前, 我又回头看了看, 那个人已经消失了, 所以我也没有再想这件事, 不过弗尔摩斯先生, 星期一返回的时候, 我又在那段路上看到了那个人, 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惊讶, 而在下一个星期六和星期一, 同样的情节又重演了一遍, 我更加惊讶了, 那个人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也没有来骚扰我, 但是这毕竟十分古怪,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卡拉瑟斯先生, 他看起来十分重视我的话, 并告诉我, 他已经订购了一匹马和一辆轻便马车, 以后我再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不必担心孤身一人了, 马和轻便马车本该在这个星期就到,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卖主没有交货, 我只好依然骑着车子到火车站, 这是今天早晨的事, 我来到查林顿石南灌木林, 向远处看了看, 一点不错, 那人就在那儿, 和两个星期前一模一样, 他总是离我很远, 我看不清他的脸, 但他肯定不是我认识的人, 他穿着一身黑衣服, 戴布帽子, 我只能看清他脸上的黑胡子, 今天我并不害怕, 反而充满了好奇, 决心查明他是谁, 要干什么, 我放慢了车速, 他也放慢了车速, 后来我停了下来, 他也停下来了, 接着我心生一计, 路上有一个急转弯, 我紧蹬一阵, 拐了过去, 然后停车等候他, 我希望他会很快拐过弯来, 并且来不及停车, 抄到我前面去, 但是他根本没有露面, 我原路返回, 向拐角四处张望, 我可以望到一英里远处, 可是路上没有他的踪影,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岔路了, 它是不可能从别的路离开的, 福尔摩斯轻声一笑, 搓着双手, 这件事的确很有特点, 他说, 从你转过弯曲到发现路上无人, 这中间隔了多久? 两三分钟吧, 那他来不及从原路返回, 你是说那里没有岔路, 对吗? 没有, 那么他肯定是从旁边的人形小径走开的, 不可能是从石南灌木丛那一侧, 否则我早就看到他了, 那么通过排除法, 我们就查明了一个事实, 他是向查林顿庄园那一侧去了, 据我的理解, 查林顿庄园就坐落在大陆一侧, 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上, 还有其他情况吗? 没有了福尔摩斯先生, 我非常困惑, 感到很不安, 所以才来见你, 恳求你的指点, 福尔摩斯默默不语地坐了一会儿, 和你订婚的那位先生在哪里? 最后他问, 他在康文特的米德兰电器公司, 他不会出其不意地来看你吧? 福尔摩斯先生, 难道我还不认识他吗? 还有其他男人爱慕你吗? 在我认识希莉尔之前有过几个, 从那以后呢? 假如你把乌德里也算作一个爱慕我的人的话, 那就是那个可怕的家伙了? 没有别人了吗? 我们美丽的委托人似乎有点为难。 是谁呢? 福尔摩斯追问着, 可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 但有时我似乎觉得我的雇主卡拉瑟斯先生对我非常在意, 我们经常在一起, 晚上我就给他伴奏, 他是一位绅士, 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不过姑娘总是很敏感的。 哈哈, 福尔摩斯显得非常严肃, 他以什么为生呢? 他是个富有的人, 他没有四轮马车或者马吗? 好吧, 至少他生活相当富足, 他每星期进程两三次, 并且非常关心南非的黄金股票。 史密斯小姐, 你要把新发现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我, 现在我很忙, 不过我一定抽时间来办你这件案子, 在这期间不要不通知我就采取行动, 再见, 我相信我们会得到你的好消息。 这样的一位姑娘, 会有很多的追求者, 这是很自然的。 福尔摩斯边抽烟斗边沉思着说, 不过没有必要选择偏僻的村路, 骑自行车去追逐吗? 毫无疑问, 这是个偷偷爱上他的人, 但是这件案子里有一些颇为奇怪, 而且引人深思的细节, 华生, 你是说, 他只在那个地方出现吗? 没错,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明, 谁租用了查林顿庄园, 然后再查明, 卡拉瑟斯和乌德里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他们为什么急于拜访拉尔夫·史密斯的亲属呢? 还有一点, 卡拉瑟斯的家离车站有六英里远, 他连一匹马都不买, 却要付出两倍的代价来雇一名家庭女教师, 这是一种怎样的至家之道呢? 奇怪, 华生, 非常奇怪, 你要去调查吗? 不, 我亲爱的朋友, 你要去调查, 这可能只是一桩无足轻重的小阴谋, 我不能为他中断其他的重大调查工作, 星期一你清早就到法纳姆去, 隐藏在查明顿石南林附近实地观察一下, 并根据自己的判断见机行事, 然后查明是谁住在查林顿庄园, 回来向我报告, 现在华生在弄到可靠的证据用于结案之前, 我对于这件事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那姑娘告诉我们, 她星期一上午九点五十分从滑铁路车站乘车出发, 于是我便提前赶乘九点十三分的火车, 到了法纳姆车站, 我在车站上毫不费力地就问明了查林顿石南灌木林的位置, 错过那姑娘冒险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段路一面是开阔的石南灌木林, 另一面是老紫山树梨环绕着一座花园, 花园里巨树参天, 那里有一条长满第一的石子路, 大门两侧的石柱上都是破损的文章图案, 除了这一条用来行车的大路之外, 我还发现了几处树梨的窝口和穿过它们的小路, 从路上看不到宅院, 四周的环境显得非常阴暗, 衰退, 石南灌木丛中开满了一丛丛的黄色金雀花, 在灿烂的春日焦阳下闪闪发光, 我在灌木丛后面选好了隐身之处, 一边既能观察庄园大门, 又能看到两边很长的一段路, 我离开大陆时, 路上空无一人, 现在有一个人骑着车, 从对面向我来的方向驶去, 他穿着黑色的衣服, 我看到他须有黑色的胡子, 他来到查林顿土地的尽头, 跳下车, 把车子推进树梨的一处窝口, 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 过了一刻钟, 第二个骑自行车的人出现了, 这一次是那位姑娘从火车站骑了过来, 他骑到查林顿树梨时, 私下张望着, 过了一会儿, 那个男人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 跳上自行车, 尾随在姑娘的身后, 在那辽阔的如画风景中, 只有这两个人影在活动, 那位仪态端庄的姑娘挺直身子, 骑在车上, 她身后的男人却低伏在车把上, 一举一动都带着某种莫名其妙, 鬼鬼祟祟的样子, 姑娘回头看到了这个男人, 便放慢了速度, 那男人也放慢了速度, 姑娘下了车, 那男人也立刻下车, 总是在姑娘身后两百码左右的地方, 那姑娘的下一个行动, 却是出其不意的迅速, 她突然扭转车头紧登一阵, 直接朝那个男人冲了过去, 然而这个男人也和那个姑娘一样的迅速, 不顾一切地拼命逃脱了, 姑娘立刻返回大路, 骄傲地昂着头, 不懈再去理会那位沉默的尾随者了, 而那个男人也转过身来, 依然保持着同样的距离, 他们先后转过大路, 我就看不到他们了。 我躲在暗处, 观察到那个尾随者, 鬼鬼祟祟地跟着那位骑车的姑娘, 姑娘骑着车, 回头看到了这个尾随者, 便放慢了速度, 那男人也放慢了速度, 姑娘下了车, 那男人也立刻下车, 总是在姑娘身后两百码左右的地方。 那姑娘的下一个行动, 却是出其不意地迅速, 她突然扭转车头紧登一阵, 静止向那个男人冲了过去, 然而那个男人也和那姑娘一样地迅速, 不顾一切地拼命逃脱了。 姑娘又立刻返回了大路, 骄傲地昂着头, 不屑再去理会那位沉默的尾随者了。 而那个男人也转过身来, 依然保持着同样的距离, 他们先后转过大路, 我就看不到他们了。 我依然留在自己的藏身之处, 这样做是很恰当的, 因为那个男人很快又露面了。 他不慌不忙地骑车返回, 拐进了庄园大门, 下了车。 我看到他在树丛中站了几分钟, 举起双手, 似乎在整理领带, 然后又骑上车, 从我身旁经过, 朝庄园骑了过去。 我跑出石南灌木林, 透过树林的缝隙望过去, 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 远处古老的灰楼 和那些树立着的都多式烟囱, 可惜那条车道 穿过了一片浓密的灌木丛, 我就再也看不见那个人了。 不过, 我认为自己已经做了一件漂亮事, 便兴致勃勃地徒步走回了法纳木。 对于查林顿庄园, 当地房产经纪人也说不出什么来, 只好把我介绍到贝尔梅尔 一家著名的中介公司。 我在回家途中, 在那里逗留了一下, 受到了中介人的殷勤接待。 不行, 我不能租用查林顿庄园避暑, 因为我来得太晚。 庄园一个月以前 就已经租出去了, 租给了一个名叫 威廉森的体面老先生。 颇有礼貌的中介人客气地说, 不能再告诉我什么了, 因为他不能随便谈论主顾的事情。 那天晚上, 夏克福尔摩斯先生 全神贯注地倾听了 我向他做的冗长报告。 我本来期望受到称赞, 而且很重视他的称赞, 可是连一句都没有听到。 恰恰相反, 当他评论我做过 和没有做到的事情时, 严肃的面容 甚至比平时更加严厉。 我亲爱的华生, 你所选择的藏身之地 是非常错误的。 你本应藏在树梨后面, 仔细地观察一下 那位有趣的人, 而你藏身的地方 离现场有几百马远。 你告诉我的情况 甚至比史密斯小姐还要少。 他认为自己不认识那个人, 但我确信他是认识的, 不然的话, 他为什么那样拼死拼活地担心, 生怕姑娘走近他, 看清他的相貌呢? 你说他浮身在自行车榜上。 你看, 这不就是为了隐藏面目吗? 你确实做得糟糕透了。 他回到了那所庄园, 你想查明他是谁, 却跑到了一个伦敦的房产中介人那里。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激动地大声喊了起来, 到离那里最近的酒店去, 那是乡村闲话的中心, 那里的人会告诉你庄园里每个人的名字, 从主人到帮厨的女仆, 威廉森。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如果他是个老年人, 他就不是那个敏捷的骑车人, 不是那个在姑娘的迅速追赶下, 还能从容逃脱的绅士。 你这次远行的收获是什么呢? 知道了那姑娘讲的是真事, 而这我从来都不怀疑。 知道了骑车人和庄园有关系, 这我同样不曾怀疑过。 知道了那庄园是由威廉森租用的, 谁又能为这一点做保证呢? 好了好了, 我亲爱的华生, 不要那么垂头丧气。 星期六之前, 我们还可以再干点别的事, 在这段时间, 我会亲自做一两次调查。 第二天早晨, 我们收到了史密斯小姐的一封短信, 简明扼要地重述了 我亲眼看到的那件事, 不过最重要的内容却在赋言里。 当我告诉你, 我在这里的处境已经变得很困难, 是因为我的雇主已经向我求婚时, 我相信你一定能保守秘密, 我相信他的感情是十分真挚而且高尚的。 不过, 我当然把自己已经订婚的事告诉了他, 他把我的拒绝看得非常严重, 但仍然保持着绅士风度, 但你可以理解我的处境已经很尴尬了。 我们的年轻朋友看起来陷入了窘境。 看完信之后, 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 这件案子肯定比我最初设想的有趣的多, 发展的可能性也多的多。 我还是应该到乡下去过一天安静和平的日子, 我打算今天下午就去, 并把自己的一两点想法检验一下。 福尔摩斯在乡下度过的安静时光, 却有一个奇特的结局, 他很晚才回到贝克街, 嘴唇滑破了, 额头也肿了一大块, 那狼狈的样子就像是一个被苏格兰场调查的对象。 不过他对自己的冒险感到非常兴奋, 一边讲述, 一边发自内心的哈哈大笑。 积极的锻炼总是有用的, 可惜我锻炼的不多, 他说, 你知道我精通英国古老的拳击运动, 而且偶尔用得上的, 比如说今天, 如果没有这一首, 那我就要可耻地失败了。 我请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到了那座请你注意过的乡村酒店, 在那里小心谨慎地进行了调查, 在酒吧间里, 饶舌的店主把我想知道的一切, 都告诉我。 都告诉了我, 威廉森是一个白胡子老头, 和很少的几个仆人住在庄园里。 传说他现在或者过去当过牧师, 但一两件他来到庄园后发生的小事, 让我觉得他很不像牧师。 我查询过一个牧师机构他们告诉我, 曾经有一位叫这个名字的牧师, 但他过去的行径极不光彩。 那店主接着告诉我, 每到周末, 庄园里总有一些客人, 一会儿下流披子先生, 特别是一个续红胡子的人, 名叫乌德里。 我们正谈到这里, 那位乌德里先生竟然主动地走了过来, 看来他一直在酒吧间里喝啤酒, 把我们的谈话都听到了。 他问我是什么人, 要干什么, 问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 他口若悬河, 修饰于满口都是。 最后他结束了谩骂, 凶恶地反手一击, 我没有来得及躲避, 后来的几分钟就很有趣了, 我给了那凶恶的暴徒一连串的打击, 我变成了你看到的这副样子, 而乌德里先生坐马车回去了, 我这趟乡村旅行就此告终。 啊, 必须承认, 无论多么有趣, 我的撒里边界之行, 收获并不比你大。 星期四那天, 我们又收到了委托人的一封信, 他写道, 福尔摩斯先生, 你听到我要辞去卡拉萨斯先生所给予的工作, 不会感到惊奇吧? 无论报酬多么优厚, 我也不愿意再忍受这尴尬的处境。 我准备星期六回城里, 不打算再回来了。 卡拉萨斯先生已经备好了一辆马车, 因此, 如果说过去有什么危险的话, 那么现在, 那条偏僻路上的危险, 已经不存在了。 至于我辞职的具体原因, 不仅仅是我和卡拉萨斯先生的尴尬处境, 更重要的是, 那个令人厌恶的乌德里又来了, 他一向面目可憎, 而现在的嘴脸更可怕了, 他好像出了什么事, 变得更加不成样子。 我是从窗户里看到他的, 我很高兴并没有碰上他。 他和卡拉萨斯先生谈了很久, 事后, 卡拉萨斯先生非常激动, 乌德里一定就住在附近, 因为他并没有住在卡拉萨斯家里。 今早, 我又看到他在灌木丛中, 鬼鬼祟祟的活动。 我一想到自己, 迟早会在这里碰到这头凶猛的吃人野兽, 简直说不出是多么的厌恶和害怕。 卡拉萨斯先生怎么竟然能够容忍这样一个家伙? 一分钟也不能容忍啊。 不过我的一切麻烦到星期六就要结束了。 我相信是这样的, 华生, 我相信是这样的。 福尔摩斯严肃地说着, 围绕着这位小姑娘, 正在进行着一场极为隐秘的阴谋。 我们有责任去一趟, 不让任何人在他最后一次旅途中骚扰他。 华生, 我想星期六早晨, 我们一定抽时间一起去, 以保证这次奇异而广泛的调查, 不会有一个不幸的结局。 我承认, 直到现在, 我还没有把这件案子看得非常严重。 在我看来, 里面并没有什么危险, 只不过有些荒唐, 古怪而已。 男人埋伏着, 等待漂亮的女人, 并且尾随他, 并不是什么前所未闻的事。 如果他只有这么一点点放肆, 不仅不敢向那姑娘求爱, 而且当姑娘接近自己的时候, 反而逃跑, 那么他就不是什么可怕的暴徒。 那个恶棍乌德里另当别论, 但除了那一次之外, 他没有再骚扰过我们的委托人。 虽然这个乌德里最近到过卡拉斯斯家, 可是也并没有闯到姑娘的面前。 那个骑车人无疑是酒店老板所说的周末聚会的成员, 可他是什么人呢? 他要干什么呢? 为什么一直尾随着却不露面呢? 福尔摩斯表情严肃, 还在离开房间之前把一只手枪塞到衣袋里, 这些都使我感到这一连串怪事后面可能隐藏着悲剧。 夜雨之后的清晨, 阳光灿烂, 长满石南灌木丛的香肩, 点缀着一层层闪闪发光的金雀花。 对于厌倦了伦敦阴语灰暗色调的人来说, 这一切显得格外的美丽, 让人不觉耳目一新。 福尔摩斯和我漫步在宽阔而多沙的道路上, 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 欣赏着鸟语花香和欣欣向荣的春意。 我们从克罗克斯伯利山巅的大陆高处, 可以看到那座不祥的庄园, 耸立在古老的橡树虫中。 橡树已经很古老了, 但比起它们环抱的建筑物来, 却依然显得年轻。 福尔摩斯手指的一段路, 在棕褐色的石南灌木丛和一片嫩绿的树林之间, 宛如一条红黄色的带子。 远处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可以看出那是一辆单马车, 在向我们的方向移动。 福尔摩斯焦急地惊呼了一声。 我晚了半个小时。 他说, 如果这是那姑娘的马车, 她一定是在赶早一班的列车。 华生, 恐怕我们在这里见不过她了, 她早就经过查林顿了。 这时, 我们过了大陆的高处, 已经看不到那辆马车了。 我们匆忙地向前赶路, 速度飞快, 以至于我开始暴露出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坏处, 因而不得不落到了后面。 福尔摩斯一向锻炼友方, 有着用之不洁的旺盛经历, 他那轻快的脚步一直没有放慢。 但是突然, 他在我面前一百马的地方停了下来, 我看见他举起一只手, 做了一个失败而绝望的手势。 与此同时, 一辆空马车拐过了大陆的转弯处, 那匹马江上拖地漫步小跑, 马车嘎吱嘎吱嘎吱地向我们迎面驶来。 太晚了, 华盛太晚了。 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福尔摩斯身边时, 他大声地喊着, 我真蠢, 我怎么没有想到他要赶那趟早班车呢? 一定是劫持, 华盛是劫持, 是谋杀, 天知道是什么, 把路挡上, 把马拦住, 就这样, 来, 跳上车, 看看我们能不能补救自己铸成的大错。 我们跳上马车, 福尔摩斯调转马头, 狠狠地给了他一辫子, 我们便顺着大路急速返回。 当我们转弯的时候, 庄园和石南林间的大路展现在眼前, 我抓住了福尔摩斯的胳膊, 就是那个人, 我气喘吁吁地说。 一个骑车人向我们冲了过来, 没有任何人陪伴着他, 他低着头, 紧紧地夹住双肩, 把全身的力气都压在了脚灯上, 就像骑赛车的人一样, 蹬得飞快。 突然, 他抬起了满是胡子的脸, 看到我们近在眼前, 就停下车, 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 他那乌黑的胡子和苍白的脸色,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的双眼闪闪发光, 仿佛正在极度的激动当中, 他瞪着我们和那辆马车, 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 哎, 停下。 他大喊了一声, 用自行车挡住了我们的路。 你们是从哪儿弄到这辆马车的? 哎, 停下。 他从侧面口袋中掏出手枪, 咆哮着。 告诉你, 停下, 否则我可真的要赏你那匹马一颗子弹了。 福尔摩斯把缰绳扔到我腿上, 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你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维尔莱特史密斯小姐在哪里? 福尔摩斯直接了当地问。 我才要问你们呢? 你们坐的是史密斯小姐的马车, 你们应该知道小姐在哪儿啊。 我们在路上碰到了这辆马车, 上面没有人, 我们才把车赶回来救那位姑娘。 天哪, 天哪, 我该怎么办呢? 那个陌生人绝望地喊了起来。 他们把他抓走了, 该死的屋子里和那个恶棍牧师。 快来先生们, 如果你们真的是他的朋友, 那就快来, 帮我救救他, 我就算是尸行查理顿森林, 也在所不惜。 他提着手枪, 疯狂地跑向树梨的窝口。 福尔摩斯紧紧地跟在后面, 我把马放到路旁吃草, 也跟在福尔摩斯身后跑了过去。 他们是从这儿穿过去的。 陌生人指着泥泞小路上的足迹说, 诶, 停一下, 灌木丛里是谁啊? 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衣着像马夫, 穿着皮裤打着绑腿, 他仰面倒在地上, 双膝全躯, 头上有一道可怕的伤口。 他已经失去了知觉, 不过还有气息。 我看了一眼他的伤口, 没有伤到骨头。 这是马夫彼得? 陌生人喊着, 就是给姑娘赶车的人, 那些畜生把他拉下车来, 用棍棒打伤了。 让他先躺在这儿吧, 我们没有办法给他带来更好的结果, 但是我们可能还来得及救下那位小姐, 使他不至于遭到最坏的厄运。 我们发疯般地沿着临终小径奔去, 刚到环绕着宅院的灌木丛, 福尔摩斯就站住了。 他们没有进入房子里, 左边有他们的脚印, 在这里, 月桂树从旁边, 啊, 和我说的一样。 话音没落, 突然传来了一阵女人的尖叫, 一种带着极度惊恐的颤抖的呼喊, 从我们面前一片浓密的绿色灌木丛中传来。 突然尖叫停止了, 接着是一阵恶住喉咙似的咯咯声, 这边, 这边他们在滚球场。 陌生人闯过灌木丛, 啊, 这些恶棍, 跟我来先生们, 哎呀, 太迟了, 太迟了。 我们刚刚跑到宅院附近, 突然传来了一阵女人的尖叫, 一种带着极度惊恐的颤抖的呼喊, 从我们面前一片浓密的绿色灌木丛中传来。 突然尖叫停止了, 接着是一阵恶住喉咙似的咯咯声, 这边, 这边, 他们在滚球场。 陌生人闯过灌木丛, 啊, 这些恶棍, 跟我来先生们, 哎呀, 太迟了。 我们猛地冲进了一片古树环绕的林间绿地, 草地另一边, 在一棵大象树的树荫下站着三个人, 一个是女人, 也就是我们的委托人, 她垂着头, 无力地昏了过去, 嘴上蒙着手帕, 她对面站着一个隐瞒的红胡子年轻人, 腿上扎着绑腿, 她分开两腿站着, 一只手插腰, 另一只手晃动着马鞭, 显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架势, 他们中间站着一个花白胡子的老人, 穿着浅色花泥衣服, 外照白色短发衣, 显然刚刚主持完一场结婚仪式。 我们一到, 她就把一本祈祷书装进衣袋, 轻轻地拍了拍那阴险新郎的后背, 兴致勃勃地向她表示祝贺, 我气喘吁吁地问, 他们在结婚吗? 快来! 我们的引路人喊着, 快点! 她冲过临终空地, 福尔摩斯和我紧紧地跟在她的后面。 当我们冲到姑娘面前时, 那姑娘摇摇晃晃地靠在树干上, 这才没有摔倒。 前牧师威廉森向我们嘲弄地鞠了一躬, 暴徒屋里野蛮地大吼一声, 得意忘形地狂笑着, 向我们冲了过来。 你可以把你的胡子摘掉, 抱抱。 乌德里说, 我又不是今天才认识你, 啊, 你和你的同伴来得真是时候, 我正好向你们介绍一下乌德里夫人。 我们领路人的回答很特别, 她一把扯掉用来伪装自己的黑胡子, 把她扔到地上, 露出了光滑的浅黄色长脸, 然后她举起手枪, 对准了那手挥致命马鞭, 向自己冲过来的年轻暴徒。 是的, 她说, 我就是Bob Carlos, 我必须看到这位姑娘安然无恙, 否则我只好去死了。 我告诉过你, 如果你骚扰了她, 我会怎么办? 老天在上, 我说到做到。 你太晚了, 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 不对, 她是你的寡妻。 枪声响了, 我看到血从乌德里的胸前喷了出来, 乌德里尖叫一声, 转了一下身子, 就仰面倒下了, 丑陋的红脸在一瞬间变成了斑驳的灰白色, 十分吓人。 披着白色发衣的老头子破口大骂起来, 那些肮脏的话语我真是闻所未闻。 她掏出了自己的手枪, 但还没来得及举起来, 就看到福尔摩斯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她。 够了, 我的朋友冷冷地说, 把枪扔下。 华生把枪捡起来, 对准她的头。 谢行, 还有你, 卡拉瑟斯, 把你的枪也给我, 我们不用再动武了, 来, 把枪给我。 那么你是谁? 夏洛克, 福尔摩斯。 上帝啊, 我看得出你们早就知道我的名字了, 那么在警方到来之前, 我只好待牢了。 哎, 你, 福尔摩斯向临终空地边上一个吓坏了的马车夫喊道, 到这里来, 快点骑马, 把这张条子送到凡纳木去。 福尔摩斯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 草草地写了几句话, 把他送到警察局, 交给警长, 在他到来之前, 我只好代劳看管你们了。 福尔摩斯那坚强而主宰一切的性格在支配着这场惨剧, 所有的人都乖乖地听从了他的命令。 威廉森和卡拉瑟斯把受伤的屋子里抬进了屋里, 我也扶着那位受惊的姑娘, 伤者被放在了床上。 我用福尔摩斯的要求对他进行了检查, 当我向福尔摩斯报告检查结果时, 他正坐在挂着壁坦的老式饭厅里, 面前坐着受他看管的威廉森和卡拉瑟斯。 他还活着, 我报告说。 什么? 卡拉瑟斯从椅子上跳起来高喊着。 让我上楼先把他结果了再说。 你们难道要告诉我, 那个天使一般的姑娘要一辈子受野蛮的屋里束缚吗? 你不必担心这一点。 福尔摩斯说, 那姑娘根本不可能是屋里的妻子, 因为两条非常充分的理由。 第一, 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 威廉森主持婚礼的资格。 我受过圣旨。 那老无赖喊着, 早就被免去圣旨了。 一日做牧师, 终生是牧师。 我看不行。 那么结婚证书呢? 就在我一代里。 那是靠阴谋诡计弄来的。 不管怎么来的, 强迫的婚姻都绝对不是婚姻, 而是十分严重的罪行。 在你们完蛋之前, 你会发现这一点的。 除非我弄错了, 否则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 你是有时间慢慢地想通这一点的。 至于你, 卡拉瑟斯, 如果你不从一代里掏出枪来, 结果本来可以好很多。 我现在才开始这样想, 福尔莫斯先生。 但是当我想到, 我为了保护那姑娘所采取的一切错事的时候, 因为我爱了福尔莫斯先生, 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爱。 我一想到, 那姑娘会落入南非最残忍的暴徒的魔爪之中, 那个人的名字从进步里到约翰内斯堡, 人人惧怕。 一想到这一点, 简直就令我发狂。 福尔莫斯先生, 你很难相信这一切。 但是, 自从那个姑娘接受我的聘请以来, 每次她经过这所房子的时候, 我都会骑车护送她, 保证她不会受到伤害。 因为我知道这伙无赖, 潜伏在这里。 当然, 我得和姑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而且戴上胡子, 以便让她认不出我来。 因为她是一位善良而气质高贵的姑娘, 如果她发现是我在村路上尾随她, 就不会接受我的长期聘用了。 你为什么不把危险告诉她呢? 因为那样的话, 她还是要离开我。 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即使她不爱我, 只要我能在家里看到她那美丽的容貌, 听到她的声音, 我就满足了。 哎, 我说, 你把这叫做爱吗? 卡拉瑟斯先生, 但我却把这叫做自私。 可能, 两者兼而有之, 不管怎么样, 我无法让那姑娘离开。 再说, 她周围有这样一伙人, 还是有个人在身边照顾她比较好。 后来接到了电报, 我就知道他们一定要展开行动了。 什么电报? 卡拉瑟斯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封电报。 就是这个, 他回答, 电文非常简单明了, 老家伙死了。 哼, 福尔摩斯说, 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而且我也明白, 正如你所说, 这封电报会让他们做出极端的事。 你们可以一边等, 一边把全部真相告诉我。 那个穿白色发衣的老恶棍, 破口骂出了一连串的肮脏话。 他说, 老天在上, 如果你泄露了我们的秘密, 巴布卡拉瑟斯, 我就要用你对付 借口屋里的手段来对付你。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那姑娘的事说得天花乱坠,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朋友出卖给这个便衣警察, 那你就要自找倒露了。 那你就要自找倒霉了。 我们再说一说, 然后你们再看看还能隐瞒住什么秘密。 首先, 你们三个人, 威廉斯, 卡拉瑟斯, 还有乌德里, 从南非回来是为了策划一场阴谋。 第一句就是胡扯, 那老家伙说, 两个月之前, 我连他们的面都没有见过, 而且我从来也没有到过非洲,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谎言放进烟斗里烧掉, 爱管闲事的福尔摩斯县上。 他说的是真的, 卡拉瑟斯说, 好好, 你们两个是远方来的, 这位尊敬的牧师是我们自己的本国货。 你们在南非结识了拉尔夫·史密斯, 而且有理由相信 他不会活得很久了, 你们发现他的侄女要继承他的遗产, 我的话对吗? 卡拉瑟斯点了点头, 而威廉森还在咒骂不止, 毫无疑问, 这个姑娘是最近的亲属, 而且你们知道那位老人不会留下遗嘱。 他不会读也不会写字, 卡拉瑟斯说, 所以你们两人不远万里回到英国, 到处寻找这位姑娘。 你们的计划是一个人娶她, 另一个人分得一部分遗产。 出于某种原因, 乌德里被选上做丈夫,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在航行途中打牌, 用那个姑娘做赌注, 乌德里赢了, 我明白了。 你把姑娘骗到家里, 好让乌德里去你家向她求爱, 但她看出来乌德里是个酗酒的恶棍, 不愿意和乌德里来往。 而与此同时, 你自己也爱上了这位姑娘, 这就完全打乱了你们的计划。 你一想到乌德里那个恶棍要占有这位姑娘, 就再也不能容忍了。 对,正是这样, 我再也不能容忍了, 于是你们争吵起来, 她一怒之下就走了, 把你撇在一边, 自己一个人继续实施这个计划。 威廉森, 我看我们要说的, 这位先生都说了。 卡拉瑟斯苦笑着喊道, 是的, 我们争吵过, 他把我打倒了, 不管怎样, 在打架方面, 我和他还是不相上下的。 后来, 我就没见过他了, 就在那个时候, 他在这里结识了这位被免职的牧师, 我发现他们在这里租了房子, 而这儿, 正是那位姑娘去车站的必经之路。 从此以后, 我就留心照顾他, 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危险的事发生。 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他们, 想知道他们在计划什么。 两天前, 乌德里带着这封电报到了我家, 电报上说, 拉尔夫·史密斯已经去世, 乌德里问我遵不遵守, 讲好的交易条件, 我说我不愿意。 他又问我是不是想自己娶那姑娘, 然后分她一部分财产。 我说我愿意这么办, 可是姑娘不会答应的。 乌德里说, 让我们先把她举到手, 过了一两周, 她对事情的看法就会不同了。 我说我不愿意使用武力, 乌德里立刻现出了无赖本色, 骂骂咧咧地走了, 并且诅咒乏誓说, 一定要把那个姑娘弄到手。 姑娘本来计划在这个周末离开我, 所以我弄了一辆轻便马车, 送姑娘去车站, 但是我放心不下, 还是骑着自行车赶了过来。 可是姑娘已经先走了, 我还没追上她, 悲剧就发生了。 我一看到你们两位先生 把他乘坐的马车赶了回来, 就立刻知道情况不妙了。 福尔摩斯站了起来, 把烟头扔进了壁炉。 我的感觉一直很迟钝, 华生。 他说, 当你报告说, 看到那个骑车人 仿佛在灌木丛中 整理领带, 单凭这一件事 就足以向我说明一切。 不过, 我们还可以庆幸 我们遇上了这样一桩 离奇古怪, 但在某些方面 又是独一无二的案子。 车道上走来了三名驱警, 我很高兴地看到 那个小马夫也和他们在一起。 看来由于今天早晨的非法行动, 无论是牧师, 还是那个只当了几分钟的 有趣新郎, 将永无出头之日了。 华生我认为凭你的医务能力, 可以去看一看史密斯小姐, 告诉她, 假如她恢复了健康, 我们就送她回家。 如果她还没有完全复原, 你可以暗示说, 我们准备给一位 米德兰公司的年轻电器工程师 打电报, 这多半可以将她治愈。 至于你, 卡拉瑟斯先生, 我想你对自己参加的罪恶阴谋 已经尽力地进行了补救, 这是我的名片, 先生, 如果在审判的时候, 我的证词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随时找我。 在我们那些层出不穷的调查中, 读者可能已经发现, 我往往很难为自己的故事 写下一个圆满的结尾, 给出好奇的读者所期待的最终细节。 每一件案子都是另一件案子的序幕, 而决定性的时刻一过, 那些登场人物就从我们的忙碌生活中 永远地退下了。 然而我找到了自己寄述这件案子的手稿, 在它的结尾有一段简要的记载, 上面写道, 维尔莱特·史密斯小姐果真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现在她已经成了摩顿和肯尼迪公司的大股东, 著名的威斯敏斯特电气工程师希雷尔·摩顿的妻子。 威廉森和乌德里两人都因诱拐和伤害罪受审, 威廉森被判七年徒刑, 乌德里被判十年徒刑。 我没有得到卡拉瑟斯审判结果的报告, 不过我相信, 既然乌德里是一个声名狼藉, 非常危险的恶棍, 法庭是不会严重对待卡拉瑟斯的伤害罪的, 我想判他几个月监禁也就足够了。 在贝克街这座小小的舞台上, 我们已经见到了许多人物, 不同寻常的登场和退场, 但回忆起来, 只有曾经获得硕士、博士等学位的 Sanica Loft和克斯塔尔布的初次登场, 最突然也最惊人。 那张几乎印不下他全部学术头衔的小名片, 刚刚送来几秒钟, 他本人就随之而至。 他身材高大, 气宇轩昂, 神情威严, 似乎极冷静和稳重于一身。 但是当他走进屋来, 随手关上门之后, 就踉跄着靠在了桌边, 随后四肢一软摔倒在地, 那魁梧的身躯, 铺在壁炉前的熊皮地毯上, 失去了知觉。 我们急忙站了起来, 在一瞬间只能哑口无言地注视着这艘沉没海底的巨大航船, 显然在他辽阔的生命海洋上遇到了致命而剧烈的风暴。 福尔摩斯匆忙拿起一个坐垫放到他的头下, 我赶紧把白兰蒂送到他的唇边。 他那阴沉而又苍白的脸上布满了忧愁的皱纹, 双目紧闭, 眼窝发黑, 嘴角松弛而下垂, 没有修剪的胡须显得凹凸不平。 他的衣领和衬衣带着长途旅行的灰尘, 漂亮的头上竖着乱碰碰的头发。 毫无疑问, 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身受打击的人。 福尔摩斯问, 华生, 这是怎么回事? 极度衰竭, 不过可能只是饥饿和疲劳造成的。 我边说, 边摸着他细微的脉搏, 感到他的生命之拳已经变成了孱弱的涓涓细流。 福尔摩斯从这个人放怀表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火车票, 说, 这是从英格兰北部的迈克尔顿到伦敦的往返车票, 现在还不到十二点, 他动身的时间一定很早。 过了一会儿, 他那紧闭的眼睛开始颤动, 他抬起头, 用一双无神的灰色眼睛 看着我们。 接着他爬了起来, 窘得脸色发红。 福尔摩斯先生, 请体谅我的虚弱, 我有点太累了, 请你给我一杯牛奶和一块饼干, 那样的话我一定会好一些的, 谢谢。 福尔摩斯先生, 我亲自到这里来, 是为了请您一定跟我走一趟, 我怕电报不足以让你相信这个案子十分的紧迫。 您先恢复好, 我已经完全好了, 我没有想到自己这样虚弱, 福尔摩斯先生, 我希望你和我乘下一趟火车到迈克尔顿去。 我的朋友摇了摇头, 我的同事华生医生会告诉你, 我们现在很忙, 我正在处理菲尔斯文件案, 阿巴加文尼谋杀案也即将开庭审判, 目前除非是极其重大的案件, 否则我不会离开伦敦。 我们的客人摊开双手, 大声地说, 重大, 霍尔顿内斯公爵独生子被拐走的事情, 您一点都没有听说吗? 什么? 就是那位前任内阁大臣吗? 就是他, 我们曾经尽力不是新闻界知道, 但在昨天晚上的环球上, 已经有了流言了, 我以为这件事情已经传到您的耳中了。 福尔摩斯急忙伸手 从自己的百科拳术中 取出H内卷 华尔德内斯 第六世公爵 加德勋爵 书密院顾问 头衔太多了 维布里男爵 卡斯顿伯爵 天哪 多少头衔 自1900年起 担任哈莱姆郡的治安官 于1888年迎娶查理 伯多尔爵士之女 埃迪斯 萨尔特尔勋爵 是其独生子和继承人 拥有25万英亩土地 在兰开夏郡和威尔士 拥有矿产 地址 卡尔顿住宅区 哈莱姆郡 霍尔德内斯府邸 威尔士班格尔卡斯顿城堡 1872年 海军大臣 曾任首席国务大臣 他当然是英王最伟大的臣民之一了 不但是最伟大的 而且也许是最富有的 福尔摩斯先生 我知道你精通自己的职业 并且愿意为了这项事业 竭尽全力 但是我不妨告诉你 公爵大人亲自对我说 谁能找出他的儿子被劫持到哪里 就能得到五千磅的悬赏 如果能说出 截止他儿子的人的性命 还要再加一千磅 福尔摩斯说 这样的报酬 真是非常优厚 华生我看我们就和 赫克斯塔布尔博士到英格兰北部走一趟吧 赫克斯塔布尔博士请您先喝完牛奶 然后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及它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生的 最后还有您这位修道院学校的博士和这件案子又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在出事后的第三天您未修剪的胡须说明过了三天 您才来到这里要求我们贡献微薄的力量 我们的客人用过牛奶和饼干 双眼重新焕发出了光芒 脸颊也渐渐红润起来 开始清晰而有力的叙述事情的经过 我们的客人用过牛奶和饼干 双眼重新焕发出了光芒 脸颊也渐渐红润起来 开始清晰而有力的叙述事情的经过 先生们 我首先要告诉你们 修道院学校是一所预备学校 我是创始人 也是校长 阿克斯塔布尔对《荷拉斯之浅见》这本书 或许会使你们想起我的名字 从一般的角度来说 修道院学校是英格兰最优秀 最著名的预备学校 Blackwater的莱瓦斯托克伯爵和 卡斯卡特索姆子爵士等人 都把他们的儿子托付给了我 三星期之前 霍尔德内斯公爵派秘书威尔德先生 来告诉我 他要把自己的独生子和继承人 十岁的萨特尔勋爵 交给我管教 当时我感到我的学校已经到达了顶峰 却万万没有想到 这竟是我一生中最悲惨厄运的前奏 5月1日这个孩子来到了学校 那是下期学期开学的日子 他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少年 也很快就适应了我们的生活 我可以告诉你 我相信自己说话一向是谨慎的 但是出了这件不幸的事 我就不能再把一些情况留在心里了 他在家中并不太快乐 公爵的婚后生活不太平静 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 后来双方同意分居 公爵夫人定居在了法国南部 这件事是在不久前发生的 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对他的母亲感情很深 在母亲离开霍尔德内斯府之后 他就闷闷不乐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公爵才愿意把他送到我的学校里来 他到校才两周 就和我们很熟悉了 而且显得十分的快乐 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 是在五月十三日的夜里 也就是本周一的夜里 他的房间在二楼 是礼间 要穿过另一间 有两个孩子住的大房间才能走到 这两个孩子当天晚上 完全没有觉察到过任何的动静 由此可以肯定 小萨尔特并没有从那里走出去 他的窗户是开着的 窗外有一颗茁壮的长春藤 垂到地面 在地上没有找到足迹 但是这扇窗户是唯一可能的出口 周二早上七点 我们发现他不在 而他的床是睡过的 出走之前 他完全穿好了衣服 也就是他常穿的校服 黑色衣顿上衣和深灰色的裤子 没有别人进过屋子的痕迹 如果有喊叫声和嘶打的声音 一定能听得到 因为住在外间的那个年纪较大的孩子 康特 睡觉一向很轻 发现萨尔特尔勋爵失踪之后 我立刻召集全校点名 包括所有的学生 教师和仆人 这时我们才发现 萨尔特尔不是一个人走的 德语教师黑的根也不见了 黑的根的房间在二楼远端 和萨尔特尔勋爵的房间 朝着同一个方向 他的床也是睡过的 但是显然他并没有完全穿好衣服 就走了 衬衣和袜子还留在地板上 毫无疑问 他是顺着长春藤下去的 在他落地的草坪上 足迹清晰可见 他平时放在草坪边 小棚子里的自行车也不见了 黑的哥和我在一起已经有两年了 他来的时候带来的介绍信上 对他的评价很高 不过他是一个沉默而忧郁的人 在教师和学生中不太受欢迎 我们完全查不到逃亡者的踪影 直到现在 周四的上午还和周二一样 一无所知 当然出时候我们立刻前往 霍尔德内斯府寻找 那座宅邸离学校不过几英里 我们以为他或许想家心切 突然回到父亲那里去了 但是那里也没有任何消息 公爵万分焦虑 而我自己 你们二位已经看到了 这起事件的责任和由此引起的担忧 甚至让我摔倒在地 福尔莫斯先生 我恳求你 在这个案子上 拿出你的全部的力量来 在你的一生中 恐怕很难再有 能给你带来如此 巨大好处的案子了吧 夏勒克福尔摩斯 聚精会神地 听着这位不幸校长的叙述 金锁的眉头说明 他对这件事情已经开始了 全神贯注的思考 完全不需要我的劝说了 除了报酬优厚之外 这个案子还引起了 他对复杂而非同寻常案件的 巨大兴趣 他拿出笔记本 记下了几点重要的情况 他严厉地说 你太疏忽了 没有早一点来找我 直到遇上了极大的困难 才让我开始调查 一个行家在长春藤和草地那里 竟然看不出一点线索 这是不可想象的 福尔摩斯先生 您不能责怪我 公爵大人想要避免流言蜚语 他担心 这会把他的家庭不幸公之于众 他对于流言这类事情 深恶痛绝 官方不是已经做了一些调查了吗 是的 先生 但是结果 令人大失所望 很快就得到了一条明显的线索 有人报告说 在附近的火车站上 看到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年轻人 乘早班火车离开 昨天晚上我们才知道 这两个人在利物浦 而他们和这起案件毫无关系 我的心情非常的沮丧失望 彻夜难眠 然后乘早班火车 直接来到了您这里 我想 在追踪这条假线索的时候 当地的调查 就松懈了吧 完全没有进行 所以白白浪费了三天的时间 这个案子处理得太不妥当 我已经感觉到了 而且承认这一点 不过这个案子最终应该能够得到解决 我很愿意调查这个案子 您了解这孩子和那位德语教师的关系吗 完全不了解 这孩子是在他的班上吗 不是 而且我听说 这孩子从没和他说过一句话 这当然很奇怪 这孩子自己有自行车吗 没有 嗯 那么还有没有 其他的自行车丢失呢 呃 没有 确定吗 确定 那么您该不会认为 这个德国人 在深夜里把这个孩子夹在胳膊底下 骑车出走吧 不 当然不会 您觉得应该怎么解释呢 呃 这辆自行车 很可能 是个骗局 车子 或许被藏在了某个地方 然后这两个人 步行离开了 很可能是这样 不过 用自行车当伪装 似乎相当荒谬 是不是 棚子里还有其他的自行车吗 呃 还有几辆 如果他想让别人认为他们是骑车走掉的 他难道不会藏起两辆吗 我想他会的 他当然会 伪装的说法 解释不通 这个细节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调查起点 总之一辆自行车是不容易被隐藏起来 或者被毁掉的 还有一个问题 这孩子失踪的前一天 有人来看过他吗 没有 他收到过信吗 嗯 有一封 是谁寄来的呢 嗯 他的父亲 你平常会拆他的信吗 不会 那你怎么知道 是他父亲寄来的呢 信封上 有公爵家的家徽 笔记是公爵特有的刚径笔记 而且 公爵也记得自己 写过这封信 在这封信之前 他还在什么时候收到过信呢 收到这封信的前几天 他收到过从法国来的信吗 从来没有 您当然明白我提这个问题的目的 这个孩子不是被劫走 就是自愿出走 在后一种情况下 你一定会想到 只有外界的缩食 才能让这样小的孩子 干出这种事情 如果 没有人来看他 叫缩就一定来自信中 所以我想要弄清 谁和他通过信 恐怕 我帮不了什么忙 据我所知 就是只有他的父亲和他通信 而他的父亲恰巧在他失踪的那一天 给他写了信 他们之间很亲近吗 公爵和谁都不亲近 他的心思 完全沉浸在公众的重大问题上 对一般的感情 他是无动于衷的 但是 就公爵本人来说 他对待这个孩子是很好的 孩子和他的母亲感情更好吧 嗯 是的 孩子这样说过吗 没有 那么公爵呢 呃 他也没有 那你是 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 公爵大人的秘书 詹姆斯威尔德先生 和我私下谈过 是他 对我讲了 这个孩子 感情方面的事情 啊 我明白了 还要问一下 孩子走了之后 在他的房间里 找到了 公爵 最后的那一封信了吗 没有 他把信带走了 福尔莫斯先生 我看我们应该去 尤斯顿车站了 我要叫一辆四轮马车 过一刻中 我们会完全听从您的吩咐 赫克斯塔布尔先生 如果您要往回打电报 最好让您周围的人以为 调查仍然在利物谱继续进行 或者是在这个假线索 使你想得到的任何地方 与此同时 我要在你的学校附近 悄悄地做一点工作 也许痕迹还没有完全消失 华生和我这两条老猎狗 还可以嗅出一点气味 当天晚上 我们就到了 赫克斯塔布尔先生 那座著名学校的所在地 皮克镇 这里空气清凉 令人感到爽快 我们到达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大厅的桌子上 放着一张名片 管家和主人耳语了几句 博士满脸激动地 向我们转过身来 他说 公爵在这里 他和威尔德先生在书房 先生们请进 我要把你们介绍给他 我当然很熟悉 这位著名政治家的照片 但他本人和照片上大不相同 他是一位高大 而庄严的人 衣着考究 脸型瘦长 又弯又长的鼻子 长得有些古怪 他的脸色苍白的 就像死人 在又长又稀疏的 鲜红色胡须衬托下 显得更加可怕 胡须飘到了白色马甲上 表链透过胸前的流苏 闪烁着光芒 公爵就是这样庄严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站在壁炉前地毯的正中央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在他的身边站着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 我猜到他就是那位私人秘书 维尔德 他的身材不高 神色紧张而又警觉 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显得很机敏 感情的波动 清晰地表露在了脸上 见到我们 他马上用尖刻而又肯定的语调 开始讲话 赫克斯塔布尔博士 我今天上午来过 但已经晚了 没能阻止您去伦敦 我听说您的目的是 请夏克福尔摩斯先生来承办这个案子 赫克斯塔布尔博士 您竟然没有和公爵大人商量 就擅自采取行动 这是大人没有想到的 那是因为我了解到 警察已经无能 公爵大人绝对没有认为 警察已经无能为力 可是 维尔德先生 我 赫克斯塔布尔博士 你很清楚 公爵大人特别担心 这件事情会传到公众中去 他的意思是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越少越好 受到斥责的博士说 改变这个安排并不难 夏克福尔摩斯先生 明天可以乘早车回伦敦 不必 博士 不必 福尔摩斯毫不介意地说 北部地区的空气 令人精神振奋 并且感到愉快 所以我想 想在你们的草原住几天 好好地运用一下自己的头脑 住在您的学校 还是住在村中旅店 当然 由您决定 我看得出 可怜的博士 十分犹豫不决 但这时 红护须公爵 低沉而响亮的声音 帮了他的忙 那声音 简直就像是 午饭的开饭铃声 赫克斯塔布尔博士 我同意 维尔德先生的意见 你应该先和我商量一下 不过既然你已经把事情告诉了福尔摩斯先生 我们就不能不请他帮忙了 福尔摩斯先生 请一定不要住到旅店去 您到霍尔德内斯府 来和我住在一起 我会很高兴的 谢谢公爵大人 不过 为了调查 我想 留在事情发生的现场 会更合适一些 沃尔摩斯先生 随您喜欢 如果您想向 维尔德先生或者我 了解什么情况 请随时提出来 福尔摩斯说 将来我可能要到您的府上去拜访您 现在我只想问您一下 对您儿子的神秘失踪 您想到什么原因了吗 没有 先生 请原谅我提起令您痛苦的事 但这是无法避免的 您认为 公爵夫人和这件事 有关系吗 可以看出 这位伟大人物 迟疑了 最后他终于回答 我想 不会 劫持这孩子的另一个明显的动机是 索取赎金 有没有人向您 提出勒索呢 没有 先生 公爵 还有一个问题 我了解到 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天 您给他写过信 不是当天 是前一天 正是这样 不过他是在 那一天收到的 对吗 对 在您的信中 有没有什么话会令他心情不稳定 导致他这样做呢 没有 先生 肯定没有 信是您亲自寄出的吗 公爵刚要开口 他的秘书却带着一种微妙的激动语气 抢先说 公爵大人从来不亲自寄信 这封信和其他的信一起摆在书房的桌子上 是我亲自放到油袋里的 您可以肯定在这些信中有这一封 是的 我看到了 那一天公爵写了多少封信 二十或三十封 我有大量的书信往来 不过这和本案 没有什么关系吧 福尔摩斯说 不能说 完全无关 公爵继续说 我 已经建议警察 把注意力转到法国南部 我说过 我不相信公爵夫人会煽动孩子 做出这样荒唐的举动 但是这个孩子非常的刚愎自用 在那个德国人的唆使和帮助下 他有可能跑到公爵夫人那里去 欧克斯塔布尔博士 我们要回赫尔德内斯府去了 我看出来 福尔摩斯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想问 但是这位贵族突然表示会面结束了 显然 和一个陌生人谈论自己的家事 是和他那浓郁的贵族气质格格不入的 而且 他不希望随着问题的不断提出 而暴露自己细心掩盖的某些历史事件 这位贵族和他的秘书走了以后 我的朋友立刻开始了紧急的侦查 他一贯这样雷厉风行 我们仔细地检查了孩子的房间 但是没有得出什么结果 不过我们确信 孩子只能从窗户离开 德宇教师的房间和财物 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 他窗前有一根长春藤枝场 因为承受不住他的体重而折断了 在灯光下我们看到 在他落地的绿色小草坪上 有一处足根的痕迹 这处足迹证明德宇教师 也是在夜晚离开的 福尔摩斯独自离开了住处 十一点之后才回来 他弄到了一张这个地区的官方大地图 拿到我的屋子里 放在床上铺开 并把灯放在地图正中间 然后他边看地图边抽烟 偶尔用烟味浓烈的烟斗 指点着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 他说 华生 这个案子 我非常感兴趣 从案情来看 可以肯定地图上有些地方是值得注意的 趁着我们刚刚开始调查它 我想让你了解一下和我们的调查 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地形 请看地图 这个颜色较深的方块是修道院学校 让我插上一根针 这一条是大路 它是东西走向的 经过学校的门前 你还可以看到在学校的东西两面一英里内 没有小路 如果这两个人是沿着路离开的 那么只有这一条路 正是这样的 我们很幸运地大致查清 在出事的当天晚上 没有什么人走过这条路 在我放烟斗的这个地方 有一位乡村警察从十二点站岗到六点 你可以看出这里是东面的第一个交叉口 这位警察说 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而且肯定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只要经过这条路 他一定不会漏掉 今天晚上我和他谈过话 照我看他是一个完全可靠的人 那么东面就没事了 再来看西面 这里有一家旅店店名是红牛 女店主生了病 她派人去麦克尔顿请医生 但是医生出诊去看另一个病人了 第二天上午才到 旅店里的人整夜都在留心等待着医生的到来 而且始终有一个人在望着大路 他们说没有人走过 如果他们的话可靠 我们可以幸运地认为 西边也没有问题 因此逃跑的人根本就没有走大路 我反问道 但是自行车呢 是的 我们很快就要谈到自行车了 让我们继续推理 如果他们没有走大路 那么一定是穿过乡间向学校的北面或南面去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让我们比较一下这两种情况 可以看出学校的南面是一大块耕地 分成小块 中间有石头墙 我认为在这样的地方是无法骑自行车的 所以我们不必考虑南边 再看看北面 这里有一小片树林 标为萧刚 再远一点有一大片起伏的荒野 被称作夏吉尔荒原 延伸十英里 地势逐渐增高 霍尔德内斯福在这片荒野的一边 从大路走有十英里 穿越荒野走只有六英里 那是一块特别荒凉的平原 有几座农民的小棚子 养着牛羊等家畜 除此之外 在你走到赫斯特菲尔的大路之前 只能看到 吨鲸鲁就山儿面 另一边有一座教堂 几间农舍和一家旅店 再往远处去山变倒了 显然我们应该在北面寻找 我再一次问 但是自行车呢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回答 好了好了 一个骑自行车骑得很好的人 不一定非得在大路上才能骑 荒原上交错着许多小路 而且那时月亮正圆 这是什么声音 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随后 哈克斯塔布尔博士闯了进来 他手里拿着一顶蓝色的板球帽 帽顶上有白色的V字形花纹 他喊着 谢天谢地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线索 我们至少知道了 这位少爷走过的路径 这是他的帽子 在哪里找到的 在吉普赛人的大棚车上 他们在这片荒原宿国营 他们是周二走的 今天警察追上了他们 然后检查了他们的每一辆车 发现了这顶帽子 他们怎么解释呢 他们又堂塞 又撒谎 说是周二早晨 在荒原上 在荒原上识到的 这群恶棍 他们知道孩子在哪 感谢上帝已经把他们都关起来了 法律的威力 或者是公爵的财富 总会使他们说出来的 博士离开之后 福尔摩斯说 很好 这至少证实了我们的推论 必须在夏吉尔荒原这一边寻找 才会有结果 警察除了逮捕这些吉普赛人之外 确实没有做什么 华生你看 横川荒原 有一条水道 地图上这里已经标示出来了 有的地方水道变宽成了沼泽 尤其是在霍尔德内斯府和学校之间的地区 在这样干燥的天气里 去别处寻找痕迹是徒劳的 但是在这一带 有可能找到留下的痕迹 明天今早我来叫你 我们一起出去试试 看能不能给这个神秘的案件 找出一线光明 天刚破晓 我一睁眼就看到 福尔摩斯又高又瘦的身影 出现在我的床边 他已经穿好了衣服 并且显然已经出去过了 他说 我已经看过了 窗前的那片草地和自行车棚子 还在销缸上随便走了走 华生 可可已经煮好放在里屋 我必须请你快一些 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福尔摩斯的眼睛在泛光 双脚由于激动而红润 就像是一位能工巧匠 看着他即将完成的杰作 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 机智警觉的福尔摩斯 和在贝格街的那个内向 而面色苍白的沉思者 福尔摩斯大不相同 当我看到他那灵活的身体和跃跃欲试的样子 就预感到等待我们的一定是十分劳累的一天 然而这一天的开头却令人大失所望 我们满怀希望的大步越过泥炭制的黄褐色荒原 经过无数的扬长小道 终于来到了一片开阔的绿色沼泽 这里正是把我们和霍尔德内斯府隔开的那片潮湿地带 如果这个孩子回家了 他必定会经过这里 而且不可能不留下痕迹 但是完全没有看到这个孩子或是那个德国人的足迹 我的朋友脸色阴沉地在湿地的边缘 堕来堕去 焦急地观察着湿地上的每一片污泥 到处都是羊群的痕迹 在一两英里外的地方有牛的蹄蚁 再也没有什么了 福尔摩斯忧郁地看着地势起伏的广阔荒原 说 那边还有一片湿地 有一条窄道通向那里 我们去查看一下 看 快看 这是什么 我们走上了一条狭窄的黑色小路 在小路中间湿润的泥土上 明显地印着自行车轮胎的痕迹 我喊了起来 啊 我们找到了 但是福尔摩斯摇摇头 并不显得兴奋 反而露出了迷惑的神色 他说 当然 是一辆自行车 但肯定不是那辆自行车 我熟悉的车胎轨迹 有四十二种 你可以看出 这是 登陆铺牌的轮胎 外胎是加厚的 德语教师黑底格的轮胎 是趴摩牌 有条状化纹 数学老师艾维琳 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 所以这不是 黑底格的自行车走过的痕迹 那么 这是那个孩子的 有可能 只要我们能够证明 这个孩子 有车 但是我们根本 证明不了 你看 自行车的轨迹 说明 骑车人是从 学校方向来的 也许 是骑向 学校去的呢 不不不 我亲爱的华生 当然是 承担重量的后轮 压出的轨迹 比较深了 这里有几处 后轮和前轮轨迹的交叉 前轮的轨迹较浅被埋住了 毫无疑问 这是从学校来的 它也许和我们的侦查有关 也可能无关 不过在我们离开之前 还是返回去看一下吧 我们往回走了几百码 来到一块沼泽地 自行车的轨迹就不见了 我们沿着小道继续走 到了一处泉水滴答作响的地方 这里又出现了自行车的轨迹 可是几乎完全被牛蹄印盖住了 再向前就没有痕迹了 那条小道一直通向销钢 也就是学校后面的那片小树林 车子一定是从小树林里出来的 福尔摩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用手拖住下巴 我抽完了两支烟 它都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儿 他说 嗯 有可能是这样 一个狡猾的人 调换了自行车的外胎 以便使留下的轨迹 不容易辨认 我是愿意 跟能够想出这种办法的罪犯 打交道的 先不管这个问题 让我们继续注意 那片湿地 那里的不少地方 我们还没有查看 在那片湿地的边缘 我们继续系统地进行检查 不久就有了很不错的收获 在这片湿地的低洼处 有一条泥泞的小道 福尔摩斯走近它的时候 激动地叫了出来 在小道的正中间 有一条痕迹 像是一捆电线摩擦地面留下的 这正是 帕姆轮胎的痕迹 福尔摩斯高兴地叫了起来 这一定是 黑迪格先生 华生我的推论 是相当正确的 祝和你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老家请不要走在小道上 我们现在顺着这轨迹走 我想不会很远了 我们继续向前走 发现这片荒原中 有许多小块的湿地 自行车的轨迹 时隐时限 依稀可变 福尔摩斯说 毫无疑问 骑车人一定是在 加快速度 你看这里的轨迹 前后轮胎一样清楚 一样的深 这只能说明骑车人 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了车把上 就像比赛时 最后的冲刺阶段 哦 上帝啊 他摔倒了 在自行车留下的痕迹上 有形状不规则的宽斑点 延续了好几码 然后有几个脚印 随后轮胎的痕迹又出现了 我提醒他 车向一边滑倒了 福尔摩斯提醒我注意 一束被压坏了的金雀花 黄色花朵上 溅满了紫红色的污点 我大吃一惊 在小道的石南草上 也沾满了 已经凝结的血迹 在小路上 福尔摩斯提醒我注意一束 被压坏了的金雀花 黄色花朵上 溅满了紫红色的污点 我大吃一惊 在小道上的石南草上 也沾满了 已经凝结的血迹 糟糕 福尔摩斯说 花生站开一点 不要增加多余的脚印 在我面前的情况是什么呢 他受伤摔倒 又站了起来 上车继续骑 可是并没有 另一辆自行车的痕迹 牛羊蹄印 在另一边的小道上 他不会被公牛顶死了吧 不不可能 这里看不到 任何其他人的脚印 花生我们还要往前走 让我们紧跟血迹和自行车的轨迹 这个人一定逃不了 我们继续追踪 过了一会儿 就看到轮胎的轨迹 在潮湿而光滑的小道上 扭在了一起 我向前看了看 突然发现在茂密的金豆丛中 有一件金属物品 在闪闪发光 我们跑过去 从里面拖出了一辆自行车 轮胎是趴墨盘的 有一只脚灯弯着 车子前面都是鞋点和一道道的血痕 非常恐怖 在矮树丛的另一边 有一只鞋子露在外面 我们急忙跑过去 发现那位不幸的骑车人就躺在那里 他身材高大 满脸胡须 戴着眼镜 一只镜片已经不见了 他的死因是 头部受到了沉重的一击 甚至有一部分颅骨被砸得粉碎 受了这样的重伤之后 他还能继续骑车 说明这个人充满了活力 而且很有勇气 他穿着鞋 但是没穿袜子 上衣敞开 露出一件睡觉时穿的衬衣 毫无疑问 他就是那位德语教师 福尔摩斯恭敬地翻转了一下尸体 进行了仔细地检查 然后坐下来沉思了片刻 我从他皱起的眉头看出 他认为这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对于我们的调查 并没有多少帮助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华生 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有些困难 我的想法是继续调查下去 我们已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再也不能白白浪费掉 哪怕一小时 但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把发现尸体这件事 报告给警察 并且要保护好 这个可怜人的尸体 我可以把你的条子送回去 但是我又需要你的陪伴和协助 你看那边有一个人在挖泥梅 把他叫来 让他去找警察 我把这个农民叫了过来 福尔摩斯让这个被吓了一跳的人 把一张条子交给赫克斯塔波尔博士 然后他说 华生 今天上午我们得到了两条线索 一条是关于安装着 爬木爬轮胎的自行车 这辆车让我们获得了 刚才发现的情况 而另一条线索是安装着 邓路普爬加厚轮胎的自行车 在调查这一条线索之前 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 哪些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 以便充分利用这些情况 把必然的东西和偶然的东西分开 首先我希望你能明确 这孩子一定是自愿走掉的 他从窗户下来之后 自己一个人或者是和另外一个人 一起走掉了 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我表示同意 那么我们看看那位不幸的德语教师 这个孩子是完全穿好衣服后跑掉的 要证明他预先知道要干什么 但是这位德国人 连袜子都没有穿上就走了 他一定是在突发情况下行动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出去呢 因为他从卧室的窗户里 看到这个孩子跑掉了 想赶上孩子 把孩子带回来 他抄起自行车去追这个孩子 而在追赶的路上 遇到了不幸 似乎是这样 现在谈谈我的推断中最关键的部分 一个成人要追一个孩子 自然是跑着去追 他知道自己能追得上 但是这位德国人没有这样做 他需要依靠他的自行车 而且我听说他骑车骑得很好 如果他没有发觉这个孩子 可能会迅速地跑掉 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这就涉及了另外那辆自行车 我们继续设想当时的情况 这位德国教师 在距离学校五英里的地方 遇到了不幸 而且不是中诞身王 开枪是一个孩子可以做到的 请注意 是一只强壮的手臂 给了他残酷的一击 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在逃跑的过程中 一定有人陪同 逃跑是迅速的 因为一位善于骑车的人 追了五英里 才赶上他们 我们查看过 惨案发生的现场 找到了什么呢 几个牛羊蹄印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在现场周围 我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 但在五十码内 都没有小道 另一个骑车人 可能不会和这件谋杀案 有什么关系 而且那里也没有人的足迹 我喊了起来 福尔摩斯 这是不可能的 他说 对极了 你的看法非常正确 事情不可能是我叙述的那样 所以一定有某些地方 我说的不对 你已经看出这一点了 你能指出哪个地方错了吗 他会不会由于摔倒而撞碎了颅骨呢 在湿地上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要这样说 比这件案子难得多的问题 我们都解决过 至少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的情况 所以要好好地利用他们 既然已经充分地利用了 那辆装油 帕摩车胎的自行车 所提供的材料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安装 Denriput加后车胎的自行车 能给我们 提供什么东西 我们又找到了这辆自行车的轨迹 并沿着它向前走了一段路 荒原随后上升成为斜坡 密布着长长的石南草 我们还走过了一条水道 这轨迹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材料 在它终止的地方有一条路 一端通向霍尔德内斯府邸 釜底楼房的雄伟尖顶 耸立在我们左方几英里外 另一端通向前方 一片地势较低 模模糊糊的农村 这里正是地图上标示着 Chesterfield大陆的地方 我们来到了一家 肮脏而又令人生畏的旅店 旅店的门上挂着一块招牌 上面画着一只斗鸡 这时福尔摩斯突然发出了一声声吟 并且扶住我的肩膀 以免摔倒 这种令人毫无防备的怀骨扭伤 他已经有过一次 他艰难地跳到门前 那里蹲着一个肤色又黑的老人 老人的嘴里叼着一只黑色的泥纸烟斗 福尔摩斯说 你好 卢宾黑斯先生 这个乡下人 抬起一双狡猾的眼睛 露出了怀疑的目光 你是谁 你怎么会 准确地说出我的名字 你头上的招牌上写得很清楚 看出谁是一家之主也不难 我想你的马厩里 大概没有马车这类东西吧 没有 我的脚简直不能落地了 那就不要落地 但是我不能走路啊 那你就跳着走嘛 路宾黑斯先生的态度非常恶劣 但是福尔摩斯却坦然地接受了 他说 朋友你看我确实非常的困难 只要能让我去我想去的地方 怎么走我并不介意 英语的店主说 我也不介意 我的事情很重要 你如果能借给我一辆自行车 我愿意给你一磅金币 店主人竖起了耳朵 你要到哪儿去呀 到霍尔德内斯府 店主人用讽刺的目光 看了看我们沾满泥土的衣服 大概是公爵的人吧 福尔摩斯和蔼地笑着 反正他见到我们会高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给他带来了 关于他那失踪了的儿子的消息 店主显然吃了一惊 什么 你们找到他儿子的踪迹了吗 有人说他在礼物铺 警察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找到他 店主人 未刮胡须的阴沉面孔上 表情又一次迅速地变化着 他的态度忽然变得温和了 他说 我不像一般人那样 祝他好运 是有理由的 因为我曾经是他马车夫的头 他对我坏透了 他连一句像样的话都没说 就把我解雇了 不过 听到在礼物铺 可能找到小公爵的消息 我还是很高兴的 我来帮助你们把消息 送到公爵府上吧 福尔摩斯说 我们先要吃些东西 然后把你的自行车拿来 我没有自行车 福尔摩斯拿出了一帮金币 我告诉你哥们 我没有自行车 不过我可以借给你们两匹马 你们可以骑到公爵府去 福尔摩斯说 好的好的 我们吃完东西再说这件事 当石板盖的厨房里 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 福尔摩斯扭伤的怀骨恢复之快 确实令人吃惊 现在夜晚即将降临 而我们自从清早 就一直没有吃东西 所以吃饭用了一些时间 然后福尔摩斯陷入了沉思之中 有一两次走到窗户旁边 呆呆地凝视着外面 窗户对着一座肮脏的院子 在远处的角落里有座铁匠炉 一个邋遢的小男孩正在工作 另外一边是马舅 有一次 福尔摩斯刚从窗边走回来坐下 又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发出了一声惊叫 天哪 我相信我弄清楚了 是的 一定是这样 华生你还记得今天看到过 牛蹄印的痕迹吗 是的 有一些 在哪里 很多处 小道上 还有可怜的黑的个 遇到不幸的地方附近 正是这样 那么华生 你在荒原上看到了多少牛呢 哦 我不记得看到过牛 真奇怪 华生 我们一路上都能看到牛蹄的痕迹 但在整个荒原上 却没有遇到过一头牛 多么奇怪啊 是的 是很怪 华生 你现在努力地回想一下 在小道上 你看到过这些痕迹吗 是的 看到了 你记得有些牛蹄印是 这样 他把一些面包屑 排列成了两行平行的小点 而有的时候又是 这个样的 他又把面包屑 排列成了两行平行的小点 只是一边的比较多 而另一边的比较少 有的时候 偶尔还是这样 他又把这些面包屑 排列成了上下颠倒的 不同的品字形的小点 并且把它们连成了一串 你能记住这些吗 哦 不能 但是我能 我可以发誓是这样 等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再去验证一下 哦 我真是太傻了 当时竟然 没有得出结论 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只能说 那是一头怪牛 能走 能走 能跑 还能飞奔 话声 我敢说 一个乡村旅店的老板 想不出这样的骗局 解决这个问题 似乎没有阻碍了 不过那个小孩 还在铁匠炉那里 让我们溜出去 看看 能找到些什么 在摇摇欲坠的马棚里 有两匹棕毛棚乱 未经疏离的马 福尔摩斯抬起其中一匹的前蹄 看了看 爆发出一阵大笑 旧马掌 但却是刚刚钉上去的 掌钉还是新的 这的确是个典型的案例 让我们到铁匠炉那里去看一看吧 我们走了过去 那个小孩依然在干活 没有理会我们 我看到福尔摩斯的目光 从左到右 扫视着地上的一堆烂铁和木块 突然 我们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是店主来了 他双眉紧皱 目光凶狠 有黑的面孔 由于恼怒而抽搐着 他拿着一根 包着铁头的短棍 气势汹汹地 朝我们走了过来 我不由他下意识 去摸口袋里的手枪 店主人喊道 你们这两个该死的侦探 在这干什么 福尔摩斯冷淡地说 怎么 露宾黑死先生 大概你是怕我们发现什么吧 店主人竭力地控制住自己 把猙獰的嘴角松弛下来 露出奸笑 这比他不笑的时候 还要可怕 他说 请您在我的铁匠炉 随便地搜查 不过先生 没有得到我的允许 就探头探脑 是不行的 所以我希望您 尽快赴账 离开这里 越快越好 福尔摩斯说 好吧 黑死先生 我们并没有恶意 只是看了一下你的马 我想 我还是走着去吧 我看路并不远 到公爵府大门 不超过两英里 走左边那条路 他恼怒地盯着我们 直到我们离开他的店 我们在路上并没有走多远 因为刚转过弯 走到店主看不到我们的时候 福尔摩斯就立刻停了下来 他说 就像孩子们常说的那样 住在旅店是温暖的 我每离开这座旅店一步 都觉得更冷一点 不 我绝对不能离开这座旅店 我说 我确信这个卢宾黑死 知道全部的真相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 那么明显的恶棍 啊 他给你这样的印象吗 还有那些马 那个铁匠炉 是的 这座斗鸡旅店很有意思 还是让我们再悄悄地看看它吧 我们的背后是斜长的山坡 散落着一大块一大块的灰色石灰岩 当我们离开大陆 向山上走去时 我看了一眼 霍尔德内斯福的方向 碰巧 见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急驰而来 福尔摩斯用力按下了我的肩膀 滑身 蹲下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藏起来 这个人已经在大路上飞驰而过了 透过纷纷扬扬的尘土 我在一瞬间看到了一张激动而苍白的面孔 那脸上每一条皱纹都显出了恐惧 嘴巴大张 眼睛茫然地直视前方 这个人就像是我们昨天晚上见到的 衣冠楚楚的威尔德先生的一幅漫画小像 福尔摩斯喊了起来 公爵的秘书 华生让我们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匆忙迈过一块块石头 不一会儿就来到一处可以看到旅店前门的地方 威尔德的自行车靠在门边的墙上 没有人在旅店里面走动 从窗户往里看也看不到任何面孔 太阳已经落到公爵府高高的尖顶后面了 黄昏渐渐降临 我们在朦胧中看到旅店的马厩里挂着两盏连通的气灯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马蹄哒哒的响声 声音转到大路上 然后迅速地沿着切斯特菲尔的大路奔驰而去 福尔摩斯低声说 华生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这似乎是逃跑 我看见一个人乘着单匹马车 肯定不是威尔德先生 他还在门那里 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片红色的灯光 灯光下出现了秘书的身影 他探头探脑地向黑暗中窥视着 显然是在等待着某个人 不一会儿 我们听到路上有脚步声 借着灯光 我们又看到第二个身影一闪 门关上了 又是一片漆黑 五分钟后 楼下的一个房间里的一盏灯亮了起来 福尔摩斯说 斗鸡旅店的习惯很奇怪啊 酒吧建设的另外一遍呢 是的 这些是人们所说的私人住客 在这样的深夜 威尔德先生到底在这黑窝子里干什么呢 和他见面的人又是谁呢 华生我们必须冒一下险 尽力地把这件事情调查得更清楚 我们偷偷地下了山坡 来到大路上 然后弯下身子 来到旅店门前 自行车依然靠在墙上 福尔摩斯划了一根火柴去照后轮 火光照亮了 加厚的登陆普轮胎 我听到福尔摩斯轻轻地笑了一声 在我们的头上就是那扇有灯光的窗户 华生我必须看一看里面 如果你弯下腰并扶着墙 我想我就能看到了 他的两只脚蹬在我的肩膀上 但是他还没有直起身子 就立刻下来了 他说 朋友 我们这一天工作的够长了 我想我们能找得到的情况也都找到了 离学校很远 我们越快动身越好 当我们疲惫地穿过荒原时 他很少说话 到了学校也没有进去 却继续走向迈克尔顿车站 在那里发了几封电报 回到学校以后 他又去安慰 和克斯塔布尔博士 博士正在为德语教师的死亡 而悲伤不已 后来 福尔摩斯回到我的房间 依然像早晨出发时那样 机敏和精力充沛 他说 我的朋友 一切顺利 我保证明天晚上之前 我们就能解决这个神秘的案子了 第二天中午11点钟 我的朋友和我 已经走过了赫尔德内斯福 著名的紫山林音道 仆人引导我们 经过伊丽莎白石的门厅 进入了公爵的书房 我们又见到了 文雅而又有礼貌的威尔德 但是在他诡秘的眼睛 和颤抖的面容中 仍然埋藏着昨天夜里 那种极度恐惧的痕迹 您是来见公爵的吧 很遗憾 公爵的身体很不舒服 不幸的消息 令他非常不安 我们昨天下午收到 奥克斯塔布尔博士 打来的电报 告诉了我们 您发现的事情 威尔德先生 我必须见公爵 但他在卧室 那我就到卧室里去见他 福尔摩斯 以冷静而坚决的态度 向这位秘书表明 想阻止他是没有用的 好吧 福尔摩斯先生 我去告诉他 您在这里 等了一小时之后 这位伟大的贵族才出现 他面如死灰 耸着双肩 好像比前天上午 苍老了许多 他庄重地和我们寒暄之后 便坐在书桌旁 红色的胡须垂落在桌子上 但是我朋友的眼睛却钉在了 站在公爵椅子旁边的秘书身上 公爵 我想如果威尔德先生不在场 我可以谈得更自由一些 秘书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 他恶狠狠地瞪了福尔摩斯一眼 如果公爵您希望 是的 是的 你最好走开 福尔摩斯先生 你想说什么呢 我的朋友等待退出去的秘书 把门完全关好之后 才开口说话 公爵事情是这样的 我和我的同事华生医生 得到了奥克斯塔布尔博士的允诺 他说解决这个案子是有报酬的 我希望您亲口证实此事 那当然 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他说的没有错的话 谁告诉您 您的儿子在哪里将会得到五千磅 是的 如果说出扣押您儿子的人的名字 可以再得到一千磅 是的 这一项不仅包括拐走您儿子的人的名字 还包括那些共谋扣押他的人的名字 是吗 公爵不耐烦地说 是的 是的 谢尔克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你的调查工作做好了 就不会有理由抱怨待遇低 我的朋友贪婪地搓着双手 这让我非常惊讶 因为我知道他一向只收很低的费用 他说 公爵 我想您的支票本就在桌子上吧 您给我开一张六千磅的支票 我会非常高兴的 您最好再背书一下 我的代理银行是首都级郡县银行 牛津街支行 公爵挺直身子 坐在椅子上 眼里而冷淡地看着我的朋友 福尔摩斯先生 您是在说笑话吗 这可不好笑 公爵完全没有 我现在再认真不过了 那么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 我已经挣到了这笔报酬 我知道您的儿子在哪里 而且至少知道几个扣押他的人 公爵的红胡须 被苍白的可怕的脸反衬得更加恐怖 他气喘吁吁地说 他在哪儿 他在 或者说昨天晚上在斗鸡旅店 离您的花园大门只有两英里 公爵倒回了椅子上 你要控告谁 福尔摩斯的回答又一次令人大吃一惊 他迅速走上前 按住了公爵的肩膀 我要控告的就是您 公爵 现在麻烦您 开支票吧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公爵当时的表现 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双手紧握 就像是一个掉进了深渊里的人 然后他以贵族极大的自我控制力 才坐了下来 把脸埋在两手中 几分钟过去后 他一直没有开口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 但是没有抬头 你都知道了吗 昨天晚上我看见您和他们在一起 除了你的朋友 还有别人知道吗 我对谁都没有讲过 公爵颤抖着拿起钢笔 并打开了自己的支票簿 福尔摩斯先生 我说话是算数的 虽然你得到的情况对我不利 我还是会给你开支票 最初规定报酬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变化 福尔摩斯先生 你和你的朋友 都是谨慎的人 对吗 我很难理解公爵的意思 福尔摩斯先生 让我坦白地说吧 如果只有你们两个人 知道这件事 那么就没有理由让他传出去 我想付给你们的总数 应该是一万两千磅 对吗 福尔摩斯微笑地摇了摇头 公爵恐怕事情 并不那么容易处理 学校教师的死亡 要考虑在内 可是 詹姆斯对此一无所知 你不能让他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那个凶残的恶棍干的 他只是不幸地雇佣了这个人 公爵我是这样认为的 当一个人犯下一桩罪行的时候 对由此引发的另一桩罪行 他也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福尔摩斯先生从道义上来说 毫无疑问你是对的 但绝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在一件谋杀案中 一个不在现场的人 不应该受到惩罚 更何况他和你一样 非常的痛恨杀人 他一听到这件事 就向我完全坦白了 而且是那样的愤恨 没过一小时 他就和杀人犯断绝了往来 福尔摩斯先生 请你一定救救他 一定救救他 我跟你说 请你一定救救他 公爵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的面孔颤抖着 他在屋里走来走去 双手握拳不住地在空中挥动 最后他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 坐回到树桌边 他说 我很感激你 你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而是先来这里 至少我们可以商量 怎样尽可能地 置之可憎的留言 福尔摩斯说 是的公爵 我想只有您我之间开诚不公 才能促成这一点 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您 但是我必须仔细了解事情的情况 我明白您说的是维尔德先生 并且知道他不是杀人犯 杀人犯已经逃跑了 福尔摩斯郑重其事地微笑了一下 公爵 您可能没有听说过我想有的不算很小的名声 否则您不会认为我是容易被欺骗的 根据我的报告 已经在昨天晚上十一点钟 逮捕了路边黑死先生 今天早上离开学校之前 我收到了当地警长的电报 公爵靠回一辈上 精益地看着我的朋友 他说 你好像有非凡的能力 路边黑死已经被抓住了 得知这件事我很高兴 但愿不会影响 詹姆斯的前程 您的秘书 不 先生 我的儿子 这下轮到福尔摩斯 露出吃惊的样子了 坦白地说这件事 我完全不知道 请公爵说得更清楚一些 我不会对你隐瞒什么了 我同意你的意见 在这样的绝境中 无论对我来说 有多么的痛苦 也只有彻底的坦率地 说明一切才能解决问题 是詹姆斯的愚蠢和妒忌 把我引向了这绝境 福尔摩斯先生 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 我已一生只有一次的热情 恋爱过 我向这位女士求婚 但是她拒绝了 理由是这种婚姻 会妨碍我的前程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 但是她死去了 并且留下了这个孩子 为了她 我抚育和培养这个孩子 我不能公开我们的父子关系 但是我让她接受了最好的教育 并且在她成人之后 把她留在了身边 没想到的是 被她知道了真相 从此以后 她就一直滥用我给她的权利 并在她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制造流言蜚语 这是我非常憎恶的 我婚姻的不幸 和她留在这里 有一定的关系 她尤其憎恨我年幼的合法继承人 你一定会问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为什么依然留詹姆斯在家里 那只是因为 从她的脸上 我能看到她母亲的样子 因为她母亲的缘故 我受的痛苦 没有尽头 詹姆斯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能让我回想起 她母亲所有的可爱之处 我根本无法让詹姆斯走 我非常担心 她会伤害阿瑟 也就是 萨特尔勋爵 为了安全 所以才把阿瑟 送到了 奥克斯塔布尔博士的学校 詹姆斯和黑死这家伙 有来往 因为黑死是我的店户 詹姆斯是收租人 黑死是个纯粹的恶棍 说来也怪 詹姆斯却成了他的密友 詹姆斯总是喜欢 结交下流朋友 他决定截止 萨特尔勋爵的时候 就利用了这个人 你还记得 在事发的前一天 我给阿瑟写了一封信吗 詹姆斯打开了这封信 并塞进一张便条 让阿瑟在学校附近的 小林子 萧刚见他 他用了 公爵夫人的名义 那孩子就来了 那天傍晚 詹姆斯是骑自行车去的 我告诉你的这些情况 都是他亲口向我供认的 他在小林子里 见到了阿瑟 并对阿瑟说 他的母亲很想念他 并且正在荒原上等候 只要他半夜 载到小林子里去 就有一个人骑着马 把他带到母亲那里 可怜的阿瑟落入了圈套 他按时赴约 见到了牵着一匹小马的黑斯 阿瑟上了马 他们就一同出发了 实际上有人在追赶他们 这些是詹姆斯昨天才听说的 黑斯用他的棍子打了追赶的人 是这个人重伤死去 黑斯把阿瑟带到自己的旅店 把他关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由黑斯太太照看 他是个善良的女人 完全受他凶残丈夫的摆布 福尔姆斯先生 这就是我两天前 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况 我当时知道的并不比你多 你也许会问詹姆斯 这样做的动机 我只能说 在詹姆斯对我的继承人的憎恶中 有许多是无法解释和难以想象的 在他看来 他才应该是我全部财产的继承人 他深深的怨恨 这是他得不到继承权的法律 他也有一个明确的动机 他急切地要求我不顾法律的规定 取消预定的继承权 他认为我有权利这样做 他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试图阻止阿瑟成为继承人 并且让我在遗嘱上写明将产业给他 他很清楚 我永远不会狠下心来叫警察处置他 我知道他一定会这样要挟我 但实际上他没有这样做 因为对他来说 事情发展得太快 他没有时间去实现自己的计划 令他的邪恶计划毁灭的 是你发现了黑迪格的尸体 詹姆斯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恐 昨天我们正坐在这间书房里 奥克斯塔布尔博士打来了一封电报 詹姆斯由于焦虑和烦恼不知所措 这使我的怀疑立刻变成了肯定 这种怀疑在此前并不是没有的 我谴责了他的行为 他也承认了一切 他哀求我把这个秘密再保持三天 以便给他罪恶的同谋保住性命的机会 我对他的哀求让步了 我对他总是让步的 他立刻赶到旅店警告黑子 并且资助他逃跑 我白天去那里会引起议论 所以刚到晚上 我就匆忙地去看我亲爱的阿瑟 他安然无恙 只是刚刚经历的暴力行为 令他极为惊恐 为了遵守诺言 即使这违背了我的意愿 我还是答应把孩子再留在那里三天 由黑斯太太照顾 显而易见向警察报告孩子在那里 而不说出谁是杀人犯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也很清楚 杀人犯受到惩罚肯定会牵连到不幸的詹姆斯 福尔摩斯先生 你要求开诚不公 我相信你的话 所以我毫无隐瞒 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你一切 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的坦诚呢 福尔摩斯说 会的公爵 首先我必须告诉您 在法律面前 您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您宽恕了重罪犯 并协助杀人犯逃脱 因为我不能不怀疑 威尔德资助同谋逃跑的钱 应该是从您那里得来的 公爵点头表示承认 这的确是件严重的事情 但是在我看来更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您对您小儿子的态度 您把他继续留在虎穴里三天 他们严肃地做了保证 诺言保证 对于这样的人算得了什么呢 您无法保证您的小儿子不会再被拐走 为了迁就您犯罪的长子 您使无辜的幼子处在不应该受到的危险之中 这是很不公平的行为 骄傲的霍尔德内斯公爵 不习惯在自己的府内受到这样的批评 他的脸从高高的前额到下巴完全红了 但是良心使他沉默 我会帮助您的公爵 但是有一个条件 请您把您的仆人叫来 我要按照我的意愿发出命令 公爵什么都没有说 他按下电铃 一个仆人走了进来 福尔摩斯说 你一定很高兴你的小主人找到了 公爵希望你立刻驾马车到斗鸡旅店 去把萨尔特勋爵接回来 仆人高兴地走出去之后 福尔摩斯继续说 既然我们已经把握住了未来 对于过去的事就可以宽容一点 我不处在官方的地位 只要正义得到伸张 我没有理由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去 至于黑死 我没什么可说的 绞刑架在等待着他 我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救他 我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 但毫无疑问 公爵您可以使他明白 沉默对他是有好处的 从警察的观点来看 他劫持这个孩子是为了得到赎金 如果警察找不出更多的问题 我没有必要引导他们把问题看得更复杂 但是我警告您公爵 詹姆斯维尔德先生继续留在您的家中 只会带来不幸 福尔摩斯先生 我理解这一点 我们已经说好 他将永远离开我 自己去澳大利亚谋生 公爵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建议您和公爵夫人尽力和好 恢复你们中断的关系 因为您自己说过 您婚后的不幸是由詹姆斯造成的 福尔摩斯先生 这件事我也安排了 今天上午我给公爵夫人写了信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 这样的话 我想我的朋友和我可以庆幸 我们在这里短暂的停留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还有一件事我希望弄明白 黑死这家伙给马定上了 冒充牛的提印的铁掌 这非同寻常的一招 是不是从威尔德那里学来的呢 公爵站着想了一会儿 脸上显出了十分惊讶的样子 他打开一扇门 把我们领进一间 装饰得像博物馆似的大屋子 他们把我们带到角落里的 一个玻璃柜旁边 只给我们看上面的说明 这个铁掌是从霍尔德那斯府底的护城豪种挖出来的 弓马使用 但是铁掌底部打成了莲纸形状 以便是追赶着迷失方向 大概属于中世纪霍尔德那斯经常征伐的男爵 福尔摩斯打开柜子盖 抚摸了一下铁掌 他的手掌湿润了 皮肤上留下了一层薄薄的泥土 他关好玻璃柜说 谢谢您 这是我在英格兰北部看到的第二件最有意思的东西 那么第一件呢 福尔摩斯收起他的支票 小心翼翼地放到笔记本里 他亲切地拍了拍笔记本 并且说 我是一个穷人 然后他把笔记本放进了自己上衣内带的身处